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而我的老婆不仅有倾国倾城的美貌 还是济氏集团的掌上明珠 而我则是济家的入赘女婿 俗称赘婿 这回济氏公司庆典的礼物 就买这个了 少爷 求您来做陆家的继承者 陆家家业巨大 现在无人掌权 只能靠您了 陆锋少爷 天哪 居然是个大少爷 穿着那么朴素的吗 之前有电话说什么陆家的少爷要来 不会真是他吧 陆家现在没人掌权 和我这个陆家弃子有何关系 可是 您是陆家敌情的子孙啊 我从小就不喜欢与人争强 我的 是我的才断 无论是地位还是家族资源 我都可以拱手相让 滚出陆家 即便如此 他们当年依然将我赶出陆家 现在勾勾手指 就让我回去 你们拿我当什么了 帮我这个包奖 请我付现金 好的 您稍等 以后请陆家不要来打扰我的生活 老九做了三十年管家 陆家三百年积业 不能毁虚一旦 刚才陆 少爷拿走的皮修 已经按您的吩咐电换过了 做得很好 明天 给封少爷所在的家族纪事公司 送上惊喜 你怎么回事啊 这点事都办不好 妈 久等了 我 别叫我妈 买个菜都不会 要你有什么用 真不知雪宇他爷爷怎么想的 纸婚值给了你 妈 我回来了 好累啊 你们在干嘛 雪宇 你可回来了 陆风 你和我妈又怎么了 回家都不能放松 那个 在菜场 妈 这边的菜也好新香啊 妈 你是没给他菜钱吗 你一个大男人 买菜钱还需要我给 其实 其实什么其实 白不快去做饭 腾姐 三缺一啊 你没事吧 就来就来 雪宇 你休息会儿 我先去做饭 陆风 哎呀 被手子掉了 这就是我爷爷给我选的夫婿 爷爷 我想自由恋爱 傻丫头 恋爱不是只看脸的 这小伙子别看现在不富裕 可是个宝藏男孩呢 宝藏男孩吗 对了 爷爷的寿礼买了吗 买了买了 正好花光了所有钱 所以买菜的时候 你不用解释的 好 那吃饭吧 雪宇 陆风 今天你们准备了什么个礼啊 打开了 让大伙开开眼呢 是 不太好吧 打开吧 让大伙整整眼 是啊 别那么小气嘛 该不会是不敢拿出来吧 无论买什么礼物 都是陆风的一片心意 无法用金钱衡量的 雪宇就是在帮我说话 感谢大家光临祭室的兴殿 我祭乐山代表祭室 欢迎各位贵宾的丽临 但如果是闹事的 那就请出去 陆风 进去之后你少说话 别让他们找茬 江南孙家骨子一福 祝繁荣昌盛 红发集团 送金蝉尊 吉祥如意 王家集团 送纯金百剑 日镜斗金 感谢各位对 祭室集团的助援与支持 下一位 季学宇的丈夫陆风 送上贺礼 哦 来了 来了 就凭他 能送什么好东西啊 就等着出丑吧 我和雪宇 住基氏集团 生意兴隆 财源广进 这是什么 好字眼 季学宇家夫陆风 送名贵汉白玉皮 皮羞一枚 我买的不是 怎么变成贵重的白玉皮羞了 皮羞乃古代锐兽 玉雕皮羞辟邪赠宅 居然是白玉皮羞 他出手这么大方了 陆风 今日季家人大喜的日子 你为什么要送个凶兽过来 凶兽 果然是个吃里麻外的 居然送这个东西 你的良心呢 这是故意挑刺 行 我答应了雪宇 不能和他计较 爸 陆风咒我们家这事 不能就这么算了 皮羞的确是凶手 象征止尽不出 吞噬一切 陆风 你的眼神竟如此昭然若即 这是想吞并我季家 陆风 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这陆风一个上门女娟 还想吞并季家 人不可貌相 居然还有这么不要脸的人 何其绝鱼女神 怎么就嫁给了这个人 我 大伯 这其中可能有点误会 绝鱼 你这老功不简单哪 到现在你还想维护着他 你怎么偏偏挑了这个 汉白玉的皮羞比较合适吗 我现在真希望你送的是几十块的地摊货 送便宜货无非就是受到嘲笑罢了 现在送的这种划中取宠的东西 被他们说咱们觊觎技家产业 这是把我爸妈一起给作媒了呀 我没想那么多 只是想着 江南陆家到 陆家 哪个陆家 敢问阁下谁 陆家前来恭贺祭式庆典 一 向祭家恭送贺礼 二 是替咱们陆家小少爷还债 上课礼打开 第二个白玉皮羞 这么巧的吗 这小少爷是谁啊 还请忌妒 笑呢 多谢 多谢 哪来的陆家 居然素和陆锋一样的皮羞 这本来给他个下马威的 这可怎么办呢 剩下的这几个箱子就是替陆家小少爷还等债 给陆家小少爷还债 财礼 现金九百九十九万 什么 爸 我陆家小少爷和陆家千金喜结良缘 这些是财礼 我还有事物在身 先行告退 好好好 那我送你 你说这陆家的小少爷 到底是谁啊 这 是啊 到底是谁啊 不知 即将哪位千金 被这豪门给看上了 这我哪知道啊 这么大手笔 可看这陆家小少爷一定是被我吸引到了 你可别贫了 说谁贫呢 又说你怎么了 虽然我和陆锋结婚已有三年 但一直以来都相近如宾 不曾余据 徒有夫妻之名 这家伙怎么可能会是陆家的小少爷 嗯 爸 你看这陆家送的皮修 这名贵啊 镇宅西财 还能催姻缘 行啊 不错 不错 等一下 这皮修和陆锋送的不是一样的吗 陆锋送的是什么货色 能和陆家小少爷送的一样 赫礼也送了 我们就先走了 陆锋 我们走吧 好嘞 回去做饭去 陈家下聘礼价值千万 我们小语出价时 一毛钱聘礼都没 好了 你少说两句 祭御术 你维护个什么 难道我说错了吗 我们小语好好的鲜花 怎么就插牛粪上了 我自己的女儿 我不心疼吗 从小到大 老爷子说是最疼咱们女儿 结果呢 婚姻大事 就这么给我们安排了 你还有脸在那吃饭 小语 明天你就和陆锋去离婚 离婚 那怎么行 这可是老爷子精心挑选的婚事啊 他没头脸 老子就跟你脸 你看有的吗 丝不多丝不多 姑娘疼疼疼啊 你们不用吵了 我和薛宇离婚吧 你说真的 东风 你说什么 既然我让季家蒙了羞 让薛宇受了委屈 那我就离开了 我不离婚 小语 为什么 好不容易他主动说 妈 你别说了 东风是我的丈夫 他包揽了家里所有家务 在我需要的时候 在我身边 从来没让我饿着动着 虽然做的不是什么大事业 但他为了这个家 任劳任怨 我很感激 离婚 我不同意 我做的一切 没想到他都知道 都能感受到 我以为他不在乎的 好 不离了 薛宇 我答应你 从今以后都不会再说离婚 我会为你改变的 改变 相信我 我不需要你改变什么 你就做好你自己就行了 只是 我不希望再被季家那些人嘲弄 我要他们知道 他们是错的 我帮你一起约他们 放心吧 为了你 我会夺回失去的所有 陆风哥哥 你要回来了吗 我得拿回我失去的东西 集团要在江南建新公司 安排由你负责 这是陆家对我这个丧家之犬的考验 可笑 那 之前他们对哥哥你做的 的确太过分了 不用听他们说话 我不希望子涵你和我为敌 毕竟 陆家和我亲近的人不多了 走了 好戏 才刚刚开始 这次磨度陆家集团的新公司 我们一定要谈下合作 你们不知道 那陆家可神秘了 这新总裁 连门口的保安都没见过 陆家可是地产龙头 我们技家 放着这么大块蛋糕 连个门都摸不着了嘛 我看这事儿啊 学鱼挺适合去谈的 这烂摊子去了肯定谈风 这下看你出不出丑 如果是陆家的合作生意 你答应一下 这么大合作 我没把握能谈下来 况且 叔叔他们肯定不会给我机会做成绩的 你放心 他们会的 放心 只要是你的话 一定能请 奶奶 我想去试试 学鱼啊 年轻人有干净是好事 可 这责任 你担得起吗 那 纪学鱼 这次我可是把机会让给你了 可你要是没谈成 怎么办 奶奶 如果这次我没谈成 我愿意退出公司 哟 既然学鱼都这么说了 那我就拭目以待了 学鱼 会议开完了吗 谁让陆锋这个不相干的人进来的 哼 你们的会议我没半点兴趣 我来这里只为接我老婆回家 陆锋 学鱼 你没事吧 他们在欺负你吗 没 哼哼 这里是公司 可不是秀恩爱的地方 哼 再说 很快你老婆就要被赶出济世了 到时候 你们夫妻俩的半碗都要丢 我不想参与你们济世的事情 不过你们让我老婆做这么不公平的赌约 说不过去吧 如果学与谈下合作 你 季鸿雨 就得滚出济世了 等呀 敢赌吗 我还怕你不成啊 赌就赌 今天 请各位做个见证 如果季学与成功谈下合作 我季鸿雨 立马辞去经理职位 再不干涉公司事务 哼 记住你说的这些话 走 我们回去吃好吃的 陆锋 好像有点变了 今天我去陆市地产 大门都不让进 直接被保安赶出来了 也不知道那个陆市的小总裁 长什么样 见个面都这么难 这两个女生 是我们公司业绩最好的两个 她们连大门都进不去 那 我能行吗 薛雨 坐后座上 我怎么会一冲动就听她的了 搞得现在骑虎难下 季家神秘极了 家产深不见底 对这样的商业巨额 我渺小的如同蝼蚁 合作 怕是连门都进不去吧 陆锋 我怎么会这么蠢 相信你的话 薛雨 薛雨 我怎么会对你有期待 来下这个烂摊子 谈不成功 我就要被赶出亲家 到时候我公司要全落在 亲吻与一家手里了 我该怎么办呀 我收过的 你想要的 我陆锋一定会双手封上 你还在说大话 你还说 我有个朋友 在陆家的地产公司上班 你的朋友 你还要的 接上车 我们回家 好吧 陆锋 我买辆车吧 只要你接我的时候 就不用风吹雨淋了 喂喂喂 谁允许你把车停这里的 占用汽车位了 快走快走 我没停在汽车位上 怎么就妨碍了 你小子 还刚上了 谁跟你刚 放我进去找人 谁允许你进去了 这里是公司 你 你个保安 就这么无视集团都归章制度吗 在这陆氏公司大门前 老子就是归章制度 熊哥 怎么这么吵 发生什么事情了 是小灵啊 一个闹事的男人 看起来像是来面试的 说是要见总裁 应聘的 你没事吧 没 没事 辛苦你 我要见一下总裁 小灵 别理他 我看就是个骗子 没事就赶紧走吧 我们公司是不会聘用你的 居然还想见总裁 你告诉刘万贯 就是陆锋来了 他会亲自下楼接我的 这位先生 没有预约的话 总裁不会见任何人的 跟他废话说 直接赶走都是了 刘万贯的星级预约名单 你不核对一下吗 他怎么会知道星级预约卡 万一这人真是重要的贵宾 这 这 这个人居然真的是星级预约 怎么可能 哎呀 真倒霉 这件衣服是和雪宇结婚时候买的呢 早知道就不穿这件 哎呦 少爷 您怎么亲自过来了 一个电话 我立马就去接您啊 总裁 这位先生 完了完了 好不容易找到的工作又要没了 老刘 想见你还真难呀 门口的保安都够不了 哼 少爷 您收效吧 公司怎么会有那类人啊 我早就给辞退了 哎呦 好不容易拿场高二福球 都不太平 大爷 是我永远不知太山 我求您了 这 这工作我不能丢啊 我一家老小都指望着这个吃饭了 我求求您了 我连在你们公司上班的资格都没有 哪里能决定你的去留 啊 少爷您收效了 您啊 可是我求都求不来的人啊 那保安是从哪儿找的 丢开了 是是是 明天我老婆继续也会来 到时候你知道怎么做吧 少爷 需要告诉夫人是您安排的吗 不用 就当我从没来过 好的 一定帮少爷办好 小语 你怎么能听陆峰的呢 那个合作明显就是个圈套 这也不能怪陆峰啊 不过 小语 这个赌注可能是有点欠考虑了 是我让他答应下来的 姓陆的 你就是个灾行 见不到我们家好过吗 小语通过自己的努力 好不容易在公司里混出点名堂 你又让他往火坑里跳 这场赌局 雪宇绝对不会输 你说什么大话 小语要是被赶出公司 你也给我滚大街上去吧 别说了 爸妈 这个与陆峰无关 这个赌注是我自己决定的 雪宇 我今天买了鸡 我现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辣子鸡 我 我再也不管你的事了 雪宇 我给你堆了燕屋 你 那个 你放一边吧 我待会儿喝 好 那个 燕屋你喝了就睡下吧 我 我打地铺就行 真是个大笨蛋 洛峰 你睡着了吗 嗯 睡着了 睡着了 你说话 装睡呢你 陆峰 你认识陆氏集团的人 知道这陆家少爷喜欢的是谁吗 至少投机所好 知道点门路 雪宇 万一陆家少爷看上你了呢 怎么可能 我可是有夫之妇 他一个财阀 不会这么重口 喜欢一个已婚嫂子吧 那又什么呀 你只是不知道自己有多好 你 我和你说别人 你怎么说起我们来了 雪宇 我困了 我睡吧 陆峰 你冷吗 不冷 陆峰 我有点冷 哦 那 就再给你加一条被子 这样你就不冷了 这家伙 是块木头吧 我老婆也太可爱了吧 陆氏风雨地产公司 这名字 是巧合吗 没事吧 到了 陆峰 要是合作失败 没事的 你只要进陆氏企业 就能成功的 陆峰 谢谢你替我加油 我走了 季小姐 这合同 刘总 如果条件不满意的话 可以再谈 我们技师是诚心想要和陆氏集团合作的 好 季小姐放轻松 合同没问题 我立刻签字 季雪宇小姐 合作愉快 哦 嗯 怎么了 是有人欺负你吗 哎呀 木峰 我不是在做梦吧 怎么会这么顺利 那是因为你真的很棒 对方无可挑剔呢 我以为至少要三个月到半年才能有点进展 没想到居然这么顺利 我太兴奋了 我真的很喜欢 喜欢你干净满满的样子 谢谢你 只有你肯相信我 觉得我能做到 不谢不谢 我不是你的老公吗 雪宇 好巧 没想到在这里遇见你 居然在这里遇到你 可太高兴了 哎 夏兰 哦 木峰 这个是我的好朋友 夏兰 哦 呵呵 你好 抱歉 会有洁癖 不随便和人握手的 哎 雪宇 你这老公 居然用这小破摩托 来接送你啊 啊 这车挺方便的 现在开车到处都堵车嘛 哎呀 你 雪宇 对不起啊 这下摔坏了怎么办啊 不如我让我男朋友送你们回去吧 我男朋友就在这个楼上工作 他的车就停那边 你看 啊 不不用了 我和陆峰坐地铁也挺好的 绿色环保嘛 呵呵 呵呵 千金小姐又怎样 以前大学时候大家围着你 现在嫁给这么个废物 还不是被我比下去了 夏小姐 如果我买了跑车 你敢跪下来和季雪宇道歉吧 陆峰 你说什么呀 算了 他大学的时候就这样 我不在乎他 你不在乎 我就在乎你 哼 说什么大话呢 如果你有了新车 别说道歉 你让我叫什么都可以 雪宇这条件 什么样的男人找不到 还不赶紧放过雪宇啊 好 那我就记下了 陆峰 明天下午米其林三星餐厅 陆峰 你拿不出新车 就给我从雪宇身边滚蛋 陆峰 你干嘛要做这个赌约呀 你也太小孩子气了 我先回去了 雪宇 这是送外卖的吧 谁点了外卖啊 送外卖的 你别进去啊 我是来买车的 要不给他两百块钱 打把他去对面车行 别在这里影响五座生意 少说两句 来者皆是客 我去接待吧 这辆长沫跑车 我喜欢 先生 要不我们看看其他的吧 应该有更合适您的 人呐 小刘 你们怎么搞的 我不管啊 我要换辆新的车 你们车行就是这么做生意的 我们今儿来提车 车却为别人随意乱碰 你们这儿还有规矩啊 抱歉 抱歉 是我的失误 这辆车确实是张先生付过的钱 他 无妨 既然这辆车是你们的 那我就换一辆吧 谢谢你 不行 要换也是换我们的 这辆车被这个乞丐碰过了 我才不要做呢 是的 要换 那就换我们的吧 可 这辆车已经被张先生购买 合同都已经签订了 车辆没有质量问题 您是没办法换的 要不我再送您点东西 您 那我不管 这是你们的事情 我们是缺这点钱的人吗 这就是你们不对了 我们的车你们没保管好 随便给人碰 这 行 你也别为难 这辆车我要了 反正是他们不要了 另外 那辆车 我也要了 什么 你吹什么牛呢 这是两百万现金 可是 这辆车是五百万 两百万 可能不太够 我知道不够 这个我懂 你们贷款比现金结算提成更高一些 余下的部分 不用看 徐宇作这车 应该比那个小宝车更舒服一点 这就是传说中的人 不可貌相吗 这人到底什么来头啊 这位先生 让我来帮您办手续签合同吧 买车的合同 我只和刘新经理签 毕竟我这个乞丐 可不能让你接待 陆峰先生 您现在是本店尊贵的VIP客户了 这是我的明天 以后有需求请联系我 刘经理 车的手续也麻烦您了 今天我就先开这辆回去 另外那辆 董有空再来吧 好的 陆先生 没问题 小姑娘 看见人不错 办我个忙如何 您说 他们夫妻俩无视定睛强行换车 已经违约了吧 对 您提醒的是 我这就去处理 这 这是什么人呢 这下可好 面子丢了 车也没了 老公 我们钱都给了 车去没了 现在怎么办 我找他们退钱去 不能白白被这么欺负了 不好意思 二位 钱可能没办法全额退给你们了 因为是预定款 您之前手续都要办理期权了 您说不要 等于您违约了 所以您可能还是要赔偿 什么 我们要赔钱 哪有这个道理啊 我们加钱好吧 我们只要车就好了 就是 这算什么道理啊 不好意思了 您上了我们电黑名单 可能在我们品牌 都没有够车资格了 雪宇啊 别以为签了路加的合同 你就赢了 这合作最后能不能成 还不知道呢 想让我走 等项目成功吧 算了 雪宇 我来接你了 上车吧 来 雪宇快上车吧 这车 哪里来的 当然是买的了 走 我们去请你那个闺蜜 夏兰吃饭 赶紧打电话 什么 你买的 别开玩笑了 你哪里来的钱啊 你放心吧 没有做什么坏事 咱们出发吧 希望她没做什么错事吧 雪宇那个窝囊废老公 肯定不敢来赴院 这车真不错啊 夏小姐能看得上是我们的荣幸 雪宇 不至于吧 在我面前 你也不用给她买车来称面子吧 这车 真是陆锋自己买的 你说了 夏小姐 你准备好道歉了吗 陆锋 你别打中脸冲胖子了 现在坐豪华跑车 也就一天二百 你买 别笑话了 拿出证据来 不然我可不认输 糟了 购车喉童还在4S店里没拿呢 拿不出来吧 你呀 就是个骗子 陆锋 我好饿呀 要不我们先进去吃口饭呗 夏兰一向德力不饶人 先找借口缓和下 希望待会儿他多喝点 忘记了 好吧 先吃饭吧 看我等下 怎么撕开你们的黄天 我来了 想我了没 我男朋友张超 刚升职做了腾飞公司主管呢 这个是我闺蜜季雪宇的老公 人家开的 也是和你一样的跑车 恭喜升职 腾飞公司是很不错的企业 夏兰 你的男朋友真优秀 陆锋这个时候玩什么手机啊 拆下腾飞公司张超这个人 主管即便 没问题 陆锋哥哥 还以为是个多厉害的人物呢 这位陆锋兄弟 看来你跟我爱好一样 喜欢跑车呀 不知道 高就于哪家公司 月薪多少啊 我现在是全职司机 我的老板是我的老夫雪宇 不送雪宇上下班了 居然有人把吃软饭说得这么理直气壮啊 你一个男人不工作 不觉得很丢人吗 亲爱的 不是谁都像你一样 有责任有担当的 那是 张超 这名字我听腾飞的朋友说过呢 腾飞公司最近出了财务漏洞 调查后是一位高管挪用公款 最后被辞退处理了 听说那个高管的名字就叫张超 不会是你吧 炒鱿鱼 张超 你丢工作了 你居然骗我说升职 兰兰 你听我解释 我 我是准备跳槽的 是陆氏结巴我 明天 明天就能重视入职 级别更高 薪资翻倍 你骗小孩吗 陆氏公司这么容易进的 你几斤几两 老娘还不清楚吗 分手 兰兰 你别走 求求你 凭着这份伪造学历 抹消历史的简历资料 我还愁没工作 等我当上陆氏风雨地产的主管 兰兰一定会回到我身边 看来这儿办得不错 他们居然没看出来 就把我放进来了 张超 我们又见面了 陆方 你 你个软饭王 你怎么在这儿 这位是我们总裁 张先生请注意 很遗憾 张超 我就是陆氏风雨地产的老板 简历和学历都是伪造的 你蛮挪用公款史 就连名字都用了假的 你以为 我会被你骗吗 真是愚蠢 像你这样没有学识 毫无廉耻的人 谁给你的勇气来骗我 还有你那个女友 夏兰 陆总啊 我求求求你不要告诉夏兰 我真的不能失去了 求你放我一条胜路吧 拜执女配诈骗男 真是绝配啊 你放心 只要你听我的 我绝对让你和夏兰百年好和 早生贵子 只要你不告诉夏兰 我都听你的 兰兰 你别走 我真的被陆氏公司录取了 我有工作 我才不信你这个骗子 我们已经分手了 不信你看手机 张超先生 请明天准备好资料 正式来我司上班 亲爱的 真的 你真的到陆氏公司了 对不起吗 之前我只是说气话 我那么爱你 怎么可能真的想和你分手呢 我只是希望你有出息 激励你而已 别怪我了 兰兰 你这么好的女孩 能回到我身边 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哪会怪你啊 亲爱的 咱们来自拍一张 今天男朋友升职成了 宇峰地产的主管了 上进的人最帅了 他们回得好快啊 陆峰 夏兰说 张超进入陆氏风雨地产转正做主管了 邀请我去参加庆祝升职的宴会 你想去吗 好 我陪你一起去 夏兰 恭喜你啊 张超这么快就成了风雨地产主管 你们应该也好事将近了 哎呀 我就说了 找男朋友 要找上进 有责任心的 升职加薪嘛 应该的 雪雨 你看你那么努力 结果 却价格窝脑费 雪雨也不错 自己有本事 大家都过得不错 是啊是啊 今天开心别说了 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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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 哎 紧张什么 叫陆峰 哎 雪雨啊 不如我让张超 给陆峰找个工作吧 当当保安 或者小职员 那几千块钱的工资 肯定是可以的嘛 陆峰把我照顾得挺好的 他没必要为了我 勉强自己去工作 哎 我也是看雪雨泥 太辛苦了 你看大学时候的包包 你都还背着 这么多年了 你看看 张超为了哄我 每个月都给我买一个包 我都背不过来了 哎呀 我都忘了 你老公连个跑车 都是借的别人的 是啊 感觉雪雨婚后憔悴了不少 据说家里介绍的无业游民 是吗 雪雨 这就是你老公吗 雪雨你眼光怎么变得这么差 不用了 我觉得陆峰料理家是挺好的 不需要做任何改变 雪雨可受委屈了吧 我主外 他主内 也很好 雪雨啊 我们也只是心疼你 你没事吧 去了那么久啊 亲爱的 你可算来了 我只是才进去没多久 怕是帮不上大家什么忙 你什么意思啊 我同学一点小忙都不愿意帮 你不是说你在公司 有很多项目吗 你随便拿个竞标的底价 给他不就好了 算了吧 毕竟才进去呢 哪有 他上个星期还帮对手公司竞标到了项目 都是因为他在录时得到机密文件 怎么会只是小职员 太瞧瞧我亲爱的了 别说了 别说了 他开玩笑的 我玩笑的 我哪里乱说了 你还因此给我买了钻戒呢 张兄果然厉害啊 新公司居然就能混得如鱼得水 左右逢圆 可不是 我亲爱的 厉害着呢 还是你会选哪啊 穷人是张超吗 你涉嫌诈骗罪和商务犯罪 请跟我们走一趟吧 你们 认错人了吧 是同名的人吗 没错 我们要找的就是他 嫌疑人张超 涉嫌出卖公司信息挪用公款 伪造假学历 跟我走趟吧 蓝蓝 你要相信我 我 我会东山再起的 张超 从今年起 正式分手 我与他再无关格 夏兰 你别伤心了 也许只是误会 你男朋友也不一定真的犯罪了呀 别碰我 我最不需要的就是你的同情 你们今天 不过都是看我笑话的 夏兰 我没想过她是这么想的 我真当那是朋友 别伤心了 不值得的 雪宇 这儿的菜不好吃 我买菜回家 我给你做吧 这陆锋看来是真对雪宇好啊 是啊 夏兰 这个涉嫌商务诈骗的张超 是你男朋友吗 都上头条新闻了 你 你没事吧 你还是管好你自己吧 下月房租可不能再晚了 不会了 今天有个客户提了两辆车 提成够我半年指标了 哦 是吗 男的女的 是个男的 大概二三十岁吧 我整理好合同 明天还要给她呢 刘欣啊 能让我看看 她是谁吗 满足一下我的好奇心 顺便一起吃饭啊 可我明天和客户交接 不知道有没有空吃饭呢 那正好 你不如趁机感谢一下那个客户 请她一起吃饭 多结交一些厉害的人物 对未来也有帮助吗 你说的也有道理 那明天中午你过来吧 好热啊 三个小时了还不来 刘欣难道是骗人的 陆先生 买车手续已经办齐了 这是您的合同 好的 麻烦你了 刘欣 我好饿啊 不等了 我们去吃饭吧 哎 陆峰怎么在这儿 抱歉抱歉 这是我朋友 这就是我的那个客户 难道陆峰是个有钱人 还是说 雪宇给他花的钱 陆峰 好巧啊 没想到是你 雪宇呢 他工作忙 陆峰哥 不好意思 之前看雪宇和你这么恩爱 我有些羡慕 所以 想多考验一下你的 你可别往心里去啊 那 比还给你 之前说我是人不清 没认清张超那个人渣 早知道 还是找个像你这样疼人的男友就好了 雪宇下班了 我先去接他了 我先走了 你 你算什么东西 居然直接不是我 开饭了 今天是鸡鱼汤 特意为你做的 哎 陆峰 夏兰说明天要请我们一起吃个饭 说是要向我道歉 我该怎么回啊 既然这么犹豫 就去见吧 我陪你 好吧 雪宇啊 那天发生那种事 我心情不好 所以才说的气话 我给你赔不是 你和他也分手了 算了吧 都过去了 陆峰呢 他怎么没来 我还想给他道歉呢 他 可能有事来不了了吧 天助我眼 他们两人似乎吵架了 雪宇啊 你和陆峰吵架了吗 他欺负你了 你这么出色的人 怎么嫁给了陆峰 他游手好闲 居然还欺负你 我真的太心疼你了 陆峰其实对我还不错 也会偶尔给我一些小惊喜 而且呢 爷爷对他也十分满意 等等 那条手链 这可价值不菲啊 得把贷款给处理了才行 夏兰 你怎么了 好 没事 夏兰 我想去下洗手间 你帮我看一下包好吗 里面有一些现金 我拿着不太方便 没问题 我帮你看着 我先借拿一万块 反正他也不差这点 果然 狗改不了吃屎 陆 陆峰啊 你 你怎么来了 雪宇那么信任你 你却想陷害他 你 你发什么疯 我什么时候陷害雪宇了 雪宇包里有五万联号的新超 刚刚我看见你拿立他 很好辨认的 或者我叫警察来 陆峰 求你别叫警察 我只是一时贪心而已 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 夏兰 我怎么像从来都不认识你呢 你们社局陷害我 谁啊 你 你是 李宁 你为什么还活着 你这个偷窃成瘾的贼 不是 我不是 我没有害死他 是不是 到警局去解释吧 放开我 放开我 以前我们在大学的时候 他虽然有些虚荣 但是本性并不坏 也很热心肠 为什么现在会变成这样呢 那你可能还是不够了解他 你好 我是李明的妹妹 我叫李梦 你是李明的妹妹 你怎么会在这呢 刚刚夏兰说 不是他害死的 是什么意思 姐姐当初和你们一个宿舍 和夏兰也是玩得最好的 可夏兰对我们家祖传项链 动了心思 害得姐姐以为自己 不小心丢了祖传项链 最后 抑郁症爆发 所以刚刚她看见我 才那么吃惊和害怕 没想到 她居然会来我开的餐厅吃饭 真是恶有恶报 夏兰被抓捕 我姐姐的在天之灵 也会得到慰藉吧 作为感谢 我送你们腾龙健身房 终身会员卡 这 我平时也不怎么去健身 要不就 那健身房 就是我男朋友开的 这终身会员卡 你们就收下吧 陆风 你去健身吗 如果不喜欢就 没事 去练练也行 那边的小哥 能劳烦帮我拿一下水吗 抱歉了 我现在只负责 照顾自己的妻子 雪雨 喝点水吧 冰冬要补充好水分 这就是季家千金 季雪雨吧 宝贝 你来看我了 想我了没 太肉麻了 这么多人看着呢 王伟 这两位是我朋友 等一下 麻烦你教下 他们健身的技巧吧 没问题 看我的 季小姐 你的身材很好 只需要一些力量训练就好了 一会儿我单独辅导你 好的 麻烦了 我先辅助你 做一些放松动作 不然你会受伤的 腰腹用力 手肘回收 坚持三到五秒 你的腹部核心区力量不太够 所以臀部没抬起来 我使不上劲 我老婆 我自己教就好 看不出来陆先生 对健身有研究 如果不专业 可是很容易受伤的 是啊 陆锋 王伟是专业的 你应该相信他 哇 八十公斤 王伟 今天又破纪录了 兄弟 别勉强 你这种级别 能举个十公斤 就了不起了 没事 多练练 王伟是教练 说的有道理 重量少加一点 你加多少重量 十五公斤能举起来不 就加到一百公斤吧 什么 一百公斤 王伟 你也没有举到过 这个重量吧 他居然真的举起来了 雪宇 帮我个忙 啊 陆锋 你 你说吧 什么 哇 天呐 这种核心好厉害呀 雪宇 陪我练一下仰卧起坐 啊 好 辛苦了 雪宇 你现在的力量不够 用轻一点的哑铃 循序渐进就好了 哦 好 好 好近 我还是先去跑跑步 做做有氧吧 好 速度别调太快了 这个陆锋 这个陆锋 雪宇 你先跑着 我去去就回 嗯 好 太好了 是个机会 来 西小姐 你这个跑步姿势不对 容易受伤的呀 怎么了 来 我来帮你 不用不用 陆锋 你干嘛 你个疯子 我就是成长跑步姿势 你就打我啊 陆锋 这是有什么误会吗 陆锋 你没事吧 打的就是他 敢吃我老婆豆腐 我可是专业的 他在那吃飞醋 搞搞清楚 我才是受害者 今天这事儿 没完 那你想怎么样 只好让你和那几位兄弟 过过招了 我们来比试比试 你让他们住手啊 别伤人了 没事的 就是比划几下 雪宇 让开 陆锋 小心啊 居然有两下子 几年不动 果然生输了 陈东大哥 我们这边出了个高手 几个人都被打趴了 你来一下 听说 来了个高手 是的 就是他 对 他叫陆锋 陆锋 你居然和他比试 他受伤了怎么办 你知道他是谁吗 大哥 风哥 王伟和刘傲 有眼不知泰山 求求你 高材贵手放过他们 这个人看起来很凶 居然认识陆锋 这怎么回事啊 嗯 引起薛宇的疑惑了 来 起来吧 之前我朋友帮过你而已 你不必对我这样呢 朋友 不就是你自己吗 你是个聪明人 应该知道怎么做的 大哥 为什么对他那么毕恭毕将啊 闭嘴 麻烦你了陈东 让这件事情有一个结果 风哥绝对不会无缘无故打人 说你到底做了什么 我就是正常叫他妻子健身动作 他就说我骚扰 快放开我男朋友 不然我就报警了 这不会出什么事吧 不会的 陈东下手有分寸 你是王伟的女朋友许莉莉 什么许莉莉 我叫李梦 我怎么记得王伟上次打电话 喊的不是这个名字啊 哥 我女朋友叫李梦 你记错了 陆锋 看来这王伟不是好人 我早就看出来了 王伟 你还有个叫许莉莉的女朋友 我怎么不知道 宝贝 你可冤枉死我了 真是陈东哥记错了 我就只有你一个女友啊 不信的话 我手机随便给你看 我是清白的 我根本不认识什么许莉莉 我的妈呀 亲爱的 怎么想起来打我视频啊 是想我了吗 你还说不认识 原来你一直都在欺骗我 你个渣男 我现在就打电话 收回你对腾龙健身俱乐部的经营权 你不配经营这里 亲爱的 你怎么突然挂电话了 我都到楼下了想给你个惊喜 你的小情人来了 你放心 我现在就和他分手 你相信我 分手 先把老娘 借给你的十万块钱还了 渣男 那些不是你送我的吗 少配管 现在就去警局 你个 不要啊 帮忙 快救救我 风哥 是我实人不清 我错了 请原谅我 算了 不打不相识嘛 反正也是我打了他们 扯平了 陆峰 你和学雨又帮了我一次 让我认清了王伟这个人渣 我都不知道怎么谢你们了 你们有什么尽管提 嗯 那我就不客气了 学雨这里还真需要你的帮助 哎 李猫 我看你这健身房经营的不太好 有没有考虑转手啊 是啊 本来这健身房投资就是给王伟的 没想到他经营不善还花心 我对这行也不太了解 如果有人接手 那是最好不过了 那我向你推荐一个人帮你管理 可以吗 我老婆 学雨 陆峰 你 啊 那感情好啊 如果是学雨肯定没问题的 我求之不得 这腾龙健身以后就归学雨了 我立刻叫律师你合同 刘 你这小子眼睛被迷上了 被那样的货给拿着当枪使 哎 陈东 算了 他也是讲义气被蒙骗了 刘 你有健身教练执照吗 我 我以前是国家二级运动员 在学校里考了健身教练职业资格证 不过没怎么教过人 雪雨 你要不要雇他做健身教练 陆峰 我对健身的领域并不了解 雪雨 没事 天塌下来我帮你躺 陆峰 刘 刘奥 你是国家二级运动员 自身素质肯定没问题 但你没经验 我们先签试用期合同一个月 如果实际教学没问题 腾龙健身就会正式录用你 多谢峰哥给机会 谢谢嫂子 你真是人美心善 祝你和峰哥百年好合 早生贵子 我可是终于解决了个大事 太感谢你们了 你们到时候有宝宝了 可得任我做干娘 宝宝 没有没有 你们感情那么好 早晚的事了 陆峰我们回家吧 有点意思 这是看上的季家千金了 是 那个男的什么身份 他呀 查不到什么身份 反正没什么来头 哥 季学瑜可不是花钱 买礼物就能哄好的姑娘 再说她都结婚了 王总 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季鸿雨 你不地道 有这么好的妹妹 嫁人了都没听您介绍过 就是啊 平日还想说跟我们做兄弟 见过家人都不介绍 那怎么会 哪敢啊 您说的我妹妹 是谁啊 还能是谁啊 季学瑜啊 哦 那个妹妹啊 她前两年嫁人了 家里安排的 我这也没来得及 给您引荐啊 我这就给她打电话 让你们认识认识 喂 学瑜 现在有个大客户 你快来 现在 是啊 客户点名要见你 陆峰 我不吃饭了 我去趟公司 有个客户来了 表哥让我去接待 我打车去 哎 你去吧 回来的时候打电话 我去接你 帮我查一下 今天是谁去找的季红玉 王总 你说 你对我的腾龙健身有兴趣想收购 对不起 我拒绝 季小姐 是对价格不满意吗 据我了解 季小姐并不了解健身项目 但却要经营健身会所 不如直接卖给我 腾龙健身 我拒绝健身 我拥有经营权 是我朋友对我的信任 我不能随意就转让出去 我对经营腾龙健身有信心 既然这样 我也就不来逼迫你了 哎 不成 希望后续 我们有机会再合作 多谢王总赏识 有需要帮助的 一定会尽力笑了 雪宇 陆锋 你怎么来了 你太迷糊了 你手机都忘记拿 回头怎么打电话让我接你啊 哦 没事 我刚谈完 我们回家吧 看来 我来的正是时候 是啊 锁死的门被强行摆坏了 这人的卧力是怪物吗 看来 季雪宇的丈夫不是一般人 得找人查一下 风哥 这是调查陆锋的资料 请您过目 陆锋 其身父身母都为不祥 陆志与季家千金季雪有婚后 整整三年无业在下 无其他亲朋好友 哼 还以为他有什么来头 结果就是一个佣人 你们是谁 来腾龙健身做什么 做什么 照顾生意啊 我们没有得罪过什么人 你们到底是谁 你现在还不配知道 老板 快来店里吧 有群人擦店打人 太可怕了 吕浩教练现在都被打伤了 陆锋 刚才把我接的电话 是有什么事吗 啊 没事 就是刚来的前台大金小怪 几个蟑螂下的顾客 他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啊 蟑螂 那客户没事吧 啊 没事 我去帮你处理吧 你留在家里就好 你居然敢通风报信 对不起不敢了 辛苦 先把这边损坏的东西 先赔偿一下 你叫什么来着 陆锋 我今天也是来找你的 欺负了我的人 你看怎么解决吧 啊 抱歉 抱歉 我忍不住了 我的鼻子 我的鼻子 这人是怪物吗 太可怕了 居然直接把鼻子打掉了 都给我上 我奉劝你们 还是要好自为之 你敢威胁我们啊 威胁 我这是正当防卫 我的手 还有谁要来和我过招啊 不了 出完手就想走啊 放开我 陈东来了呀 风哥客气 就我不来你不也解决了吗 你是谁 为什么来腾龙闹事 谁让你们不把腾龙剑神卖给我王腾大哥 你们活该 这家伙傻了吧 反正目的也达到了 以后看谁还敢来照顾你们生意 回来了 蟑螂处理干净了 干净了 对了 周末我一同学订婚 你陪我一起去吧 她叫李娟 很久没联系了 人很内向 据说 嫁得还不错 李娟 怎么了 你那天有事吗 啊 没什么 婚宴我陪你去 薛宇 你能来我好开心啊 咱们必要或久没见 再见就是这个情况 我还不好意思给你发情帖呢 哪里的话 能见证你的幸福 我也很开心 祝贺你订婚快乐 哎 李娟 你和学生时代真的不一样了 现在好漂亮 我都快认不出你了 我变化这么大吗 一会儿你能不能不要提我学生时代的事情 李娟 你不介绍一下吗 啊 没什么 就是一个老同学恭喜我订婚 雪宇 这是我未婚夫 学徒 这是我大学同学 季雪宇 哦 李娟的大学同学 我这辈子有些遗憾 就是没能早点遇见你 不过还好 我还是找到了你 李娟 你愿意戴上这枚戒指 接受我的求婚吗 啊 好浪漫啊 终于见证到了 我 愿意 李娟和她的未婚夫 感情真好 雪宇 你羡慕吗 这样的求婚我好像没有给过你 啊 没有没有 这些是小女孩的幻想 我我只是说她们感情很好 啊 难道 我们的感情不好吗 哎呀 我在说她们 你瞅我们干嘛呀 哎呀 不好意思啊李娟 今天是你重要的日子 我就迟到了 王总 希克呀 您来怎么也不提前说一下 我和李娟好好去接你啊 不用 你们俩喜事 我都没什么准备 过几天 让李娟去我店里随便选 那怎么好意思啊 谢谢王总了 雪宇 这位是王氏的王腾王总 和徐徒有点生意往来 平日对我来也不错 你们和她一桌吧 行 是季小姐 真巧呀 看来咱们俩还挺有缘的 以后要多多走动 王总客气了 这个王腾 就是健身房闹事的幕后黑手 他到底想干嘛 季小姐你这般优秀 想逼你的老公 也一定有过人之处吧 请问现在在哪家企业高就 不用了 陆峰他没有上班 照顾好我们家内外 这就足够了 雪宇 你是说你嫁给了一个无业游民吗 这怎么给你稳定的生活呢 陆峰在家一样也是为家庭付出 值得尊重 况且 我的幸福也不是靠嫁给有钱人来衡量的吧 好了好了 先别说了 季小姐的选择 自有她的道理 王总说的是啊 不过陆峰先生 是个有福的人呀 娶到季小姐这样的才貌双全的女子 令人羡慕 季小姐 之前腾龙健身的事 是我手下的人不懂规矩 这杯酒我敬你 就都赔罪了 啊 腾龙健身的什么事啊 啊 王总言重了 腾龙健身里的那几只蟑螂 我老婆完全不记得了 这酒 我帮我老婆喝了吧 抱歉 我们家汤在炉灶上没关火 我们先走了 哼 陆峰 我看也没什么本事嘛 我以为 把你打成这样的人 有多大能耐呢 不过是只蝼蚁 哦 那是 和腾哥是没法比 王总 计时的姬总来了 哦 来得正好 请他进来吧 姬总 今天怎么有空来我这了 哥你别这么说 这次我可是来陪罪他 哼 算你小子 还记得我 这次啊 特意带来了让您和我妹妹 单独见面的机会 哦 我知道歌手上有几块陈中心的地皮 我想和您合作开发 你小子胃口不小啊 没有没有 回头让晋雪也和您对接啊 回头啊 你们还能约个出国晚餐 行 这笔单子我们王室接了 多谢王总 嘿嘿 我终于干成了一件大事 在季家 我是扬眉吐气了 哼 汤哥 这么大的单子 难道就为了一个季雪雨给出去了 季鸿雨这个勇才 等我追到季雪雨 直接吞并了季下 哼 什么 你谈下了和王室的合作 哼 别一脸吃惊呀 我就不能给家里谈点业务回来 哼 你做得到 我难道就不能也做到 啊 我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什么意思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以后你帮我对接王室的合作 千万给我注意别谈崩了 哼 这个生意 可抵得过你一年的业绩了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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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陆凤 你说这个单子我能接吗 感觉没那么简单 雪雨 这个单子你接 有人上门送钱 不赚不是啥了 没想到合作来得这么快 看来咱们以后 要常常见面了 幸会 王总 王总 咱们的合作 以后是由我来和您具体对接的 不知道咱们能不能 先去那两块地皮看看 不着急 等会儿去看 其实第一次见到季小姐 我就觉得很伤心 王总 是我哪里做的不对吗 只是让我想起了一个人 一个我深爱的人 我长得很像你深爱的人 抱歉抱歉 季小姐别误会 你和我曾经的未婚妻一样善良 让我一度产生了错觉 我和她 在大学时相识 她的性格很单纯 光是和她说话 我就能开心很久 王总真爱您的未婚妻 你们两个一定很幸福 不可能了 我没办法幸福了 为什么呀 你给她 去世了 抱歉 我不知道 没事 我就是太想念她了 所以才会把季小姐认作成她了 我向你道歉 没事 您只是情之所至 虽然感动 但陆锋知道了 怕是要吃醋吧 总之 希望季小姐不要拒绝这次的合作项目 我肯定会以最好的条件和您合作的 这次合作是我们季氏更有利一些 我没有理由拒绝 希望我们能合作愉快 如果王总后面有任何需要帮助的 我们季氏也会助一臂之力 什么帮助都可以吗 那不会太占有季小姐你的时间 工作范畴之内 我能帮得上忙的 您都可以和我说 这也是我的职责所在 那季小姐现在可以和我一同出门 去看看合作的开发区域吗 好的 这是应该的 我也想去这个开发区看看 骆风哥哥 我看见雪宇姐姐上了王腾的车 要不要派人阻止 猛然行动会打草惊蛇 可王腾是什么 让我再清楚不过了 雪宇姐姐要是遇到危险 她自己处理不了的 子涵 我知道的 我也担心雪宇 我不会让人伤害她的 哇 这观景台设计得非常别致 今天是开放日 怎么没什么人呢 还在开发中 游客少很正常 这里的人 怎么看起来这么奇怪 其实 这观景台是为了我的未婚妻设计的 原来现在这边和她求婚 可惜 她都来不及看一看 她就离开了我 您解爱 季小姐 你可以帮我一个忙吗 虽然是假的 你现在 愿意陪我演一场求婚吗 请问 你再给我吗 哇 好老板啊 这我肯定不 你看得好尴尬 啊 这 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您先起来吧 我是真心爱你的 只要你嫁给我 我会让你幸福的 男朋友这么爱你 你还游游什么 快答应吧 男友 他不是我男朋友 啊 他不是你男朋友 就是你老公了 哦 恭喜 恭喜 怎么变成这种状况了 谢谢你答应我 现在好幸福 我们会一直幸福下去的 王总 你好像有点 女人嘛 就喜欢吃这套悲情戏吗 以为自己是女主角后 很容易就陷进去了 你们哄通下细分 到时候让她不得不接受 记得 还要拍照拍视频留你 我可有大用处的 好嘞 好嘞 这学语 明日版的头条 我都学好了 看你还怎么狡辩 王总 不知道你在对我的妻子 做什么呢 啊 陆风 你怎么来了 老婆 你辛苦了 旁边休息一下吧 啊 你要干嘛 可别冲动啊 小八蛋 别人演戏你都没看出来 啊 啊 啊 抱歉抱歉 啊 这位是陆风 学语的前夫 啊 错了 老公是吧 你误会我们了 我们没有误会 学语是很好 可惜她已经是我的老婆了 所以无论你有什么企图 都请离我们远一点 啊 我只是想请季小姐帮我 完成我未能想忘记求婚的溯愿 陆风 你不会责备我一个受了情伤的人吧 情伤 可能受伤的不是你一个吧 唐唐 我以为你都忘记我了 我们分手那么久 没想到你现在说忘不了我 要娶我了 我就知道你最爱我了 我要让大家见证一下 哎 哇 戒指都准备好了 你要干什么 这是我要娶的女人 哇 恭喜恭喜 你这个女人到底是谁 快把朋友圈给我删了 哎 腾腾 你不是给我转了一百万去买灰衫的吗 腾腾 什么一百万 那是分手费吧 胖哥可是给我转了两百万安胎费 我还有九个月就生了 你这个女人别乱贴了 你又是谁 合同签了吗 嗯 已经签好了 那工作已经完了 我们回家吧 这些学语 我不会让你掏出我的手里 新的 腾腾 都怪你 爱慕虚荣 租个房子都要好窄 现在做生意亏得血本无归 拿什么还呀 又不是我让你投资做生意的 还顶嘴 这一百万 你想办法还 什么 一百万 腾哥 不好意思啊 我听说 你们小狼狗最近资金上遇到的奇怪呢 这是订婚贺礼 腾哥 求求你了 我寄了好多钱 你帮我 十天后我就可以还给你的 这张两百万的支票 你拿去吧 腾哥 太感谢你了 你真的是救我于水火呀 以后只要有您用得上的地方 我们俩在所不辞 现在呢 的确有个小事 可能会需要李娟帮帮忙 做得好 看钱 就当给你们结婚的李精了 腾哥 我能帮你什么呢 喂 李娟 你别哭 怎么了 慢点说 血雨 我可能活不了了 李娟 你别做啥事啊 我马上就到 血雨 你来了 李娟 你怎么了 喝这么多酒 多伤身呢 血雨 血涂他不要我了 怎么办 我不能离开他呀 你们不是已经订婚了吗 怎么突然要分手啊 都怪我 是我想要买大房子 他才欠了好多钱 希望能快点存够首付的 现在全亏了 他欠了好多钱 血雨 他是为了我才这样的 可我不能分手啊 我那么爱他 怎么能舍得他一个人 可做生意就是有亏有赚呢 等过几天 你们俩情绪都稳定了 再出来聊聊 血雨 你能不能借点钱给我们 我肯定会想办法还给你的 你想借多少呢 能力范围内 我肯定帮你 一百万 什么 一百万 这么多 李娟 我一下拿不出那么多现金 我才刚投入了一个健身房 我给你想想办法 可是我等不了了 算了算了 是我狮子大开口了 血雨 今天还是谢谢你 我没什么朋友 这种时候你能来安慰我 我很感动了 陪我喝喝酒吧 好 你少喝点啊 血雨 对不起 他喝醉了 在酒店客房休息了 哦 我知道了 哦 李娟 别怕 我会想办法 帮你的 对不起 雪儿 对不起 我是为了我们更好的未来才结了这么多 求求你 你帮我最后一次 可好 别怕 我会想办法 帮你的 对不起 雪雨 据说VIP套房的腾总来了 那个男的可不是个玩意儿啊 欺负女生 下手那个狠啊 这都什么事到了 不会吧 唉 希望她有报应吧 你这么说 我有点害怕啊 唉 喂 是陆锋吗 雪雨 你没事吧 王堂 王堂射击院 你许雨现在在汪海酒店的东方套房 你快来救她吧 王八蛋 王堂 你 你给我出来 打死你个变态 你疯了吗 你敢打我 打的就是你这个人战 啊 你有多肮脏 自己心里应该清楚 你 啊 洛峰哥哥 现在姐姐她还不是时候 你也不想雪雨姐姐这时候为你担心吧 你先去看雪雨姐姐吧 那潮 应该是她最在意的点打击 还好 赶上了 洛峰 没事了 我们回家 抓到你了 雪雨 你 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知道啊 我抱着你 好安心啊 雪雨乖 我给你倒点水喝 会好受一点 嗯 别走 小心 你没受伤吧 没 来 我带你回家 雪雨 我在门口等你哈 好的 李娟 我希望今天的事情 雪雨不知道 我不希望她连续遭到朋友的两次背叛而伤心自责 我不希望她连续遭到朋友的两次背叛而伤心自责 这次我可以因为你通风暴行而对你不追究 希望你好自为之 王滕 这王氏集团 今天我就给你们放点血吧 王伯伯 那个叫陆丰的人把滕哥打成这样的 陆丰 爸 我还是你轻生儿子吗 你怎么一点都不心疼我 我可是家族唯一继承人 心疼 混小子 爸 你还想继承我的家产 就别闹了 为什么 那个陆丰到底什么来历 连您都要顾起 难道他是您在外面留下的风流寨 滕哥 您别这么说 王叔叔不是马上就来看你了吗 逆子 你知道你惹了谁吗 啊 什么人啊 难道不是无业游民 那陆丰 极有可能是风雨地产的人 风雨地产 这风雨地产 今年突然从之前资金锻炼的老板那里 买了很多地皮 突然说全部一起开发 资金链雄厚到深不见底 本来我想和这风雨地产谈点合作 咱们手上的地皮卖个高价或者联合开发 都是做着赚钱的事 结果你现在得罪了别人 咱们家损失了十个亿都不止 还是我不该打你 那谁知道这风雨地产与陆丰什么关系 那风雨地产现在的总裁 和我在球场上偶遇过好几次 好不容易有点死交 他暗示过这风雨地产幕后有大老板 好像就叫陆丰 结合你们说的我确信无疑了 你 你也不拦着点他 腾哥救我 打你个混小子 爸别打他了 崩腾 我献你一周时间搞定陆丰 风雨地产的事 我势在必得 腾哥 没事 这种小事我分分钟帮你搞定 如果这样 哼 龙风 你 你可以过来帮我个忙吗 好的 现在就来 你戴的衣服 拉链卡住了 帮我拉一下 好 我帮你 是你 风哥 我错了 我来一是求你原谅 二是求求你帮我报仇吧 雪雨 我去前台办理一下推方手续 你就待在房间 好了 等我电话你再下楼吧 好 走 换个地方说 王家翻脸不认人 王腾的爸爸王瑞达说我带坏了他儿子 把我打了一顿 王瑞达觉得是我搅黄了他跟风雨地产的合作 王腾居然把罪过也全部推我身上 现在王氏中断了我家的生意 我家因此背负了几千万的债务 我要报仇 我觉得你肯定能帮我 我凭什么相信你 因为我也能帮你 风哥 我手上有一些王氏集团的黑料 证据都在这个U盘里 啊 你说的这些 和我这个废物有什么关系呢 风哥 你怎么会是废物呢 我向您道歉啊风哥 我只求您能给我报仇 哼 我可不需要什么小弟 不过 你这东西 我还有点兴趣 你后说说这里面的东西 和王氏集团的事情吧 我之前负责过投标工作 承包项目数额最大达五千多万 喂 老刘 公司还缺人是吧 是啊 你有什么合适的人选吗 推荐一个人给你 之前他也做过招标工作 有大项目你带带他 行了 明天你去风雨地产报到吧 风 风雨地产 我居然能进风雨地产 我居然能进风雨地产 风哥 你简直就是我再生父母 风哥 您肯定是风雨地产的高管吧 和刘总的关系这么好 一句话就能安排我的招标工作 哼 我就是个无业游民而已 陆风 你回来了 不好意思 等的有点久 睡潮了 没事 是我耽误了 不过现在你要起床了哦 多做了吧 先吃饭 回家咱们再睡 刘总 这是最近你交给我的几个投标项目 已经都见下好了 听说最近公司有个十个亿的大项目 不知道能不能让我参与呢 刘少 你之前的项目做得不错 不过这个项目 是公司今年的重头戏 要万无一失才行 你 刘总你放心 只要您给我这个机会 我可以赌上刘家的全部家产 好 刘破例 那这个就由你负责了 谢谢刘总信任 风与地产 也不过如此 方少爷 一切都按您说的办妥了 很好 余上钩了 通哥 现在他们很信任我了 交给我一个大项目 现在正是我们报仇的时候了 你去竞标这块地 告诉我你的竞标价 我们架空他们 到时候怎么做都是咱们说了算 把风与地产拖到破产 也指日可待 你小子 你小子 现在越来越上道了 嘿嘿嘿 事成之后 去国外躲一阵子 以防万一 明白 刘总 刘总 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 我才是风与地产的代表 你 你现在被解雇了 并且 你抵押的柳家资产 将归风与地产所有 项目会按约定时间动工 合作愉快 你 你凭什么解雇我 我什么时候抵押家产了 你这是诈骗 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 上面还有你柳少的签名 不认 陆峰 你又算什么东西 我要和刘总当面谈 哦 老刘啊 你进来吧 我给过你机会的 刘少 刘总 你信任我才让我做这个项目的 为什么现在这个项目谈成功了 就成别人的功劳了 你耍银招 陷害风与地产的利益 还想污蔑陆峰 你柳家不止赔进去了 还等着被告吧 完了 柳家没了 腾哥 你要救救我啊 让你办的事情砸了 现在还让我给你擦屁股 腾哥 我是替你办事啊 现在我有可能会坐牢 你不能对我撒手不管啊 好了好了 风与地产虽然不好对付 但 既学与所在的既是集团 却不一样 那 这是八千万的原材料 比世面可便宜了好多啊 后面的工具 你盯着吧 这些新型材料 是用了我们之前的供货商吗 怎么没有做记录 你专心工作 别问心无关紧要的 反正是又好又便宜的就行了 你管那么多 这 这是王腾照顾我才转了一批 比世面低百分之五十的原材料给我 我从中赚点零花钱 怎么能让你知道 季小姐 新型材料质检不达标呀 这样下去会出问题的 怎么会这样 你们先停工 我马上想办法 喂 李总 啊 什么 材料被人预定完了 喂 颜总 你们公司能生产件 机器坏了 哦 材料出了这么大的问题 怎么办啊 鞋鱼 先吃点东西吧 我吃不下 现在这种情况 我得想尽办法才行 我 你放心 我相信你 事情一定会解决的 真的吗 这 季小姐 先等一下 我是龙城记者 李仕工太现 已经造成了事故伤及人命 请问你们能对此做出解释吗 事故 什么事故 你们在胡说 道歉 既是集团目前在查证此消息 请不要做出不实的报道 至于其他的 我们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的 真的要去吗 现在公司的问题 我有责任 王氏集团现在和我们是合作关系 只要他们给予我们支持 我们公司 就有时间解决问题 你就在家等着我吧 我不知道这个宴会要到什么时候 你等一下我 我和你一起去 陆锋去停车 怎么这么久还没过来 季小姐 我还以为你被封面新闻缠身 不来了呢 王总的情节 我怎么可能会不给面子 季小姐 那边有几位大佬 我带你去认识认识 很多问题也就解决了 谢谢 季学宇 现在能帮你的 只有我 关于季家的事情 还需要各位辅助 至于资金问题 各位不用担心 放心 我们都听王总的安排 我倒想看看 你还有什么办法 这些人 真的能帮助季家吗 各位老总 这位是季氏的季学宇 这几位是各行业大佬 他们可是绝对的话语者 这是王总编 负责的都是大新闻事件 你的事情 他分分钟就能撤掉新闻 王总编 你好 关于这次季氏研发新型建材原料质量问题 这个好像有点误会 那个材料不是 所以 季氏集团的施工地失误弄出了人命 不是你们的材料 这能逃避责任了 可是施工并没有出现人员上网 新闻难道不应该报道真相吗 真相 季小姐好大口气 都能教我怎么做新闻了 你们季氏集团别以为有钱就能开脱 还有李总 严总 张总 怎么也是这么多年的合作伙伴了 为什么突然不卖原材料给我们了呢 季小姐 买卖自由 你不能抢卖抢卖吧 对啊 这刚好积极坏了 我也没辙呀 喂 是你 王英文 三年前少你一名 传播虚假新闻 你的花样怎么老是这个 你给我解释 解释 我干嘛替你解释 要么你就行动 要么我就出手 季小姐 我现在就去公开道歉 然后叫所有光阴 继续集团的不实新闻删除 请您高抬贵手啊 王总编 你干嘛 你 王总 对不起 我不能读书杀害季小姐的事情 这到底怎么回事 许语 原来你在这儿 我找你好久 哦 刚刚王总介绍几位老总给我认识 不过现在事情好像解决了 这么快 我家雪鱼就是棒 不过 我好像什么也没做 既然事情解决了 几位老总还有兴趣和我们继续合作吗 这 这 签 马上签 季小姐 我之前多有得罪 希望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的确是机器坏了呀 季小姐 我们错了 原谅我们吧 哦 这 好的 那希望我们合作顺利 你们 你们出尔反尔 王堂总裁 人为财死 鸟为狮王 天经敌意 就别怪我们了 是啊 王总 做人太狠 总有一天是要还的 何况你得到的是什么人 你都不清楚 就让我们当枪使 太不地道了 什么人这么了不起 就他 陆锋 难道 是三年前的 陆锋 王总 以后咱们还是少见面吧 你 你好自为之 王总编 你等等 陆锋 你什么货色 一而再再而三的 破坏我的事情 我 我就是个无业游民而已 不过其父要是被人欺负 那我 还是会动粗的 陆锋 就这女人 也只有你这种白痴会珍惜 你找死吗 有本事你再打我呀 明天的头条就是 济世千金为了企业 投怀送报 被无业游民老公现场抓包 可怜知名企业 身陷无使不及圈套 这次 可是有视频监控的 这次 不需要我动手来打你 怎么 不敢了 逆辞 爸 你为什么打我 还请济小姐放开一面 我王氏集团愿意对济世项目 永远开绿色通道 并且我保证 王腾永远不会重现在 你们两回面前 王瑞达董事真会做生意啊 这么简单就想解决了 这 行吧 王总事长 记住您的承诺 不然咱们薪酬旧恨一起算 雪宜 我们走吧 我送你一个小礼物 这到底怎么回事 陆风 你到底 到底是什么人 我是技家的上门女婿 你的老公娘 我不是这个意思 可是 我不明白 为什么刚刚王瑞达 好像很怕你的样子 他哪里是怕我呀 他怕的是风雨地产的刘总 那刘万冠总裁 可是个厉害的人物 风雨地产成立之后 他雷厉风行 同时推进了好几个 商议的项目 等等 那刘万冠总裁那么厉害 为什么对陆风 你这么看重呢 这 棘手了 可现在 还不是对雪宇坦白的时候 陆风 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这位大哥哥 买一只花送给你的爱人吧 子涵 你怎么什么名单啊 我再给你解围呀 这 雪宇 你相信我 我陆风 只会是你纪雪宇的老公 陆风 你 你怎么 忽然肉麻起来了 刘总信赖我 可能是看到我潜力无穷吧 你老公我可是很厉害的 你就臭美吧你 花我很喜欢 陆风 谢谢你 雪宇 今后 我定会让你过得比现在好 嗯 我现在就挺好的呀 陆风哥哥可真肉麻呀 你们还知道回来呀 汽下要发生大事了 什么大事啊 汽下年会上 魔都陆家的少爷 之前不是下了现金 九百九十九万的财力钱吗 现在 那个陆少爷掉在八号 正式迎娶 季家的女儿做妻子了 唉 不过 到现在 那个魔都陆家的少爷 都还没露过面呢 他也没说具体要娶谁 弄不住 行了 关键是 他八号宴请全程 季家上下的亲属 全部要参加的 雪宇 等陆少来的当天 你穿得好看点 说不定被陆家 妈 那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让你穿漂亮点怎么了 这可是结交大富大贵人的场合 怎么没关系了 妈 我已经结婚了 那魔都陆少如果是我 陆风 你不就和魔都陆家一个姓是吗 你乱拍什么呀 就算你最近帮了雪宇不少忙 也只是陆家这么多年 养着你的利息而已 妈 雪宇 那个样会 你去吧 陆风 你和我一起去吧 听你的 你喊他去干嘛呀 不是拖后腿吗 妈 陆风是我的丈夫 全程都知道的 去和不去 有什么区别呢 而且 那天是我和陆风的结婚纪念日 我不想和他分开 还结婚纪念日 他送过你一件像样的东西没 去那种场合 只会给你丢人的 反正陆风那天一定要陪我 雪宇 刚刚谢谢你 没 其实那天 我本来想咱们两人度过的 都怪那个魔独陆少爷娶新娘 怎么和我们的结婚纪念日是一天啊 巧合吧 啊 诱容姐 你越来越漂亮了 这次陆少爷要娶的人肯定是你吧 我也想是我呀 不过这陆少怎么私下都没联系我的 直接结婚 真刺激 哟 雪宇姐 你嫁也来了 这季雪宇都有老公了 还来凑什么热闹呀 是啊 陆少宴请全程 我作为季家的一员 这婚宴我怎么不能来了 这是陆少的婚宴 难道你以为陆少会对你有兴趣 我只是 某些人根本不具备被选的资格 不如乖乖退出 做什么又当又利的事 我可没向一些人 把自己明码标价 还以为密德加叙了 你 什么意思 你是在骂我 我可没有 放开 季友荣 你刚才说你是谁的少奶奶 当然是魔度陆家的少奶奶 陆少爷要娶的妻子了 你 你笑什么 你一个废物有什么资格笑我 我笑的是 你这样的女人 陆少就算是打光棍 也不会选择你的 当然 也包括你们 陆少根本不会正眼瞧你们 陆风 你凭什么代表陆少在这说话 你知道这是什么场合吗 有你说话的份吗 我难道还不了解我自己吗 薛宇 今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我要送你一个礼物 这么突然 陆风是个屁呀 凭什么当在大家的面生 陆少打光棍都不会娶我 陆少见到我 一定会爱上我的 薛宇 今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我准备了一个惊喜给你 其实 不用送我什么东西了 不送不行 生活得有仪式感 这样吗 陆风 我记得以前你借我下班 当时天空下起了大雨 为了躲雨 我们在小面馆 点了两碗葱花面 等宴会结束 我们再一起去吃葱花面吧 这是你想要的 结婚纪念日礼物 是啊 我觉得那个味道 是我吃过最好的 原来这些事他都记得吗 季学宇小姐 能把陆风暂时借给我吗 我 可以 这个刘总这么信任陆风 你说 陆家限制了我对季学宇的资金投入 陆家经过商讨 认为季学宇不太适合做您的妻子 希望您能尽快离婚 我要去谁 他们凭什么指手换脚 少爷息怒 现在有关季学宇的资金 每一笔都会被卡住 那这次游轮的999万现金 也被拦下了 是 900多万 陆家人认为季小姐 吻石 这宴会也是陆家人办的 原来是在这设计等着我 我不会任由陆家摆布 风少爷 您的意思是 老刘 之前让你准备的东西 可以派上用场 哎 明白了 各位来宾 魔都陆少 马上抵达 婚宴 即将开始 还是避开具有容吧 雪宇 你怎么不去前面啊 陆少快到了 妈 我在找陆风 这个时候你找他干嘛呀 他肯定是怕丢人 故意躲着的 最好别让人知道 我们家还有这好人 你快点到前面去 要不给他打个电话吧 我担心 雪宇姐 你怎么还没走啊 你那个便宜老公 看到这种场合 别吓跑了吧 哎呀 友荣 今天这么漂亮 看来陆少要娶的新娘 就是你了呀 到时候 可得给哥哥多 引荐引荐啊 红宇哥 陆少以后也要喊你哥的 说那么见外干嘛 有些亲戚就算了 推着已婚的女儿出来 只会给季家丢人 已婚 哦 是啊 哎 不过谁家没个穷亲戚呢 路上不会在意的 季友荣 说什么呢 谁是穷亲戚 有你这么和长辈说话的吗 妈 你别说了 怎么不能说了 啊 这季家什么时候 轮到小辈这么放肆了 我们就不能来吗 这是怎么了 哎呀 还不是因为他拉着已婚的女儿前来 我可没说是你了 看来你无赖无耻 还有点自知之明呢 这么快就对浩如做了 哎 哎 算了算了 快住口吧 和个小辈吵什么吵啊 静语说 我被个小辈欺负 你都不出来为我说句话 你 你气死我了 各位来宾 请一步假板 有请魔都路上 你说这魔都路上 长什么样啊 不知道啊 这船开很久了 应该是见过的 哇 是路上来了 哇 带着面具 好帅 好神秘啊 纪友荣小姐 对吧 啊 是是 天哪 路上果然显得是我 我要嫁给焦机豪门了 听说 你到处的人说 你是我的女人 我的眼光有这么差吗 啊 我 三皇可是要付出代价的 啊 路上 那都是他们开的玩笑 来人 把这个碍眼的女人丢下船 啊 路上 我不是故意的 季雪宇 请你和我结婚吧 嗯 季雪宇 他们已经是人妻了 哇 我就知道 我家雪宇才值得最好的 雪宇 快答应呀 对不起 我已经结婚了 雪宇 你干嘛要说这个 这个时候你就答应就好啊 妈 我和路风已经结婚了 我也认定路风是我的丈夫 请你不要再说这些话 路风听见会误会的 你这个傻女儿 哦 雪宇 你的心意我明白了 今天是我和雪宇的结婚纪念日 谢谢各位来参加 什么 他就是路上 骗人的吧 这是一场戏吗 雪宇 结婚纪念日快乐 之前咱们有婚礼 今日 是我补偿给你的婚礼 陆风 怎么会是你从只成其上下来 因为 我就是路上 怎么可能 你怎么可能是超级才发的少爷 你这是请了多少人来骗我呀 我真的是 结束不清了 你不会为了给我争面子 请刘总也和你一起演戏吧 要是真的路上知道了怎么办 没事 路上和我关系好的就像是亲兄弟 你放心吧 那你也不能 原来是假戒呀 搞这么大阵仗 陆风 这样真的没必要 我不在乎别人是怎么看我们的 是啊 居然冒充路上 你这完全是在害计价 如果路上追究起来 你拿什么承担啊 有什么责任需要承担的 季红宇 你别太过分了 这样的排面我姬雪宇才不稀罕呢 什么陆少路家的 陆风 我们走 好 我带你去吃葱花面 天哪 什么情况 什么 陆风什么时候能开上这种好车的 刚刚他说和陆少是好朋友 不会是真的吧 找陆少进来撑面子还是有可能的 等等 雪宇 陆风 看来陆风和陆少关系不一般啊 雪宇啊 陆风认识陆少 怎么不早说啊 你看 能引荐一下吗 他现在在现场吗 不好意思啊 今天陆少临时有事 不来了 哦 原来是没来啊 雪宇也真是 有这么好的人吗 也不说一声 陆少说 不想一次见太多不想见的人 那你有机会介绍我们认识一下 我对他好好奇啊 啊 原来你也喜欢陆少啊 哎呀 人家不是这个意思 知道了 改天一起用火锅呀 季学宇 你别忘记你的身份 你是季氏的员工 不要做损害季氏的事情 季学宇你 陆风 谢谢你 这样的结婚纪念日 我知道你花了很多心思 我很感动 没事 我只是想让你开心 陆风 我想问你 你是怎么认识陆少的 这 我该怎么介绍我自己呢 先生 小姐 酒店到了 得亏到得快 我们 在这顶级酒店之送画面 没错 这里的厨师我认识 他会做全世界最好吃的葱花面 陆风 你可终于来了 陆先生 欢迎光临 您之前帮助我们酒店的宣传策划 太成功了 一直期待您亲自光临呢 啊 他把我和陆少搞混了 不知能否与您合影一张 去吧 你一直是我学习的对象 能见到你我太开心了 陆风 好像长得也挺帅的 原来现在女孩都这么主动啊 我 我这是 吃醋了 不好意思 我不喜欢和人这么近 刘总应该告诉过你 我不喜欢出风头的人吧 对不起 我这就下去 已经拍完了 这个人 太可怕了 没拍成 他手机没电了 我们去吃面吧 正好 今天我被季学雨和他那个坠去羞辱 不出口气 我实在过不去 你放心吧 虽然敢欺负我的小心肝容肉 我当要慧慧是哪号人物 正好 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 陆先生 这是专门为您预定的葱花面 请用 这是什么破酒店啊 葱花面还要预定 而且还经理亲自服务 你们这么漏的吗 这位先生 葱花面是我们的隐藏菜单 你有别的需求 顶班可以为您服务 先生 您这边请 我就去下洗手间 你怎么不等等我 我这不是想先进来 给你点东西吃吗 你不是说 今天那个游轮上什么都没有 会坏了吗 还是亲爱的疼我 雪雨 你也在这儿啊 你们就是这个啊 还骗我们你是陆少 是刚刚那场作秀花光钱了 只能吃得起面条了吗 食物没有贵贱之分 只要和对的人 吃什么都是好的 胜过任何山珍海味 你当然这么说了 这牛吹大了 我要拍下来 发给计较所有人 揭穿你们夫妻的谎言 你呀 吃配吃 我的发型 我的衣服 鲁峰你就是个流氓 你居然对我这个弱女子动手 是女人又怎样 我这个粗人 只懂得分辨烂人和好人 你 你骂我 李克注意区哪有资格骂我 骂你怎么了 现在最丢技嘉脸的人 是你 他都这么欺负我了 你还在一旁愣着 臭小子 欺负有容 吃我一拳 洛峰小心 他 他居然当手轻松借下了我的拳道 太狂猛了 得想想其他方子 挫挫这臭小子的锐气 你对既有容动了什么 那我也教训一下你的女人 这事就扯平了 我不会让他伤害到你 洛峰 我没事 老师你要小心 这件事与学义无关 还是说 面对我 你怕了 我可是练过拳击的 我会怕你 笑话 倒是你 只知道欺负女人 肯定不敢结结实实地吃我一拳吧 接下来我不还手 往这儿打 居然敢这么挑衅我 你找死 这一拳 可是能击碎石头的力量 你刚才又打我吗 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 你到底是什么人 这种身体素质 绝对不是普通人能练出来的 我 我不过是你们口中的 废物赘序 别走啊 洛峰还好好站着呢 你惹上大麻烦 我不想找死 张正豪 你的胆小鬼卷怕他 反正你们在高级餐厅吃葱花面的视频 我已经上船了 这下 不光济家人知道济雪宇在作秀 所有人都会知道 让他自己冷静下 让他自己冷静一下吧 洛峰 你为我准备的结婚纪念日惊喜 我真的很开心 我知道 你用心了 不是作秀 今后 还会有更大的惊喜送给你 那我期待 那我期待一下 雪月 还记得这张纸吗 这是 你三年前写的曲子 当时你说你要补曲 我以为你是闲着没事写着玩呢 对你 我可是认真的 我知道了 已经到了 运过来吧 陆少爷 您的顶级斯坦维定制钢琴 已经送到 洛峰 您弄制钢琴干什么呀 家里又没人会弹 月红 我来弹 这是我特意为你写的曲子 洛峰居然会弹钢琴 还弹得这么好 来 我们一起弹 我 可是 我不会弹啊 好啦 没关系 跟着我的手一起 我来教你 这曲子不难的 别紧张 我不是因为弹琴紧张 那是因为我在你身边 你说什么呢 这个钢琴租过来应该很贵吧 洛峰 我们现在就把钢琴还回去吧 运回去的途中要小心点啊 别磕碰了 行 那听你的 还是先不告诉他 我已经买下了这钢琴的事情了 陆峰 你不会还瞒着我什么事吧 还真有一件 天哪 这是谁用烟花照亮了整个龙城啊 太浪漫了吧 是挺漂亮的 这也是特意为你准备的 希望你会喜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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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风 你为我做了好多 我真的好感动 我 以后不要总是麻烦刘弯冲裁 让我开心啊 这多破费啊 好 好 可恶 他在那约会 我只能喝冷酒 鲁峰 别以为你可以把王家彻底赶出这里 魔渡鹿家有才啊 不过是个不被承认的豪门妻子 要起的我背后的势力 鲁峰 我正让你灰飞烟灭 你们两个还知道回来啊 妈 你不要跪鲁峰 虽然他不是魔渡鹿上 但是他做的这些都没有花计价的钱 我当然知道他不是陆绍 不过他居然和这么厉害的人是朋友 给我们家长了不少面子 和陆绍成为朋友 都是巧合 雪宇啊 妈和你说个事 什么事啊 你和陆峰都结婚三年了 是时候要个孩子了吧 妈 你说什么呢 这事 得看雪宇的意思 总之 你们赶紧的 生一个 让我抱抱孙子 陆峰 季家让你白吃白喝这么久 就该回报了吧 让我抱孙子 听见没 孩子的事 你瞎掌我什么呀 赶紧继续睡吧 他陆峰吃喝都是季家的 总该给季家做点贡献吧 陆峰 我妈就是这样 你别管他 雪宇 其实我也想的 生孩子的事不能急 而且 今天你可以不用打地铺了 你去洗手去了 那个 陆峰 帮我拿条毛巾过来 哦 好嘞 雪宇 毛巾 我给你放门口的衣服楼里了 这男人 真是块木头 我洗好了 哦 雪宇 你说不用打地铺了 是让我睡隔壁书房吗 我 我 我担心咱妈夜晚会发现 陆峰 你就是个大笨蛋 什么情况啊 这个时候有谁会打电话呀 雪宇 明天来一趟公司 集团决定 对你进行处分 雪宇 虽然当初爷爷让你嫁的废物不是良配 但你也不能不守复导 损害季家名声啊 我做什么了 还敢狡辩 奶奶 你别太生气了 我也没想到雪宇是这样的人了 雪宇 明天我得去见一个人 暂时不能陪你去了 嗯 好 没事 你别担心 你要相信自己 没有什么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还有我呢 你就这么相信我啊 当然了 去的时候把这个带上 这个季家 真是够了 季雪宇 虽然你破坏本来属于我的幸福 可是你不能损害季家的利益啊 这有夫之妇婚内出轨可是大新闻 季雪宇 真有你的 有容啊 还是你识大体 奶奶会给你做主 雪宇 马上停止你在济世公司的一切活动 奶奶 单凭季友荣几句话 几滴眼泪你就定了我的罪 快免太好笑了 友荣 你的眼泪还真是说来就来啊 除了不同情也不会什么了吧 奶奶 你看他什么态度 对我不要紧 怎么能这么对你 季雪宇 你这是对长辈的态度吗 我季雪宇 已经结婚了 我的丈夫只有陆锋一个人 你说我抢你的 该不会是魔都陆少吧 你 当然 如果不是你魅惑陆少 他怎么可能看都不看我 陆少喜欢你什么呀 喜欢你无脑 还是男友多 你 你胡说些什么 我们已经聊很久了 抱歉 我来晚了 陆锋 你不是有事吗 什么事都没你重要 你们这群人哪 谁都没见过陆少 但是我见过 这位是陆少 这位是陆少的管家 季友荣小姐 陆少说了 如果您再打着他女友的旗号骗人 他会告您匪 到时候各大头条 都是您的照片 我 奶奶 就算陆少不喜欢我 那季学宇魅惑别人 一样要受惩罚 季友荣小姐 你再羞辱季学宇和陆锋 一样会收到诽谤的律师函 并且 会告计较 不是不是 咱们有话好好说啊 友荣 快道歉啊 别得罪陆家 陆少怎么可能会和陆锋这种人物是旁诺 说不定是学与够 你算哪根葱 谁人敢打我 你不仅侮辱季小姐 还侮辱陆少 我说的就是谁谁 你 季小姐还是收敛点 嘴上占便宜 身体可就吃亏了 奶奶 你看外家人都这么欺负我了 严正管家 你随便打我季家的人 是不是太过分了 您没管家好自家子孙 我只是代为管家而已 季家的事情 还轮不到外人插手 季老太太果然有当家的魄力 那这份律师函 你先收着吧 明天 我们就会递交马院 季家 应该马上就收到法院的船票 这个时候吃官司 还是被陆家 我们股价绝对会暴跌 声誉肯定要大受影响的 那 陆风 我也是季家人 这么做 是不是太过分了 学业 你太善良了 这次我要让季家 吃吃苦豆才行 可是 严总管 算了 学与侯也是季家人 告季室的确有点太心事动众了 不如 陆上火人还是对我有益 肯定舍不得我才放弃了 肥肯定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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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哪里赔得起这么多钱 陆风 是我之前错了 求你帮过我吧 我可是你口中的废物 怎么有能力帮你呢 姐姐 薛玉姐 咱们是姐妹啊 你帮帮我 这 我都没见过路上 怎么帮你啊 你们太狠心了 要不 薛玉小姐 善良 应该留给知道感恩的人 可是 是我该死 是我不该乱说话 杨管家 这里交给你了 我和薛玉就先走了 好的 两位慢走 奶奶 你就真的不管了吗 这也太不把您放在眼里了 够了 你们要是能像纪薛玉一样 攀上魔都路家那样的关系 也可以将我不放在眼里 可是你们只会勾心斗角 身后的本事能耐一点都没有 只会给我惹麻烦 给我好好反省吧 奶奶 工作可算做完了 薛玉 下班了吗 喂 薛玉 我中大奖了 赶紧叫陆锋来商场 帮我搬沙发 可不是有搬家公司吗 这就心疼陆锋的小子了 他可是吃着季家的白饭 就得让他多干事 妈 胆请的 陆锋 你能不能去商场 帮我妈搬下中奖的沙发啊 中奖了 好事 我现在就去 那我今天自己回去 你不用折回来接我了 哦 好 这中奖的时机 会不会有点太强了 啊 怎样才能让妈对陆锋好点呢 嫂子 我叫小天 风哥来让我接你回去 哦 他这么细心 小天 谢谢你了 风哥平时对我可好了 嫂子客气了 动手 小天 你怎么样 我被卡住了 我拉你出来 不行 哎 嫂子 你快找个地方躲起来 有人要害你 好 我先叫救护车 糟了 腾哥 没发现季学宇 废物 给我继续找 腾哥 季学宇的司机就卡在车里 想他一个女人也跑不了多远 走 去看看他 说 你车上的人呢 什么人啊 麻烦这位大哥帮我叫一些救护车 小庄算 你是陆锋的人 别以为我不知道 说 锦旋宇呢 丰哥是你们惹得起的吗 我看你们是活太久了吧 一个坠绪 我有什么好怕的 就算你杀了我 我也不会出卖风哥的 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 小天 我得出去才能救他 看你嘴呀 看你嘴呀 王腾 住手 你终于出来了 嫂子 嫂子 你怎么还没走啊 金学宇 你逃不出我手掌心 王腾 学宇别怕 我来了 陆锋 小天 快救救小天 放心吧 陆锋 你自己送上门 今天我就连你一块收拾了 卑鄙 陆锋 小弟还是老婆 你选一个吧 陆锋 陆锋 我看你拿什么拽 害得我那么惨 王腾 我数三下 你就会主动把小天放走 一 我看你能把我怎么样 二 我看你这脑子坏了 三 把他给我办了 什么情况 怎么来了这么多人 风少 在下来迟了 陆锋 你到底是谁 风少 这些人已经被控制住了 如何处置 你们放开我 你们 你们放开我 知道我是谁吗 放开他 我当然知道你是谁了 可惜 你不知道我是谁 陆锋 不管你是谁 要死一起死 我的手 败雷 就只会叫嚣 现在立刻把小天送去医院抢救 放心吧 君云 你有没有受伤啊 陆锋 怎么会发生这么可怕的事情 别怕 我已经在你身边了 没有人会伤害你了 可是 我好像害了小天 没事的 小天一定会没事的 还好你没受伤 不然 我会让王家翻天覆地的 打扰一下二位 有紧急情况 我们抓到的王腾 是替身 判断依据是 他脖子中 有整容留下的疤痕 你到底是谁 为什么要假扮王腾 我是谁重要吗 当时 我出了事故已经毁容了 只要你整成我的样子 替我做事 给你一千万 这里是定金 陆锋可是和风雨地产 魔都陆下都有关系 这买卖不划算啊 我会让你觉得划算的 你们究竟要做什么 他的目的 现在已经达到了 你说的什么意思 季小姐 别急哦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我在季萱羽身上 放了微星炸弹 想让它活命的话 就放我走 有错诈 方少爷 果然 季学宇 就是你的弱点呀 你给我用了什么 没什么 就是让你 可以睡觉的东西 雇主要求 不能杀你 现在 我给大家表演个魔术吧 烟雾蛋 快抓人 风哥 你得去医院 别管我 先保护学宇 不好 使不上力气 人呢 跑了 陆锋 季学宇 我就带走了 可恶啊 王汤 都是在下失职 不然季小姐 也不会当面被炉走 不是你的错 我一定会把薛宇救回来 让王汤付出代价 陆锋哥哥 王汤背后的势力 不容小觑 你不要贸然去救薛宇姐姐 太危险了 我去追踪王汤的所在据点 子涵 我申请解除SS级援助禁令 这里是 头好痛 哟 季小姐醒了呀 你快放了我 你这样是违法的 放心 再说了 我现在是王腾呢 即便是违法 也是他的事情才对 放开 进去吧 你以为王腾会给你这替身出面顶罪 可我现在 就是王腾的样子 王腾利用了你 当师太对他有危险 他绝对会抛弃你 把所有责任推到你身上 你说的也有道理 那我现在 应该怎么办呢 只有我可以帮你 有我这个筹码在说 王腾不敢对你怎么样的 抱歉 你可能高估了自己的价值 比起你的空口白牙 还是眼前的真金白银里的行动 糟了 这是个为利是图的疯子 做得好 剩下的钱就在后面 你去拿吧 腾哥果然手心愉 以后 若有大胆 记得再照顾小弟啊 别碰我 选家 你最好好好听话 也好少受罪 滚开 找死 一会儿有人闯进来 就打爆他 是 陆风 你的妻子在我这里 你要听听她的呐喊吗 陆风 不 这是陷阱 你别过来 陆风 别过来 危险 陆风 你根本不可能闯入这里 这可是龙城最顶级的警卫防护 那就看我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哪个不长眼的 乱开飞机 难道是 又见面了 黄腾 龙城最高级警卫的防护 居然被突破了 最高级别防护 简直不堪一击 难道 你调用了陆家SSG增援 陆风 陆风 哥哥 陆家SSG增援申请被驳回 那些老傢伙只会在这个时候暗示 老六 接下来 这就去办 王腾 王腾 你不如猜猜 我带了多少人过来 你以为 我会害怕吗 陆风 就算你闯进来又怎样 你老婆还在我手上 陆风 快走 他把我踢踢踢踢 动手 你发现目标 报告 目标被飞机障碍挡住 无法攻击 给我上 十把陆风抓住 我给二十万 我的腿 有障碍我无法射击 快 就是现在 我的人已经就位 谁还敢上 对方也有狙击手 给我撤 王腾 你不是有狙击手吗 敢对着我的头射击吗 陆风 别做傻事 陆风果然是个傻子 陆风哥哥 对方已被麻醉 拒击手续已沉顺 得不到 别人也别想得到 陆风 让你亲眼看着他死 喂 你要我怎么做 才可放过轩云 只要你跪下 你跪下 我高兴了 你放过他 陆少爷 不能跪 老刘 拦拦着干什么 给我拦住刘万贯的人 陆少爷 您代表的是陆家 您绝对不能跪 陆家 绝不受辱 陆风 你不能跪 你不能因为我 放弃自己的罪言 我曾发过誓 我陆风只归天地和父母 我说过 要让季学宇不再受辱 我更是要硬气地活着 学员 当然我更希望你活着了 原谅我这一次违背誓言吧 不 陆风 不 请你 放着季学员 看哪 我面前跪着一条丧家之犬 不过 我改主意了 陆风 你下跪也不可能救回他 你就痛苦一辈子吧 陆风 再见 轩野 风少爷 季小姐 是我没保护好你们呢 奇怪 好问呢 是陆风吗 陆风 你为什么也跳下来了 你为什么要和我一起死 你这个大傻子 哼 绝语 没事了 我们在飞呢 好险啊 难道他赛魁都是缓兵之计 是为了等无人进来救援 王腾 你输了 老实点 陆风 你和我作对 就有人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你只靠放了我 否则 整个陆家都会遭殃 如果你把济雪雨送给我 我倒是可以考虑 劝上头的人放你一马 牺牲一个济雪雨 换取整个陆家的留存和发展 很划算吧 陆风 你不是好歹 不知好歹的是你这个败类 我陆风绝对不会交出雪雨 让你背后的人尽管放马过来 我奉陪到底 那你 就等着陆家覆灭吧 将他押回陆家 是 冯少爷 我调查过王腾 但其背后的势力 隐藏得较深 王腾背后的势力 很有可能是江南商会 这 没有确凿证据 不能下断言 我会尽力追查 以求抓到商会的漏洞 嗯 拜托了 陆风 你不会真的是陆家少爷吧 啊 雪雨 你觉得我是谁呢 陆风平时都在家做家务 还挨了我妈的谩骂很久 如果他真是陆家少爷 怎么会愿意忍受这些呢 得到答案了吗 啊 总之 在我心里 你就是你 我希望你能做你自己 你还忘了我的一个重要身份 我是你男人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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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了 这里人好多 我回去再说吧 我现在就想听你说 可是 你 啊 大家忙自己的事去吧 接下来什么都听不到 是 陆风 你是我唯一的 脏了 帮他跑了 刚才我们把王腾给押走 进来了一个人 哟 各位小哥 我来接我老板了 你们主动放人 免受皮肉之苦哟 欺人太善 别因为能救人 还没开始 就结束了 我可没给你 救我的钱 救你的钱 商会已经付过了 商会果然不会抛弃我 陆风 你等着受死吧 我醒过来之后 王腾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立刻追捕王腾 不用了 可是 就这么放过他 他会自己送上门来的 爸 今天我重创了陆风 以后我们 没必要趴陆家了 他陆风 可是满含歉意的 向我下跪了 我给我们王社集团 争了口气 你还有脸妖功 你知道你怎么活下来的 是商会器证我 所以救了我呀 还请你手下 是你顶向商会低头 苦苦哀求他们派人救你一命 你根本斗不过陆家 不 我不相信 这次明明是我赢了陆风 以后你要是再敢招惹陆风 我就没你这个儿子 爸 如果你要向着陆风 掉到一辈子闹肘 那我宁愿不到你儿子 你 爸 你怎么了 医生 快来医生 我爸晕倒了 病人初步断定违心肌梗塞 在抢救中 家属在外等候 都是陆风 害得我爸陷入了生命危险 都是陆风的错 这是您的快递 可是我没卖什么东西啊 陆风去买菜了 是不是他买的东西啊 这是 老妈被绑了 你是谁 你到底要做什么 想要你母亲活命 就独自来找我 如果敢告诉陆风 就别怪我 对你母亲做什么 妈妈 被王堂给抓走了 不行 我必须马上把他救出来 我得告诉陆风 想要你母亲活命 就独自来找我 有人在监视我 诚哥 纪学宇在播送电话 很可能在报警 他把手机收起来了 他不敢的 他只会过来找我 为了救我妈妈 我只能去见王堂 我绝不会坐以太平 王堂 你这个人渣 你等着 我一定会救下我的母亲 陆风 对不起 小伙子 你要买什么鱼 糟了 忘记问学宇 他今天想吃什么鱼了 奇怪 怎么电话关机了 玄宇此时应该在家 给我一条鲸鱼 等等 玄宇 停下 他怎么会上王堂的车 有兵吗这人 怎么钱给了鱼不要了 可恶 我要把他碎尸万段 板着一张脸可不美 给爷笑一个 我妈在哪里 没事 我留着他的命呢 玄宇 不过 汤秋云也一把年纪了 要是不快点去医院 可能会死又 你要我做什么 才能放了我母亲 季小姐果然明示礼 这样 我留下 你送我母亲去医院可以吗 你也配跟我讲条件 现在可是在我的地盘 得拖延时间 救出我妈妈 我都在你手里了 也不能跑 对吧 再说了 我早就受不了路风 那个窝囊费了 还是腾跟你这样 勇猛的男人 更值得我依靠 想通了 觉得我个人适合了 陆风 怎么能和你比 他一个无业游民 根本没资格 好痛啊 救救我 谁来救救我 腾哥 这老家伙快不行了 要送医院吗 腾哥 你大人有大量 把我妈妈送去医院可以吗 我都是你的人了 你就答应放了我母亲吗 平时倒没看出来 你居然这么稀罕我 可恶的自恋狂 忍住 来人 给我把汤秋云送去医院 死在这儿 晦气 只要我妈妈被送去了医院 接下来的事 我不会让王腾得逞 现在 季晓雨 你最好别耍花招 不然你母亲能不能到医院 还得看我亲情 谁敢敢扎我 你不要命了 腾哥 你没事吧 王腾 我今天定要和你鱼死亡碰 真是敬酒不知吃罚酒 兄弟们 动手 这残酷的位置十分拼不起 他竟然这么快就赶到了 王腾 拿命来 难道申请到了陆下A级增援 怎么可能 这不可能 我跟你拼了 公公小心 徐云 徐云 王腾 你个人渣 刚他救了你 现在 没人来救你了 腾哥 火赶来了 现在不劳你动手 让我去解决他们 好啊 那你去解决那群垃圾 陆家的A级增援 也不过如此 等我大杀四方 腾哥 你说好的五十万 可得付清啊 不要丹哥 快把学瑜送到医院 学瑜 撑住啊 王腾 我也让你付出代价 陆峰 你就带着你的狗 尽力反抗吧 陆家不可辱 风少爷不可辱 咱俩上 可恶 陆家的A级增援 他们到底是什么人 可恶 可恶 我王腾不可能输 我王腾 你输了 你不能杀我 你杀了我 你就和我一样是暴徒 是季璇宇 最讨厌的那类人 不过陆峰 我弄死了你老婆 就一辈子 在悔恨中度过吧 风哥 这个人怎么处理 别让他死得太舒服 风哥 您快去医院吧 王腾这祸 我绝对不会放过他 学瑜 病人情况不容乐观 能不能挺过来 只能等待 医生 糟了 22床病人醒了之后 自己扒了针管 胡闹 都怪你 我的女儿学瑜 咱会受这么重的伤 是我没能保护好的 陆峰 你要好好活下去 你个废物 如果我女儿出了什么差池 我就要你偿命 女儿 你还没有恢复 赶紧回去病床躺着 你还我女儿 你还我女儿 妈 病人情绪过激昏过去了 将病人谈回病床 她现在需要稳定 陆峰 我们王家已经处处身上了 你为什么不肯放过我儿 是她自己就有自己 接下来的事 都是陆峰逼我的 儿子 陆峰 你们和我一起散步 我真的很开心 这些都是小事 只是你和我在一起 实在是太委屈你了 是啊是啊 可委屈了 好疼啊 你今后可要好好补偿我呀 陆峰 不管别人怎么说 和你结婚 我没有后悔过 不过 我可能要离开你了 不 徐远 你不能就这么离开 我们还有很多很多事没做 我和陆峰的关系 也明明确和你说 心灵异常下降 病人生命体征突然减弱 什么 薛宇 病人伤口感染加剧 得立刻对心进行二次抢救 是 和我 倒是伤口上有什么病毒吗 一定有办法 可以救薛宇 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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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雨 洛峰 我没事了 你压得我有点疼 对不起 对不起 我看见你醒了 太激动了 我好害怕 再也见不到你了 说什么傻话呢 不是天天都能见吗 再说了 我也不会离开你 武床记雪雨 把衣服脱了 脱衣服 现在 是啊 不然怎么换药呢 还是说 你想你老公换 那个雪雨 我下去给你买点招 陆峰你等等 这个木头 怕我什么呀 弄得我反而更害羞了 说来奇怪 自从你受伤后 医院忽然接到一批特效药 特效药 对 我们医院库房没有这种药 价格昂贵是一方面 披下来也很困难的 那批药是谁送过来的 我想当面筹线 我级别不够 哪能问那么清楚啊 对 他说他姓陆 真的魔度陆上 来救我了 陆峰 这次是不是 魔度陆上弄来的特效药 救了我的命 特效药 的确是陆上调过来的 子涵 立刻调来陆家 最新研发的特效药 陆峰哥哥 那种药用了之后 可能会产生耐药性 这雪雨姐的身体 是有伤害的 我必须救他 现在只有这样能救他 我明白了 我现在就开通陆家的 特效药特批通道 陆峰 你虽然和陆上是朋友 但是特效药 这么贵重的人情 我们一定要还的 我能见见他吗 这件事必须当面谢谢他 这 我联系一下吧 陆少爷电话无人接听 可能是在忙吧 这样啊 那只能下次等他有空了 还是不让雪雨知道 我的身份会比较安全 雪雨 你困了吧 先休息 晚安 我还是去看看岳母的情况吧 这次我女儿能活 全是陆家的陆少爷救的 你说说 你做了什么 对不起 这次雪雨受伤都是我引起的 我以后绝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了 道歉 道歉有什么用啊 现在还不如想办法 帮雪雨换到特级病房 哎呀 你别乱动了 你身上还有伤呢 再说 高级病房 那可贵了 贵 我的女儿怎么就不能住高级病房了 她差点命都没了 都是被陆风害的 好了 你别生气了 我看陆风 你是个窝囊样 根本没钱弄特级家户病房 你还是离开我们雪雨 特级病房的事 我来想办法 已经替季小姐安排了特级病房 只是现在 季小姐还在休息 需要等她醒来才能更换 雪雨就可改加陆家大少爷 而不是这个单单姓陆的陆风 你少说两句 陆少爷 抱歉 我擅自安排了特级病房 没事 你没有做错 下一步的行动是 避愧王将 是 陆风 你还有脸来医院 雪雨都快被你害死了 所以你来做什么 季雪雨和他妈妈受伤了 我们总得过来探望探望吧 不好意思 雪雨现在需要静养 闲杂人等不能打扰他 闲杂人等 你不就是季家最大的那个闲人 罢了罢了 没必要在无关紧要的人身上浪费时间 今天 你们不许踏入这医院办法 你说不能进就不能进啊 一个烂鱼臭虾还狂起来了 我说过 你们不能进去打扰雪雨 哼 不就雇了几个保镖 你那几个钱都是偷拿的季家的 说话放尊重点 你知道他是 他不就是个吃喝都贵季家管的坠血 潘这个陆少爷做朋友就了不起啊 季董我们公司出大问题了 骑什么骑 年轻人做事一点都不稳重 季氏的股票一路狂跌 再这样下去我们公司会破产 什么 怎么会这样 最近的项目不是一直很平稳吗 是陆锋 他惹了王氏集团的王腾 他霸王瑞达报复我们来了 你一个无能之序 没本事就算了 为什么要招惹王腾啊 你把季家害死了 王腾 你说话 是不是王腾动了季雪宇 你连雪宇的名声都保固不好 你这个废话 今天我就替雪宇教训你 就凭你人 你资格教训 放手 爸 你快放开红鱼 他可是雪宇的表哥呀 你有本事把季家现在破产的情况解决了 你这个废物啊 祸害 就算把你卖了 也是你害的季家 好了 别说了 对 王朝阳 王氏集团已被风雨滴 彻底收过了 从此之后 江南再无王氏集团 到底是谁 竟然眨眼间就让季家奔奔离习了 不管我是谁 我永远不会以季雪宇为一 雪宇 医生说你最近恢复的不错 已经好很多了 你的饮食还是要清淡一些 好 这属煮的粥 你趁着吃了吧 为什么只是被陆锋盯着都那么紧张 我好奇怪啊 来 现在你好好休息 等你好了 我们去度蜜月吧 好 那个 陆锋 王氏企业破产 是你做的吗 哦 雪宇啊 王氏集团的财务呢 本就资不抵债 破产 是早晚的事 一切都是他们咎由自取 再说了 你老公我可没这么大的能耐 让这么大的企业消失 那就好 不然我怕他们再报复你 哎 对了 陆锋 你下午去机场 帮我接下午妹妹去雨漫 啊 雨漫 好久没见那个丫头了 我回来了 记得雨漫出国那会儿 我们才刚结婚 那会儿他还捉弄过我呢 他可能不太喜欢我这个姐夫吧 爷爷怎么就指派你这样的人和姐姐结婚啊 这一口就得咬疼你 你要是敢对雪宇姐姐不好 我要你好看 雨漫他只是孩子气 心地不坏的 麻烦你接她回家咯 好 是下午四点的好吗 对吧 嗯 我会安全地接她回来 路上小心 好想求雨姐姐啊 虽然一直有视频通话 看还是想见到她本人 嘿嘿 也不知道姐姐现在在干嘛 白贵一定要把她从姐夫身边夺走 笑得这么邪恶 想什么呢 怎么是你来了 雪宇姐姐呢 雪宇还在休息 我回来接你 我才不要 诶 雨漫 你在飞机上不是说你姐姐来接你吗 怎么面前是个男人 你姐姐是能 别乱讲 哦 我知道了 这是你国内的男朋友吧 嗨 你好 我是金雨漫在国外的同学 我叫林荣飞 你好 没想到雨漫国内有这么帅的男友 怪不得国外小哥追你 你都不动心呢 其实我不帅 他算什么狗屁男友 别看他穿的普通 我觉得他挺帅的呀 你不要就给我了 小帅哥 有没有兴趣和我来段恋爱 你不能和他谈恋爱 他是 雨漫你不要还不许我主动出击呀 抱歉 我已经结婚了 刚才一直没有机会说 结婚 你不会就是雨漫口中的那个无能姐夫吧 我的确是她姐夫 来接她回去了 我不要你接 我现在就打成自己回家 我答应了雪宇 要接你回去 你一个人不安全 看在雪宇姐姐的面子上 你最好不要管我 那你是铁类星的不让我接你回去了 我们一共有三个人 你怎么接我们回去 你让我们都坐你的小破电动车吗 我才不要 再说了 这违反交通规定的好吗 我可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 行 那你自己打车吧 我先回去了 这个陆锋怎么回事 怎么横横起来了 不行 我倒要看看 陆锋他凭什么这么横 就他那德行 他这几年肯定不会有什么改变 林荣飞 跟上 你还真是口是心扉 谁口是心扉了 我就是想看看他在叫什么 这车怎么倒了 我就知道 他会开电动车来 可是 我看这个帅哥 他打开了旁边宝马的车门 陆锋 你不能偷车 既然出来了就上车吧 跟我回去 人可以穷 但这不能穷 我才不要坐你偷来的车 偷 这要是我的 车上还放着购买的合同 要看吗 帅哥邀请坐车 不坐白不坐嘛 我才不信 你怎么有钱买这一车的 传说呢 你只要知道这车是合法的就对了 把行李放后备箱吧 吃我一剂 捅腰窝 陆锋肯定躲不开 肯死他 好痛啊 你这个小恶魔 这么大的人了 还玩这个 真以为 我会中你的把戏 算你狠 你帮我把行李搬下 我提不上去 有手有脚 自己搬行李 你发蛋 我要向学鱼姐姐告你的状 去吧 我可不怕你这个小恶魔 你怎么会有钱买宝马 姐姐给的钱 我姐呢 她为什么没来 雪宇在医院 我姐姐怎么在医院 你让她受伤了 她因我而受伤 可恶 你连我姐姐都保护不好 你算什么男人啊 那人伤了雪宇 我毁了对方一个家族 够不够 你就说大话吧 我要去医院看我姐 毁了对方一个家族 好难哦 雨漫 你之前不是还说过 希望你未来的对象 能为了你毁灭全世界吗 你瞎说什么呢 还害羞啦 谁害羞啦 我没有 你你你你 做什么 别动 安全带都不挤 万一出事了 我可没法和雪宇交代 我自己会气 才不要你帮忙 这帅哥 也帮我系下安全带呗 抱歉 你在后座 不方便 雨漫 你姐夫对你可真好 你看他都不帮我系安全带 听不见听不见 我还要陪朋友 雨漫 我先走了哦 好的 你注意安全哦 我现在去看雪宇姐 你不许跟过来 行吧 老刘 什么事啊 封少爷 江北这块的工地 出事了 有人将我们的建筑工人打伤 还围堵了运输原料的车 再这样下去 工期就只能延期了 将受伤的人送到医院去 医药费由风雨地产全要给付 可封少爷 我们不反击吗 要收拾这些闹事的人很容易 但是总不能随便来点人 就肆意地剿灭 在这之前 弄清楚对方的诉求 汇报给我 雪宇姐 都怪陆风 连你都保护不好 要他有什么用 其实 错的是那些居心叵测的人 太过了几年 姐姐怎么就开始护着陆风了 你离开的这几年 也发生了不少事情 我不管 姐姐受伤了 就怪他 橘子给你 好了好了 没事了 对了 雪宇姐 陆风的车 是咱们计价攒钱给他买的 这个 总不能说是 风雨地产总裁 刘万贯送给陆风的吧 反正这宝马 不是违法所得 该不会 真是他自己买的吧 他哪来这么多钱啊 我走了狗屎运 买彩票中了奖 中了奖就给自己买了车 怎么不给雪宇姐姐买首饰啊 真够自私的 诶 雨漫 我首饰很多 多了也带不了 我会送雪宇首饰 但不是用中奖的钱 你就是找借口 你们男人都这样 雪宇姐姐 你身体恢复了吧 快点出院吧 我想和你一起出去吃好吃的 还有好多好玩的地方 出院的事 得先问过医生 我和我姐姐说话呢 陆风你插什么嘴 好了 的确得听医生的建议呢 如果可以出院 那我陪你好不好 那好 听姐姐的 轻点 季小姐恢复得不错 可以提前出院 饮食要偏清淡一些 伤口还需要恢复 两天内不能洗澡 好的好的 谢谢医生 姐姐你尽不小心 又伤了自己 我没事的 喂 受伤的工人 已经送去医院了 很好 江北地区攻气延后 等我亲自过去再定夺 好的 封少远 得离开雪宇 去趟江北才行 雪宇 人呢 水声 难道雪宇在里面洗澡 医生不是交代了不能碰水吗 雪宇 你在里面吗 静宇漫 怎么是你啊 你这个变态啊 这是个误会啊 滚 这都什么事啊 我该怎么解释啊 衣服都试完了 得脱下来换一件 任一时越想越气 不行 我现在就得告诉雪宇姐姐 姐姐 发生什么事了 那个 你 你衣服呢 雪宇 这都是误会啊 我刚才被雨漫喷了水 衣服湿了 就脱下来换了 还不是因为 你在我洗澡的时候 进来 你个变态 当时我以为雨势里的是雪宇 医生提醒过 病人刚出院几天 不能洗澡的 找找借口 我想在门外提醒你 不能沾水 谁知道门没锁 雨漫 你先冷静 这事说不定真是误会 反正雪宇姐 你今天和我一起睡 陆风不能进来 雪宇 雨漫 你们早点休息 我出去 有点事 外面很冷的 我得叫陆风回来 姐 别管陆风 他这是畏罪潜逃呢 我认为陆风不是这种人 姐姐 你就是太善良了 还护着他 他就是个渣男呢 不过陆风那混蛋肯定看到了 这事 姐 你打算怎么处理 这 雨漫 你可能误会陆风了 可是 我洗澡他就进浴室了 可能他以为是我吧 可是姐姐 就算是你 他也不能这么堂而皇之地进去吧 可我们是夫妻啊 我不听我不听 雨漫 你自己先休息吧 你还没走啊 听你叫我了 顺道换下衣服 雪宇 我今天试沙发 你和雨漫睡一间吧 那 委屈你了 没什么 玩 气死了 先别说这个 今晚出来玩啊 几个朋友都在 好呀 出门玩去 蹦掉那个臭路风 也就雪宇姐姐善良 让你睡沙发 你这种人 就该睡地板 这么晚了 你一个人出门干什么 关你什么事 你大半夜出门不安全 我不就是凌容飞叫我去玩 还有其他朋友在 什么不安全啊 况且 你怎么这么迂腐 女孩子怎么就不能晚上出门 雪宇会担心你呢 你最好不要出门 谁允许你碰我的 可你待在一个屋子 才是最不安全的 嗯 发生什么事了 雪宇姐姐 我朋友凌容飞叫我去玩 我在外国留学的时候 别认可参加派对 但是 陆风她就是不让我去 怎么这样啊 陆风只是担心你的安全 她不是针对你 姐 可我真的不想扫朋友的心 让我去酒吧吗 姐姐你最好了 我也觉得你一个人 大晚上的出去 太不安全了 雨漫 你什么时候来啊 就等你了 你不要放我哥走 好的 马上 雪宇姐 我同学都催我了 你就让我去嘛 一起玩的都是我同学 还有他朋友 不要紧的 都是熟人不会不安全的 唉 不如这样吧 让陆风开车送你去吧 他陪着你 我不要 他就是监视我 我明天还要工作 今晚不能陪你去 所以陆风必须和你去 那我去吧 好吧 听姐姐的 陆风 姐姐信你 我才不信你的人品 你就是基于本姑娘的身材 你这样做 对得起姐姐吗 真诈 行了 别嚷嚷了 上车 这世上比你有钱的人多了 你别在我面前哼 那你等一下如果遇到事 别叫我帮你啊 谁会让你帮忙 你太看得起自己了 陆风 怎么 你怎么都不看导航 你在路上乱开 耽误了时间 我和你没完 爵士酒吧 我以前和朋友去过 去过 是你朋友请的吧 爵士酒吧那种地方 你要是不中奖 肯定消费不起呢 你这人会不会开车啊 还不接安全带 要我帮你 我才不要你帮 我自己借 到了 下车吧 好了 你这个多事的可以回去了 你要不要脸啊 我叫你回去了 你怎么还跟着 我答应了雪鱼 必须要保证你的安全 我又不是小孩子 要你保护啊 在我看来 你不过就是一个小姑娘 你居然敢看轻我 你现在就给我走 我答应了雪鱼 保护你的安全 就说到做到 喊得理你 雨漫 这里这里 星月哥可等着你来呢 说你不来 就不给我们喝呢 你又在埋态我了 哎呀 什么埋不埋态的 不好意思 放开我 我怎么舍得放手 哎 哎 哎 这人是谁啊 哦 我是 卢方 你可别乱说话 我和季雨漫一起来的 雨漫 这男的该不会是你男朋友吧 不是 他才不是我男朋友 那他说和你一起来的 不是男朋友是什么 其实 你该不会带着保镖吧 难道是怕我们家害你 拿我们不当朋友 我没有这样认为 是他不要跟过来 交了男朋友 也没什么好遮掩的嘛 不就是眼光不好吗 我们又不会笑你 都怪你 你不要跟过来干嘛 丢人 啊 我想起来了 其实这位是雨漫的姐夫 叫陆锋 原来是姐夫啊 我是雨漫的同学 得叫你一声风格 啊 不用 你直接叫我陆锋就好 这个陆锋 似乎在哪里见过 星月哥 你是真喜欢雨漫啊 这就开始和他的亲属 套亲户了 什么套亲户 我这是交朋友 来 风格 我敬你一杯 抱歉 我开车 不能喝酒 这 交个代价的事 某些人不会出不起 这个钱吧 雨漫 你这姐夫怎么这样 多扫星月哥的姓啊 我能费一个 他才不是我姐夫 我待到结束后 送雨漫回家 星月哥 先帮我陪你喝吧 那我 敬你越来越漂亮 他算什么难啊 雨漫 别气了 臭龙峰 居然还给我摆架子 让我姐姐受伤 还在这里给我丢人谢业 这是受够了 不过 和星月哥喝酒的机会可不多 陆峰 你真不喝 抱歉 我得保持清醒 喝酒会无事的 诶 雨漫 我突然想起来 这陆峰就是你说的那个坠续吧 他是我学与姐姐的政府 原来如此 咱们换个话题 对了 这爵士酒吧有个传奇故事 大家想听吗 抱歉啊 星月哥 我有事耽误了 来晚了 我自罚一杯 你好呀 美女 你好 帅哥们 你们点的酒来了 这个人 点了这么多呀 哇 星月大哥就是客气 听说这酒可恋了 牛喝一小杯都直接倒下 我只能喝一点点 我能喝一瓶 不过听说呀 星月哥酒星很好 喝下几瓶也不在话下 没那么夸张 也就比你多一点点而已 什么 怎么不说话呀 我对酒不是很了解 我怎么记得你之前 还做过酒文化课题呀 不了解 哎呀我忘记了 雨漫带来的这人 你酒让人喝 抱歉 我还真不会喝酒 你叫陆锋啊 不会喝酒可不行 你瞧星月哥 两瓶半 才是真豪爽 谬三谬三 这酒吧的酒神 才是真厉害 我有幸认识他 成了朋友 星月哥牛啊 酒神那种大人物 你都认识呀 当时的酒神 可是喝了十六瓶 喝趴了不少壮汉 十六瓶 这种烈酒 怎么可能有人做到 这只是传说吧 经理 我就说我没看错的 他就是 酒神 没想到您大驾光临 小店有失远迎 还是被认出来了吗 什么 他就是酒神 他怎么可能是酒神 你们会不会认错人了 他怎么可能是酒神 不可能记错的 这位就是我们的 VIP客户 酒神 月哥 你和酒神是朋友 你怎么不认识陆锋啊 这个嘛 我遇见酒神 毕竟是几年前了 记不清人脸 很正常 今天重新认识酒神 也是我的荣幸 陆锋只是长得和酒神像而已 一定是搞错了 长得像 经理都说了 他就是酒神本人 羽妈 你否认做什么 难道怕陆锋花钱 他有几个钱 我觉得 买不买酒 并不是我说了算 酒神给我们酒吧 带来了很大的客源量 是我们的贵宾客户 今天 小店送十六瓶 给酒神的朋友们住相 白送的酒 不喝白不喝 给我一杯威士忌 陆锋 三年没见 经理 好 我明白了 这是那边的客人 给您送的八二年的拉菲 也表示对当年那件事的感激之情 这么久了 没想到还能在这里遇到她 什么 八二年的拉菲 陆锋 你居然认识这么有钱的美女 巧合吧 只是个朋友而已 陆锋真的是深藏不漏啊 居然巧完了我的风头 我可是在爵士酒吧消费了十万的客户 难道还抵不过一个陆锋 今天休息 上酒 好的好的 各位里面请 他们几个干部 居然来爵士酒吧了 陆锋 等着出丑吧 各位玩的尽兴 尤雅 你是不是不太舒服 可能喝的有点多 头有点不适 我知道了 一下几种酒 对在一起喝 后劲肯定大呀 你没事吧 他看起来快吐了吧 服务员 怎么没人来啊 尤雅有点难受 陆锋 你能不能帮帮去前台 拿点水和香酒药 行 谢谢你啊 你可真是个好人 你好 请问有水和香酒药吗 我朋友不太舒服 麻烦快一点 这个戴文经理 我这里只有酒 你谁啊 敢插队 调酒师可是先给我们几个服务的 我并没有看见你们在排队 老子说再排就再排 你算什么东西 敢对我们指手画起来 黑虎的吗 宇曼在这 你方便动手 这是什么表情啊 不服吗 那边发生了什么 陆锋 糟了 那可是黑虎的人 做事心狠手辣的 哎呀 大家最好都不要动 不要把麻烦惹到自己身上 先给萧雅解酒比较重要 拿水和解酒药物了 好的先生 不是吧 拿瓶水灯的惹上那群可怕的人 陆锋可真行 您的水 陆锋这么窝囊 应该不会主动惹麻烦 只要你道歉 我们说不定会考虑放了你 对不起 是我顶撞了几位 这就道歉了 这就道歉了 大家是在玩我们 他压根没在认错 你不打 住手 你们敢打人 我就报警了 小姑娘 你哪只眼睛看到我打人了 污蔑人 我们可就生气了 这么可爱的小姑娘 怎么可以随便污蔑人呢 就是 你们把曾蜀拿开 天哪 你们会去救雨漫啊 是啊 我得去救他 雪月哥 那可是黑虎的人 我们惹不起啊 那 我们只能等等了 滚 臭小子 刚说什么 我说 让你滚 还敢跟我耍喝 莫方小心 请让我死 你快去试试 可恶 这人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力气 臭都臭不出来 都给我上 我一定要让你付出代价 跟你拼了 我看你往哪儿跑 陆锋 你实在不行就道歉 你打不过他们 让我道歉 你们若想继续 我陆锋 重陪到底 徒手捏爆了酒瓶 这卧链 捏碎人的骨头 也是七二一举吧 你就先放过他 下次别再让我们遇到 你手快擦擦 都是血 让你拿个解酒药 怎么就惹上黑虎的人了 黑虎 龙峰刚刚打的事 我好害怕 我们不会被报复吧 先去医院吧 我劝你最近都别出门 黑虎的人可不简单 你们是不是有点过了 陆锋要不是救我 根本不会打人 救你的方法那么多 不一定非得动手吗 是啊是啊 有效解决问题 还是真难忍 当时要不是陆锋 我都不知道会被那几个人 做什么 是我卯中了 应该会有更好的办法 救神 你受伤了 这里有酒精和绷带 你们这儿配套的设施 还挺齐全 喝酒出事的情况多 总得备点处理外伤的东西 挺急 我来给陆锋包扎 不用不用不用 就是一些小伤而已 那也是替我受伤的 不求一个忙 他根本没资格 公司有点事 我打个电话 宝哥 我是行月 刚才 你的人被打了 您看我都给你报消息了 是不是 想要好处 还是想要命啊 我错了 宝哥 有人不把你放眼里啊 你看看弟兄们 伤成什么样了 我 做我的手下 还被人欺负成这样 没出息 是我没有 给您丢脸了 走 回一回去 新月哥 新月哥 工作谈完了 就是一点小事 还通报我处理 我们新月哥谈的都是大生意 不是小事 嗯 等等等等 你还知道疼啊 包扎的时候还出声 哎呀 对不起嘛 哎呀 哎呀 包扎 您别这么大火气 我的人被动了 你叫我不生气 给我闪开 就是他 就是他打的兄弟 陆锋 你等着被弄残住院吧 有 包扎 哎呀 什么 冯爷 是我手下有眼无珠 冒犯了你 包扎为什么给他鞠躬啊 难道陆锋真的是什么大人物吗 他是谁啊 有什么资格让您低头 废话少说 还想火明就听我的 道歉 对不起 没事 都是一场误会 大家都是朋友 我陆锋不才 给黑虎的各位 请几瓶冰镇啤酒 哎呀 风少 我们哪敢收您的钱呢 今天的酒水啊 我给您全免了 我在此郑重宣告 以后酒神陆锋来店里啊 他的酒 都免贷 什么 全免贷 天呐 陆锋怎么和这些人都认识啊 我也不知道 凭什么豹哥对陆锋这个废物负手称臣 凭什么风头都被他抢完了 尤雅 我心情不好 给我倒酒 抱歉新月哥 我手酸了 麻烦你自己倒吧 什么 你之前不是抢着给我倒吗 我有吗 我怎么不记得了 凤哥 之前我喝醉了 说了许多醉话 你不要疼小妹我计较啊 我说过 今天不喝酒 瞧瞧我这记性 那凤哥你记不记忆以后多个干妹妹 我家里没有亲兄弟 我家里没有亲兄弟 一直都想要个胸怀宽宽的哥哥 到了 你再说了 第三 순간 我教杀了 吗 了 Sang兄弟 我轻身 有 有 好 我 多 我 傻傻 陆风你肯定有自己的产业吧 不要藏着啦 关于这么急做什么 风哥是做大生意的 怎么能随便说 不讲了 我不过是技家的坠绪 我的工作是当学语的司机 雨满 时间不早了 先回去吧 这才急一点你就熬不住了 你是老头子吗 该走了 再不走你姐姐该担心了 雨满 你这叫回去了呀 星月哥踩点的酒 你不喝点就走吗 我还没玩够呢 要回去 你自己回去 刚才不会碰到他手上的伤了吧 算了 今天看在姐姐的面子上 我跟你回去 雨满可真听姐姐的话呢 谢谢夸奖 对了 其实酒神也就是风哥的事 我突然想起来一个细节 什么细节 当时酒神是和富少拼酒 其实是为了一个女人 胜利后 风哥带走的那个女人 什么 陆峰背着姐姐也有个别的女人 不过 风哥这样解身自好的人 应该不会出轨吧 什么 姐姐对陆峰那么好 她居然还敢出轨 陆峰就是死渣男 我要告诉姐姐 有意思的事又发生了 陆峰 你给我解释清楚 当时带走的那个女人到底是谁 女人 带走什么女人 有事我们路上再说 别退我 姐姐善良 从来没有管过你 你居然这样对她 你居然在结婚期间 还和别的女人暧昧 你怎么不说话了 是无法反驳 不敢说话了吗 吃穿用度都是技家的 你哪来的免备叛姐姐 我的确在爵士酒吧品酒之后 带走过一个女人 她敢承认 真不要脸 不过 那个女人 季雪宇认识 你的意思是 姐姐知道你在外面沾花热草 这件事 你可以当面问你雪宇姐 好 我现在就回去问姐姐 雨妈 回来了 等着吧 臭渣男 发生什么事了吗 姐姐 你知道陆峰很久以前 去过爵士酒吧的事吗 是有这回事 那陆峰当时 从酒吧带走一个女人 你是知道的 女人 什么女人 你就知道 陆峰你个臭渣男 就是被这姐姐 找了别的女人 难道 雨妈说的是真的 可不过是结婚三年 陆峰都没和我有过 肌肤之前 所以她才会出轨 姐姐 陆峰就是个渣男 她对不起你 当时 我带走的女人 穿的衣服我还记得 你还有脸说那个女人 你就是承认了吧 姐姐 我知道你委屈 我们明天就让陆峰 和那个女人滚 我 我 她穿着白色连衣裙 头发披散下来 带着月牙型的耳环 她的左手上 还有银式手链 很美 曲宇 你看看 是不是这个呀 什么 这女人居然还和姐姐配戴一样的手势吗 徐宇姐 你怎么了 你脸怎么这么红 你妈 这都是误会 我想起来了 当时偏酒的起因 以及 陆峰最后带走的女人 是我 什么 你只骂的女人 居然是自己的姐姐 对不起 我不知道陆峰带走的人是你 没事的 当时我被工作上的人惹了麻烦 然后陆峰才去和那群人拼酒的 我被人灌醉 醉得神志不清 多亏了陆峰把我救出来 你是我媳妇 应该的 傻瓜 算死了 算死了 陆峰 暂且算你及格了 你要是敢再对我姐姐不好 我招不了你 那个 陆峰 要不我们去休息吧 行 老刘来找我了 心该是有急事 你先去睡吧 冯少爷 江北开发区最近工人在罢工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起因是什么 本来这种事情不应该警动您的 但自从上次工人受伤之后 有问过江北项目的负责人具体情况吗 那负责人是陆家本部直接下派过来的 他对我的直觉全部都是敷衍的回答 长着陆家本部成腰 我不好动他 起身太深 这件事情等我来处理 你先按兵不动 陆峰 你今天怎么换上西装了 薛宇 你知道哪里有大面积的房子吗 比如小别墅那种 好 更大的房子 家里的房子就已经和好了呀 房子不是越大越好 得看朝向 采光 舒适度 周边环境的 不是我买 我朋友想在江北买房子 你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呢 江北地区的地景区 那里临江 周边绿化呀 设施啊都很好 房屋性价比极高 好的 我记下了 那个 我去洗漱 陆峰 你不会是要自己买房子吧 暂时没有 我是想和你共同建造我们的家 三个人一起 三 三 三个人 你 你还有事吧 你 你快去忙吧 薛宇 等我回来 你们风雨地产拖欠我们的工资 还我们薛汉钱 没有良心 哎哎哎 静一静 谁说我们不发钱了 答应你们的钱 一分都不会少 你到底什么时候会发 现在公司账不紧张 得审批 等下来了 立刻就发 该说的我说完了 你们爱情不信 他这种话说了很多次了 我们不能再相信了 我可怎么办呀 你要收命啊 急着做手术 这是救命的钱啊 我们干什么 救命 你发钱 你发钱 是要我们的命啊 放开 说了会发就是会发 别得错计时 钱发不出来就是发不出来 你娘是要做手术 还是要死 宽我屁事 拿你娘的命 我和你们拼了 拼了 你这群刁民 现在立刻回去干活 则 一分钱都没有 我要欠你的上级 发钱 你们必须发钱 给我护走他们 别过来 可是 恐怕会惊动 风雨地产上面的人 上面的人 我就是风雨地产上面的人 扎子 你良心哪 你们要是敢打我 就是与风雨地产为敌 现在 我就是风雨地产的头 我就代表着风雨地产 你代表着风雨地产 那你把我放在什么位置 你是 你走的是谁 敢和我这么说话 我可是上头派过来的江北地区负责人 你敢动他 你要知道他可是 你们放开我 你就是一个过来闹事的 这里可是归我管 让他别动 我有事得问清楚 放心 风少爷 您尽管放手干 我是来负责解决问题的人 你们有什么诉求 都可以和我说 解决问题 少爷 你把钱发给我 快来着 安住他 我把钱 我们等着死吗 风少爷 我没事 现在 可以告诉我你们遭遇了什么吗 我可以解决问题 说到做到 我就拍着这工钱 能拿到手 能回去治病 救命 可是他刻扣我们的工钱 六个月 六个月没钱 他是要害死我们呀 我就是刻扣了 你们能拿我怎样 我知道了 怎么 你想对我动手 我可是陆家总部的人 打我 就是得罪本部 这一拳 是打你玩乎职守 十位速参 辞团工人的血汗钱 你 你个废物 别以为流万贯来了 就能拿我怎么样 我就是这片的王 这一把掌 是打你给陆家本部抹黑 给凤宇地产抹黑 我要宣布给陆家本部 你这个小伙等着 这一讲 是让你知道谎话连篇 灭视员工的生命财产 谋害他人 会有什么样的下场 今日 我陆峰会将款项 亲自发于各位手中 发给工人们的钱 具体情况是什么 款项已经下播了 给我弄醒他 说 他们的工钱没 什么工钱 我不知道 根本没发到我手里 哦 你看着我的眼睛再说一遍 我 怎么办 病了吗 被我拿去赌了 吃完了 那是我们的钱呀 我们辛辛苦苦赚来的钱 你个败类 大家放心 我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标带 但负责人的是 我必须知道的明明白白 风雨地产条例中 有改善员工伙食的规章 这个款项也下播了 饭菜 饭菜的标准 婚服搭配 其有营养饮品 什么改善火食 我们都是吃汤燕菜 这就是工人们的火食 这是负责人陆怀安给工人们吃的东西 简直就是骚水 难以下咽 工人不需要吃那么好 这些食物都是按他们的工作性质和等级来确定的 我给公司结许成本 对 没错 将汤和饭咬起来 端给陆怀安 我 你让工人们吃这些东西 你怎么不吃啊 你比他们高贵 还是说你想尝点别的 我吃 我吃 这些是大家的工资 还好对 一个一个邻居 小维路先生 原来真是给我们猪头的呀 大败人心 真是好人的 钱总算发下来了 把娘的病 有钱治了 别高兴得太早 挣个点现金 怎么够发我们这么多人的工资 是啊 这钱不够发的吧 有孤独小孩的 大家心没急 现金刚从银行取出来 陆锋哥哥 我已经按你的分付去银行把钱取出来了 各位 看这些钱 够了吗 够了够了 你这是办实事的人 我们信你 我念名字 念叨的过来亲自领钱 第一个 刘春根 来了 紫涵 这次麻烦你了 说什么呢 陆锋哥哥 你和我可不用这么客套 身份 小时候 不许欺负我妹妹 哭着我 现在我帮你 都是应该的 这是新口味的糖果 可好吃了 记得给雪鱼姐也带一颗 糖 呀 少吃点糖吧 长猪牙了可别喊疼 知道了 钢锋哥哥 我还要去参加同学的party 先走了 雪鱼姐对地景区的房子感兴趣 我已经将资料弄好发给邮箱了 记得好谢谢我 这个丫头 还真挺能耐的 这个地景住房区 现在还在待建中 和宣传上似乎有差异啊 老刘 你负责监督工资的发放 我有事去一趟地景售房 好的 封少爷 不过 封少爷您要买房子吗 等发放工资的事忙完 老奴可以帮您完成房子的 不了 这房子必须我亲自去看 雪鱼之前提过 我就记下了 我走了 封少爷太在意雪鱼小姐 恐怕并非一事啊 谁在这个时候发消息啊 陆锋哥哥 陆家势力在江北地区交为薄弱 你现在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 太危险了 陆家真是不放心我 我知道了 我有分寸 欢迎 光临 这人该不会刚搬完砖吧 这确定是来买房子的 呃 那个 请问 你们这里有厕所吗 厕所在哪里啊 我想 上个厕所 这位先生 厕所请右拐 哦 谢谢啊 进来就问厕所在哪里 素质也太低了吧 哟 急着抢客人 结果只是来接厕所的 怎么能一貌取人啊 万一客人只是喜欢穿得很 低调呢 是是是 有钱的客人就喜欢你这款的 你这是找对象还是做销售啊 你什么意思啊 哎呀 我就开个玩笑 别那么当真嘛 喂 说你呢 看什么看 啊 谁在叫我 就说你 看什么看 没见过美女 算了 你 哪里来的农民宫 居然允许见 农民工也是人 请你学会尊重 说话注意一点 哟 还说不得了 工作无贵贱 工人靠自己的双手建房子挣钱 凭劳动获得报酬 我不觉得有问题 真是麻烦 你是地井的销售 我刚来实习 兄弟 你待会儿还是尽早离开吧 我同事 他们看你穿得不正式 可能会为难你 没事 麻烦你带我看看地井的别墅吧 啊 刚好我有意向购置一套 我没想到您真的是要来买房的 嗨 我平时书请啊 喜欢穿得很随性 可能会带来一些误会 就是他 我刚才上厕所 就这个农民工偷窥我 真恶心 没钱就算了 还敢偷看我女友 猥琐之机 哼 你们寿楼处是垃圾回收站吗 什么人都放进来当客人 给我把这个农民工轰出去 这 他还在厕所偷看我 你们寿楼处怎么办事的 随便让这种流氓进来 这位史先生可是重点客户 绝对不能放走了 啊 史先生 您别生气 随便放不干净的人进来 是我们的疏忽 来这里买房的 谁不是几千万的身价 放这种乞丐进来 就是降低我们的身份 他这种人非离我女朋友 你们现在立刻给我赶他走 否则 我和你们寿楼处没完 要是我们和这种人一起看房子 可去工地看房有什么区别 就是 他什么身份 凭什么和我们待在一栋楼里 请你出去 哦 我为什么要出去啊 你再添乱子 我就只能叫保安把你轰走了 都叫你走了 还死皮赖脸不走 真是素质低呢 我也是客户 我没理由走 太好笑了 你也是客户 和你说话我都觉得自己掉价 今天你们不赶他走 就别想我买房子 对不起对不起 您别生气 我现在就处理 你们怎么这样 近来就是客人 怎么平白无辜感人 一个实习的屁都不懂 多什么嘴 谢谢你帮我说话 不过你可能会丢了工作的 是他们不对 他们怎么能这么欺负人啊 你信我吗 当然 我觉得你是个好人 那你等会就听我的 对了史先生 最近史家的生意 不太景气吧 我刚问了销售 这别墅要六百万 我家的生意关你什么事 六百万 怎么需要六百万 地景区别墅 全款六百万 分期首付一百五十万 怎么了亲爱的 你身体不舒服 六百万怎么了 那首付我选择分期 抱歉 首付只能一次性付清 不能分期 这一百五十万首付 咱们拿不出来吗 你以为是过家价吗 这可是一百五十万 说拿出来就拿出来 你的公司一天的进账 都上千万 一百五十万怎么了 流动资金懂不懂 反正我现在手头 就八十万可以直接用 怎么就八十万 我同学刚在这买了房 我还想让你买了 将它比下去呢 我想想办法 奏其内剩下的七十万 凭我和银行那边的关系 直接给我立贷款七十万 都只是一句话的事 亲爱的 你一辆车就几百万 奏了剩余的七十万 不至于不行吧 二位决定好了 可以告诉我 喂 我家亲爱的生意上 有点事 谈完了再说 你急什么 好的 这两位好奇怪 怎么说到首付 就开始支支吾吾了 可能是 忽然改变 心意不想买了呢 石泰先生 据相关人士 协助调查您的公司 从去年开始财政赤字 且信用评估等极低 您屡次拖欠款项不还 我行不能受理 您的贷款业务呢 什么 你们凭什么不给我贷款 我不过就是几次没还 你知道我和你们行长 交钱有多好吗 请问二位还需要买吗 我不想在你这里买 这个房子的首付 我先付八十万 你看能不能给我们留着 抱歉 我们这里不预留哦 如果您真的付不起这首付 那还请您把钱筹够了 再来买房呢 你们 你们欺人太甚 穷鬼一坐 还敢装扩 就算不靠那个男人 我也可以买房 你们不招待石先生 难道指望着这个浑身厕所味的臭男人买房 抱歉啊 请你出去 这里不是你待的地方 你真不招待我 我只招待买房的客人 您不要那么普通那么自信好吗 别说六百万是吧 你直接拿合同过来 我全款要了 天哪 这个是我工作生涯中的第一单 太谢谢你了 没事 我不过是买一个自己喜欢的房子罢了 那个 刚才都是我的错 对不起 能不能 这单只能算是你完成的 后续看房 我也指定你了 好 为什么他真这么有钱了 为什么我没早发现了 六百万的别墅 嘴上说着买 不一定真的买得起呢 陆哥会不会只是为了给我出头 然后故意说买下这房子啊 那个 陆先生 您要不要再考虑一下 不用了 直接全款买 我刷卡 这就替您刷卡 您的余额不足 我说什么来着 某些人只会说大话 就是没钱买呢 还好我没接待 那个 你的卡 应该是我家族的人冻结的 冻结我的卡 那几个老家伙居然这么对我 想掌控我陆锋 没那么容易 以为自己是横门富二代呢 冻结卡 没钱找什么理由 不就一单房子 你们别太过分了 是是是 你好人做尽了 但我们的工作 可是卖房子呢 房子卖不掉的销售 不就是个废物吗 房啊 我可没有再针对你哦 陆先生 今天招待不中 您先回去吧 是啊 我们不接待余额不足的客人 不买房就请学会滚呢 你们地井售房的经理 是不是叫井中琪 是又怎么样 把你们经理叫过来 就算经理来了 这六百万的别墅 也不会免费送给你 这位是 陆子涵 您认识吧 是子涵小姐的熟人啊 您要买什么房子 如果您资金周转不便 我给您先垫付这首付 什么 经理替客人 垫付房子的首付 闻所未完 不用了 我说过会全款 买下别墅 现在应该已经转到 你们地井公司的户头了 转账行事 已收到六百万 这单算在 这位小哥的头上 谢谢 谢谢 经理 这人到底什么身份啊 问什么问 赶紧工作 知道太多 引来杀身之祸 明白 陆峰哥哥 这六百万是我的积蓄 算借你的 你还得还我利息 这儿办得不错 谢了 不过这别墅 似乎很有问题 陆先生 我带你看房 之前的实习销售呢 他呀 去做其他的工作去了 毕竟人勤快 您是找他签的单 这笔交易的提成 自然他占大头 哦 那就麻烦经理 带我看看这房子了 陆先生 六百万的这个房子好啊 这位置 这朝向 采光 是真的不错 自带别院 作为平日休息的地方 也是很好的空间 如果有宠物啊 也可以在草坪上玩耍 这别墅是上下两层 世界知名的设计师 亲自设计 高档奢华 这墙面的涂料价格低廉 气味过重 足足长达十厘米的裂缝 极大的安全隐患 啊 这 这都是误会 呃 您不妨再看看 啊 这样的楼梯设计 反而显得 二层别墅的空间 拥挤狭窄 不是出自于 世界知名设计师之手 你再跟我过来 这草 也长久的疏于达理了 别墅位置坐南朝北 采光较差 且位于别墅区的边缘 这就是你说的位置好 六百万的定价 有多少水分呢 陆先生 行业内都会这样介绍房子 您不要鸡蛋里挑骨头啊 哦 你是说每个销售都像你一样欺瞒事实 或者说 你也这样欺骗陆子涵了 陆先生 您付的全款我退给您 请您放过我 不要惊动子涵小姐 可以 不过中兴区的那栋别墅 替我预留下来 哎 不行 那栋房子不卖 不卖 哦 有意思啊 理由呢 反正 就 就是不卖 即使您再有钱 也不能买中兴特区的房子 您看中的那栋别墅 值 一亿三千四百万呐 哼 我先回去了 薛宇 你总不能长期和雨漫 挤一张床吧 不合适 哦 我和妹妹一起睡 怎么不合适 万一陆风那家伙迷糊了 上床了报错了怎么办 别说了 我起鸡皮疙瘩了 快恶心死我了 薛宇 你二姨的女儿结婚 她对象可是毫不犹豫送了房给她 你总不能失了面子 家里的房子住得好好的 不一定非要新房啊 我不管啊 反正陆风得买房 让你受委屈 让我们一家受委屈 她陆风就不是个东西 现在房子的首付那么贵 陆风怎么可能买得起啊 我回来了 回来得正好 陆风你给我听着 你认识那么多有钱人 你就是跪着借钱 也给我去买房子 我女儿不能没房子 房产证只能写我女儿的名字 妈 买房的事不急 你不要说她了 她陆风认识几个有钱人 本来还以为 能给她磨个赚钱的路子 结果屁用没有 结果倒好 认识那么多有钱的 有什么用啊 连给薛宇的新房子都买不起 网闹费 你这辈子 下辈子 都给我女儿买不起房 别说了 陆风不一直都这个样吗 不会赚钱的废物 让我们学语吃那么多苦 早知道还是得离婚 不让你这只臭虫霸着我女儿 陆风 你先出门倒一下垃圾吧 好的 我这就去 你就是个垃圾 出门了就别回来了 脏了我们技家 这陆风 怎么没当时救我的气魄了 他救了我 这次 本小姐也救救他好了 您别生气 陆风至少人不坏吧 我觉得他挺勇敢的 是啊 陆风之前还在酒吧 保护了语曼的 直接赶跑了几个闹事的混混 您就别生气了 算他陆风还是个人 但无能就是无能 做我们技家的女婿 怎么能买不起房啊 不说了 快到饭点了 你主厨 我帮你打下手 老家伙 就只知道吃吃吃 我马上做饭 雨曼 谢谢你帮陆风说话 我不想欠他人情罢了 姐姐 说实话 我还是建议你改嫁 你为什么 谁啊 奇怪了 我对垃圾过敏 我对垃圾过敏 又见面了 叫陆风是吧 哦 来这里买房的谁不是几千万的身价 放这种起来心了 就是降低我们的身份 呦 是你啊 给我上 是 学语还在楼上等我 得苏战苏绝了 陆先生 陆先生 之前都有冒犯 对不起 陆先生 我有一件事需要你帮忙 陆风 风哥 能不能把六百万的别墅让给我 呃 这房子 这房子对我很重要 我的公司的的确确是因为目标企划没做好 轻盈不善 最后我女朋友因为我欺骗她要和我分手 但是最近公司的新项目刚有了起色 首付的一百五十万也筹到了 她曾经说过 我买了房就和我结婚 我不想失去她 这六百万的别墅基础设施有问题 对这也不好 你当这要买 可是目前我只能筹得起一百五十万的首付 毕竟的别墅又是很知名的 风雨地产最近也在打造新的别墅区 你要不要考虑一下 六百万的大单子 就这么没了 真是没用 前期陆先生全款刷开买房 也算是我的努力成果吧 能力没有 还敢狡辩 你不用继续实习了 现在就给我走人 走就走 我还不干了 现在的年轻人 真是吃不得苦 本事没有 脾气还不小 哎呀 经理 您别气了 什么都没做 还把错误甩给我 分明是他们 喂 我是陆峰 我朋友要买房 想你办理一下接下来的相关手续 抱歉啊 凤哥 我现在丢了工作 不受烦了 正好 你明天入职风雨地产吧 顺便给史先生介绍一些风雨地产的新别数据 这段算是最终的机场 谢谢凤哥 我一定好好干 二姨 呦 缺雨啊 好久不见啊 二姐 你们一家怎么有空来啊 这不 我女儿找了个女婿 快结婚了 那 恭喜啊 我赶着给妹妹你送下情节 哎呀 戒指怎么被碰掉了 二姨 戒指没摔坏 我帮您捡起来 谢谢你啊 这可是我女婿送我的见面礼 尖贵得很啊 可不能摔坏了 对了 这女婿啊 还买了地窘去的别墅送给我女儿 改天我请各位去看看新房 好啊 下次 雪雨当时结婚的时候 别说房子了 连个彩礼都没有 这么寒碜 要是换我 我肯定不嫁我女儿 给这么个买不起房的废物呢 哎呀 雪雨 你应该真是嫁给爱情的勇敢女孩呢 不像我家珍珍 乖巧听话 整个人思思文文的 你怎么说话的 我姐姐招你们惹你们啦 算了算了 唐秋云 你家今天叫了个打扫卫生的清洁工啊 怎么穿得这么随便 连个清洁工具也不带呀 我 我刚出门倒完垃圾 哎 陆峰你别说了 陆峰这大傻子真不怕丢人 二爷 你很久没来了 他是我丈夫 陆峰 哎哟 瞧我这记性 把陆峰和清洁工弄混了 刚才陆峰出门办事 是我拜托他顺手堆下垃圾的 陆 姐夫在家不就穿得休闲一点吗 没事 我在家也穿得很随便的 这衣服随便倒没什么 女儿出嫁 女婿买房子可不能随便 你看 这是我女婿买的 地景区的别墅 其实也没多大 也就比这屋子大个十几倍吧 购房合同 让我看看 地景区的房子 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买得起的 哟 秋云 这东西 可不是你能随便碰的 弄坏了你赔得起 你 你 欺人太甚 我的心口 你消消气 妈 别气着自己 身体要紧啊 我只是在说事实了 你也可以叫你女婿买房子呀 我记得继学与结婚 也有好几年了吧 女婿怎么也能买件小公寓吧 现在的房子住得挺好的 买新的没有太大的必要 没必要 不会 真的买不起吧 一个小公寓不过几十万 不会真的买不起吧 陆家的那些人 又在做手脚了 我的卡上的确是没什么钱 陆锋你说什么呢 闭嘴 姐姐好不容易找不回来 要自己跳出来干嘛 天哪 还好我女儿的结婚对象 不是个好吃懒做的废物 陆锋不是好吃懒做的人 雪宇啊 你当年眼光差就认了吧 自欺欺人 只会害了你自己 和你的爸妈哦 我妻子的眼光绝对是最好的 婚房都买不起的废物 还说什么 陆锋先生 有您的特快专地 谢谢 这地井中心区别墅的房产证 和购房合同 上面是季雪宇的名字 什么 地井别墅中心区的房子 价值过亿 有钱也买不到的房子 你 你怎么能买得起那里的房子 这不可能不可能 你说买不起 那这是什么 我什么时候买过房子 我也没签过这个呀 没事 现在这别墅就是你买的 这凭证一定是假的 二爷您是长辈 怎么和孩子一样无力取闹啊 你 你 这一亿三千四百万的别墅 就是写着我姐姐的名字 新贵啊 这地井中心区的别墅 你女婿能买得起吗 买 怎么不能买 那可是我女婿 不就一栋中心区别墅 喂 你去买一栋中心区的别墅 啊 那可是地井中心区的别墅 抱歉啊 我不可能买得到 喂 喂 再想想办法 喂 怎么了 你看上去脸色不太好啊 我忙得很 先走了 抱歉 我结婚的事给你们添麻烦了 我是不是见过 不对 应该不是 快过来 哦 好的 慢走 不错 陆风 你这房子 不会是你朋友送的吧 一亿多的房子 你哪来这么多钱 啊 这 糟了 一下子怎么解释啊 冲动了 这房子我们真不能收 得给人退回去 太昂贵了 我们受不起 这个事 我帮了陆家少爷一个大忙 然后他给我的谢礼 就是这样 什么大忙 您真是大好人 发的是救命的钱啊 这都是我们的血汗钱的 陆少爷太忙了 我帮他发了一下员工的工资 啊 只是大发工资 就送价值上亿的别墅 呵呵 陆家少爷是看着我们之间的情意 这是他的一片心意嘛 可是 如果是很有钱的人送的贵重的礼物 退回去 会觉得是瞧不起人吧 哼 还好陆风认识这么个朋友 送了就送了 收下就行了 这房子 不收白不收 妈 薛语 我会够努力 靠自己赚的钱给你买收房子的 啊 你有这份心就很好了 啊 抱歉 我手机来消息了 啊 陆风 你说到谁的消息了 呐 你看 我 我其实也没太想看 呵呵 少爷让我去凯月会所一趟 还好我把发现人的名字改了 凯月会所 听着不像什么正经地方 什么不正经啊 那可是魔都陆绍包下来的地方 绝对是个正经地方 你赶紧提前去会所 别让陆家少爷久等了 哦 哦 那我早点去 见刘 陆家少爷 对了 雨漫 你之前非要去那个什么绝世酒吧 那个才是不正经 雪月姐姐救我 妈 酒吧那个事你就别怪雨漫了 毕竟陆风保护了雨漫的安全 平安让她回来了 罢了罢了 你妹妹都快被你宠坏了 你快去做饭吧 我饿了 吃吃吃 就知道吃 陆方 你等等 你忘了东西 雪月 等一下 家里还有人在呢 好了 原来是整理一领啊 当然只是整理一领啊 不然你以为 是出门我吗 哎呀 快去见陆少爷吧 别耽误时间了 真是 我在想什么呀 姐姐 你怎么了 脸好红啊 不知道怎么回事 天气好热呀 我好渴 姐姐 你喝慢点 你真的没生病吗 冯少爷 您来了 冯少爷 陆家来着了 哦 之前你发给农民工工资的钱 陆家认为 你有滥用陆家财产的先银 工人的工资被私吞了 我发工钱就是滥用 几个老家伙 气人才甚 冯少爷 陆家本家的确过分 但是您也不必大动干活 之前私吞工钱的负责人处理了吗 此人劣迹斑斑 已经驱逐出江南区了 你做得不错 之后将此人的资料上报给陆家本部 让他们闭嘴 冯少爷 前面的包厢里 就有陆家派来的人 生 各位都在啊 别这么趋紧嘛 我叫谷明志 是陆家账头派来江北区做管理的 什么做管理的 江北区分明就是风少爷的地盘 我们只会听令风少爷 风少爷 我怎么没听过什么风少爷 你 你居然敢侵蚀风少爷 年轻人 多冲动 我的手 我的手好痛啊 骨折了 我马上再去骨折 现在 我就是你们的明智少爷 那是风少爷的位置 不是你这种人 你不能坐那个位置 你别得寸进尺 等了这么久 风少爷还没过来 那他就不用过来了 胆子还真是小 我说过我会亲自过来 风少爷 你来了 风少爷 我就知道你会来 这位谷明志先生 你最好换个位置 哼 你就是陆风 我觉得这个位置挺好的 为什么要换 那是风少爷的位置 你这种小人根本不会坐 风少爷为人和善 不会在意这些礼数的 对吧 我可是陆家本家派来的江北地区代表 没有陆家本家 你陆风什么都不是呢 再说了 我今天就要坐在这儿了 你又能做什么呢 哦哟 某些人啊 敢得罪陆家本家吗 自己没个几斤几两就敢叫嚣 真是 好 我不敢动你 说白了 没有陆家本家 你才是什么都不是 本家不会放过你 不会 让他们尽管来就是了 你要制裁我 你没有权利 陆家为尊 你只是一个代理人 没有资格坐在风少爷的位置上 哼 一个位置而已 无所谓 但你伤我手下的人 我不会做事不管 给他道歉 我再重复一遍 向他道歉 还是说 你刚来江北第一天 就想被送回陆家总部 不 对不起 是我的宝宝 伤了你 你要废我出了 我才不喜爱你这几个臭钱 不妙啊 现在 来说一下 胡先生 你不是喜欢坐中间吗 怎么现在不坐了 不敢了 不敢了 你刚才不是还坐得很开心吗 那不如 你试试当陆家的家主 不敢 在下不敢基于家主之位 记住你的身份 我可以对你合适 但是你 必须要保持尊敬 明白吗 知道了 那好 我对事不对人 胡先生 还是请就坐吧 之前我不顺打伤了你 你可不要往心里去啊 能被封撞也打 是我的 是我的荣幸 是给我面子 嗯 那我们来谈谈江北区的问题 那我去纪事公司上班了 你和你的同学出去逛逛 这是陆峰给我的一些服饰品牌的会员卡 我平时工作忙 没时间逛街 你拿去 应该用得上 嗯 陆峰能有什么会员卡 街边摊实验店优惠卡 那我先走了 谢谢姐姐 姐姐再见 陆峰怎么这么口 对姐姐这么不好 姐姐买衣服 还要给他什么会员卡 真是服了 雨妈 我来了 今天咱们去哪玩啊 随便逛逛吧 那个 我这儿有一些优惠卡 我们买点便宜的小东西 我们去那家吧 香灵耳 是我平时用的牌子里最便宜的了 好吧 这可是人均消费后几万的店 我这有些便宜店铺的打折卡 不该怎么办呀 哎呀 我平时衣服够穿了 你先逛 我就不买了 我有事找我姐 可是姐姐在上班 我不要打扰她吧 啊 着急走什么呀 雨妈 有一句话叫 女孩子的衣柜里 是永远缺那么一件衣服的 你怎么能说自己衣服够穿了 可是可是 而且 最近这家店里 有跟知名设计师 一起联名的新款衣服到了 新款 你怎么也得买几件带回去嘛 你快选几件嘛 这 要是几千的衣服 咬咬牙就买了 这一件就是三万啊 这些廉价的优惠券 根本没有 雨妈 你是不是今天出来齐了 钱没带购啊 没事啊 用我的卡 钱借给你刷 雨妈 你应该不需要借我的钱吧 你手中拿着这么厚厚一叠卡 怎么会钱不够呢 我姐姐是一些品牌店的会员 姐姐让我有需要 都去那些专门的店里去买 哎呀雨妈 这些店都是连锁的呀 雨妈 你如果拿的真的是品牌店的会员卡 你在这里也可以买哦 我和姐姐打个电话 哎呀 超市优惠券 糟了 雨妈 这是掉的吧 一折的优惠券 你怎么会收集这种没用的东西啊 你不会之前买的什么牌子衣服 都是贷款买的吧 我他们呀 我不需要贷款 哦 那你证明一下 你不会现在已经穷成 客人 我们店铺最低消费三万呢 您如果达不到 还请出去 谢谢 都怪陆锋给姐姐什么优惠券 都怪疼 我该怎么办呀 哎呀 雨妈 你 我帮不了你 除非你证明 你确实买得起 店长 您怎么来了 店里有贵客 贵客 我消费也才十万 店长就出来接见我了 你在外面等我吧 这店铺似乎不欢迎你 季小姐 欢迎来到我品牌分店 你 你是在叫我吗 可是我的确没来过这家店啊 哎呀店长 你会不会认错贵宾对象了呀 我在店里消费了有十多万呢 抱歉 您不是季小姐 不是死似的特邀贵宾呢 什么 我都不算 那个店长 您说的是季学宇吗 哦 是季学宇 你应该是她的妹妹 对吧 嗯 是 季学宇是我姐姐 对 季学宇是我们的贵宾 您是她妹妹 享受其同等待遇 可是 可是 这些款式不满意 快再拿些其他的款式过来 是 啊 这些衣服都给我挑 当然 那我们要打折吗 没有呢 不打折呢 看来也不是什么尊贵的贵宾哦 看来是沾了姐姐的光 自己也不过如此嘛 您误会了 因为季小姐是我们的贵宾 不需要享受折扣 这些衣服 她可以提前挑了拿走 什么 提前拿走 不需要付款 去买卖小姐 您可以先挑自己喜欢的 随后还可以带几件回去 给季学宇小姐呢 啊 不需要付钱 待会儿你带着衣服 直接表明身份 登记就可以了 那 这些 这些 都给我包起来 好的 羽毛 没想到 你姐姐这么厉害啊 居然能弄到 这家店的贵宾啊 哎呀 不光这家店是贵宾 还有这么多品牌店 会有卡也是呢 刚才还发现了 这卡家的秘密 我们是同学 要不 我送你一件新款衣服 哎呀 我还有事 先走了 真爽 姐姐平常根本不爱买奢侈品 怎么就成了这家店的顶级贵宾了 这是陆峰碟的优惠卡卡夹 你拿着用 陆峰到底瞒着姐姐多少事啊 这个小人 这 冯少爷 您身体不适吗 没事 大概是有人在说我的坏话吧 哎 吴先生 说下刚才我们收到哪里了 总部很重视江北开发区 所以陆家想要知道您项目的所有情况 那可是风哥的项目 哪是什么人都能随便看的 明摆着欺负人吗 嗯 没事 今天你也累了 不如先休息一下 这样吧 明天让老刘 带你去各个项目的现场参观一下 没问题 风少爷 那 今天就先到这吧 您好 这是今天凯瑞会所特供的水晶葡萄 哦 这葡萄挺不错的呀 替我包起来 我带回去吧 好的 那我现在就去拿个盒子给您打包一下 凯瑞会所的水晶葡萄虽然也就一千元一颗 但陆锋打包带走这个操作 真是骨子里也盖不住的穷酸气 那封封少爷 我先回酒店了 老刘 去送送古先生 是 不用走 不用走 还真是香巴老冲大王 等我找到江北区项目的问题 我一定要陆锋付出代价 雪鱼喜欢吃葡萄 正好给它带回去一些 雪鱼 怎么了 宇曼 宇曼出事了 宇曼怎么了 他出去逛街 回来的时候被车给撞了 已经安排他进特护病房了 哦 这样啊 出车祸 总感觉有些蹊跷啊 哦 对了 我买了一些你喜欢吃的水晶葡萄 你尝尝 宇曼 你没事吧宇曼 我没事 就是腿有点疼 星月 你居然第一时间来看我 你真好 这是我在凯月会所 特地买来的定制水晶葡萄 哎呀 星月哥真是阔绰 给宇曼送一千元一颗的水晶葡萄呀 宇曼 星月哥对你是真的好啊 怎么好让你破费 嗯 宇曼 这是你姐姐和你姐夫吧 你姐夫不是会开车接送你吗 怎么你出车祸 他没事 陆锋 他根本没来接我 之前你姐夫不是挺护着你的吗 怎么可能不过来接你 你没给他打电话吗 陆锋把车开走了 我是自己打车回去的 哼 我不想打电话让陆锋来接我 我才不要依赖这个人 哎呀 宇曼打了电话都不接 陆锋在忙能这么忙啊 啊 电话 没接到过宇曼的电话呀 在爵士酒吧里 不是说要保护好宇曼的吗 还是星月哥疼宇曼 不是你们想的那样的 陆锋的确有事要忙 陆锋 你不是也带了水果吗 哦 那 在这里啊 这是陆锋带给宇曼的水果 好像也叫什么水晶葡萄 哎 怎么两个一样的水晶葡萄 据我所知 凯月会所一千元一颗的葡萄 是每天限量的 可得提前预定呢 啊 我就是今天在凯月会所买的 能随便买的 哼 这可是特工的水晶葡萄 江北驰上个龙头 都不能当天买到 嗯 宋哥 你是不是在路边台买的普通葡萄啊 别不好意思说 普通葡萄也挺好吃的 啊 这样啊 错了 陆锋 你是我姐姐的丈夫 你送多便宜的水果我都不在乎 但你怎么能骗我呢 我最恶心欺骗我的人 你快给我滚出病房 陆锋买的路边台葡萄也是对你好 是吧 宇曼 不气了啊 快走 我不想看到许伟的人 许语 姐姐 姐姐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你为什么要替路锋的 许语 你别说话 我来说 路锋不是那种拿假货骗人的人 这其中一定有误会 宇曼 你凡事都这么冲动 这性子该改改了 否则以后会吃亏的 姐姐 你为什么要这么护着路锋 他不值得你对他这么好 因为 我相信路锋 路锋 我们走吧 好 许语 你真相信我带的特供水晶葡萄 是从凯业会所拿来的吗 你傻呀 我当然相信你啊 你真好 不过 宇曼好像挺记恨你的 你们的矛盾有缓和的方法吗 宇曼是你的妹妹 她讨厌我 为了你 我不会带计较 不过 我想到一件事 你要相信我的话 就让宇曼远离良心悦 她说话虽然不好听 但是对宇曼还挺好的呀 学语 虚伪的人往往都能很好地隐藏自己 嗯 鲁峰 我叔父提起过你 我是唐家的唐梦颖 和纪宇曼是同学 真巧 在这里遇到你了 一直想和风哥你交个朋友 哎 这是宇曼的同学 你别把人家亮着呀 哦 你好 宇曼出车祸了 作为同学我过来探望下他 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风哥 我们回去吧 不知道为什么 总觉得心口闷闷的 太舒服 生闷气了 我之前并不认识他 我 我没生气 可是 有这么明显吗 没 来 喝上车吧 宇曼 你还好吗 我来看看你 唐小姐 这边请 唐梦颖 全市产业滔天的唐家千金 怎么来这里了 继宇曼和她的关系这么好 唐家小姐都来了 宇曼你真厉害 宇曼 你和梦颖是好姐妹呀 这件事你居然还瞒着我 谢谢你能来看我 新月给我带的水晶葡萄 你也尝尝吧 这是 这是凯月会所的特供水晶葡萄 一千一颗 我特地预定 我从来不吃假货 这水晶葡萄是假的 这 怎么是假货呢 我真的从凯月会所买的 会所的特供葡萄 是用特殊种植记忆的 而且每一颗都晶莹剔透 味道甘甜 香气四溢 你自己吃吃这葡萄什么味 呸 好酸 送慰问水果还送假的 真不尊重病人 宇曼 你相信我 我真的不知道是假的水晶葡萄 这一定有误会 你先走吧 我要冷静冷静 好 那我不打扰你休息了 之前还有人送了葡萄过来吗 有 就是那个 宇曼的姐夫也提了葡萄过来 不过宇曼生气 给摔烂了 还摔了她姐姐一身的葡萄汁 宇曼 其实你扔掉的葡萄才是价值连城的水晶葡萄 可是 陆峰那个穷三样 哪里有本事弄到这么珍贵的葡萄 宇曼 我觉得 你应该给陆峰道个歉 我才不要 你想不想知道陆峰的另一面 陆峰不就是认识几个有钱人 她就是个废物 姐姐为什么要保护这种没用的人 又为什么要和她结婚 都怪陆峰 害我把葡萄砸到了姐姐 她就是个脚屎棍 陆峰在爵士酒吧救了你吧 她没你说的这么差吧 当时陆峰去单挑黑虎的人呢 确实 当时黑虎会的大哥 还向陆峰低头认错呢 她 她姑且算是救了我 但她对我姐姐可抠了 一点钱也不愿意给姐姐花 这我也不好 可为你花钱就是对你好了 我 我就是觉得她穷酸 没志气 她一辈子只能是这种 底层小人物 雨漫 作为你的同学 我只提醒你一句 陆峰绝对不是一般人 你不要太小看她了 我得去帮我爸处理公司事务 先告辞了 刚好我也有事 雨漫 你好好休休 哎呀 孟雍 一起啊 反正我以后的对象 才不可能是陆峰这样的 我不会跟姐姐一样 嗯 陆峰 怎么不开回家呀 下车吧 给你一个惊喜 这 这是 地景区中心别墅 你 你不会是让陆家少爷帮你租 喜欢吗 我们进去看看 别靠这么近了 这里又没有其他人 我抱着我媳妇怎么了 我 我 我进去看房子 陆峰和平时太不一样了 他居然说这么让人害羞的话 这房子的设计 剑材 都是我喜欢的 这是 好漂亮的床 好美的花 啊 好软啊 奇怪 忽然有点困了 哼 雪雨 一下就睡着了 你这样没防备 我可要偷袭你了 陆峰 不行 现在还不是时候 你最近太累了 好好休息 陆峰 峰哥 我总算找到你了 我有事要和你说 我要你 成为我的男朋友 你有什么事吗 哼 装什么装 男人都一个火色 我之前能拿下那个富二代 现在 我也能掉上你 我要让汽雪雨也尝尝 失去尊赢 失去一切的痛苦滋味 你的男人 是我的了 风哥 之前你把我赶走了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你不要怪我好不好 求求求你 风哥 你大人不记小蓝锅 原谅永荣好吗 风哥 我后来觉得你好有男子气概 季雪雨 看不出你的好 真的没眼光 你是不是搞错了一点 你有什么资格评价季雪雨 对 对不起 你 你为什么不上钩 你是不是男人 你居然不想对我 季友荣 对自己太自信 不是什么好事 不 陆锋 你 你到底是谁 我就是陆锋 以后从我和季雪雨 面前消失 明白吗 明白就快滚 别逼我对女人动手 你 你 雪雨 还在睡呢 小懒猪 陆锋 我睡着了 我看你睡得太香了 就没叫你 陆锋 你身上有香水味 好浓啊 糟了 刚才既有用蹭到的 这个 刚才季友荣过来找你 说谈公司的事 我把他打发走了 这应该是当时不小心沾到的 季友荣 他是不是又故意为难你了 他就是喜欢针对我 啊 没事 没事 陆锋 对不起啊 因为我 你肯定受到了很多委屈 哼 说什么傻话的 别自责了 那个 我们赶紧回去吧 糟了 怎么觉得陆锋好帅 我不是天天都看着他吗 雪雨 如果我是魔都陆家的人 我是说如果 就是 假设 你会怎么做 我希望你不是魔都陆家的什么人 我们纪家其实都挺乱了 所以 我不希望你是什么陆家大少爷 每天勾心斗角 多不开心啊 好 从现在开始 我就只是你一个人的卢锋 你嘴怎么这么贫啊 你喜欢我这样 我猜 我 我没有 总之 房子的事 我很开心 我今天开车送你回去 遵命 我的大小姐 这别墅区出口处 停一辆车啊 这样堵着路 我开不出去 导航显示 绕路开出去的那条路 路都还没修好 不能开啊 这车我眼熟 应该是 我和那个车主沟通一下 让他挪挪车吧 你好 请问可以把车开走一下吗 这样可以方便开出去 谁啊 你说开走就开走啊 你是 雨漫的姐姐 车里的这位女士是 这是我一个朋友 她刚从国外回来 思想比较开放 你别介意 这样啊 雨漫的姐姐就是我的姐姐 许玉姐 我还没加你好友呢 以后互相联系 有个照应 不 不用加我了 我不太会用这些社交软件 没事 今天你就开始用 我教你 我真的不用 请放开我 你今天加也得加 不加也得加 否则你后果自负 什么后果啊 她说不用了 梁少没听清 陆峰 你什么时候来的 你怎么能来这地景别墅区啊 我什么时候来的不重要 我媳妇说了 麻烦你挪一下车 我可不会给买假货的人挪车 你确定不自己开走 我开走 看在雨漫的面子上 你们赶紧绕道 我的车 我的车 哪个不长眼的撞到我的车啊 不好意思啊 你挡着我朋友陆峰的道了 这是你车损失费 给你四千万 有意义吗 你 陆峰你给我等着 唐小姐为什么屡次帮陆峰 为什么 陆峰 你可欠我个人情了 唐小姐 我们不熟 你没必要这样 别这么见外 我们有的是时间慢慢熟悉 她 说什么慢慢熟悉啊 风哥 没想到 仔细看你本人比照片还帅 你说什么 她是我男人 我说的是事实啊 你不觉得陆峰帅吗 也 也没觉得多帅啊 你是 纪氏集团的 纪雪宇小姐吧 果然 和我猜的一样 你 你干什么 全部都拿上来 是 这些是我公司的新护妇产品礼盒 全都送给纪小姐了 纪小姐忙着工作 但也不能忘记护妇 你脸上都变干燥了 小心陆峰不喜欢你了 那样我可是要抢走陆峰的 我 我会护妇的 不需要你提醒我 我公司还有事 得回去了 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陆峰 刚好我的新车也来了 别忘了 你可欠我一个人情 好生气啊 我和唐小姐不熟悉的 别气了 情坏自己了 我就是觉得不舒服 她总是和你逃近乎 明明我才是 你才是我的媳妇啊 我 我知道了 说出来也太害羞了 怎么又要捡呢 这些可都是钱呢 扔了多浪费啊 我想了想不能扔 好 我帮你一起见 我对好的差不多了 在医院都快闲出病了 我终于回家了 你回家后 有想做什么吗 我 我要做直播 好啊 雨曼 你挺厉害的 做直播也一定能成功 姐姐 这些化妆品礼盒 是陆峰卖给你的吗 这个 是她买的 要对雨曼撒谎吗 但是 算是一个认识的人送的 你什么时候 才能对姐姐好一点 护肤品都靠别人送 哎 好啦 雨曼 你不是做直播吗 我也过去看看 好呀 好呀 姐姐你也入直播镜头嘛 你这么好看 我粉丝肯定能长 姐姐 这个直播好像还有PK功能 是类似于比赛那样的吗 营里有很大奖励的 不过主播都是靠粉丝支持来PK 这个PK模式是什么 就是和其他主播来比赛 看谁能在一个小时内得到的礼物多 我随便PK一个人 给你吃饭一下吧 姐姐 我这个小主播应该能匹配到一些新人主播 我余了余了 啊 怎么会 我怎么会PK到琪琪啊 这个琪琪是有着千万粉丝的大主播 我 我根本赢不了这种大主播 输了还会被粉丝嘲笑 要不我们不PK了吧 不行 PK模式开了就不能取消 哟 各位宝贝们好 欢迎来到琪琪的直播间 哇 今天有另外一位小妹妹主播 要和我PK呢 居然教我小妹妹 这个琪琪就是在瞧不起我 我们来唱十分钟歌的吧 唱完后看比分奖励 最多谁就赢 如果你想踢拳的话 可以提前说哦 我不介意的 谁怕谁啊 我唱 谢谢大家 我唱完了 哇 雨漫 我都没听过你唱歌 原来你唱得这么好啊 也 也没多好了 看 有人给你送礼物了 是梁星月 他捧我的场 不过 梁星月 雨漫 你最好不要和他有过多接触了 他这人 有问题 行吧 琪琪 我唱完了 你怎么不唱啊 粉丝宝贝们太热情了 我的比分已经超越你很多了哟 啊 这才过去了一分钟 他又不唱歌 就能有这么多投票 这也太多了 根本比不过啊 哎呀 各位收敛一点点了 琪琪快不好意思了 我们还要给对面的小妹妹留点面子的嘛 仙人主播加油哦 好听哎 沐风你刚一击就别送我礼物投票了 时间也来不及了 你能来看我直播 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什么 这么多 我 我怎么会输给这个小主播 这个垃圾货 我怎么会 这家 这个沐风 他肯定是我的贵人 他让我赢了PK 运气好也是实力的一种哦 还好 时间赶上了 各位 这次PK我输了 没事的 妈妈主播很厉害的 我们就不要比了 琪琪 谁欺负你了 刘哥 你来了 刚才你没在 和一个小主播PK 我礼物少了点 就输了 我没事的 输了也很正常的 这有什么 别难过了 我来 大家如果还是琪琪的粉丝 就给我去那个什么 曼曼直播间怼他 恶意拉低琪琪人气 这个曼曼就是个 不要脸的东西 你个不要脸的 都不知道自己长什么样 还在赌门琪琪的热度 叫什么曼曼 以为有个什么土豪 好给你投票刷分就上天了 PK结束了 为什么这么多人来我这骂我 能不能不要骂我了 求求你们了 我不允许你们这样说他 你们怎么可以 肆意污蔑一个人呢 又出了一个人 你肯定和他一样素质低下 不像我们家琪琪 可爱又单纯 这人简直不可理喻 刘武能 你对琪琪的爱 看来只值七十万了 这个沐风 为什么知道我的真名 他到底是谁 又是他 送了这么多 你在干嘛 你这个混蛋你 狼狼献献苦苦操持家务 你居然给女主播送七十多万的礼物 不想给我直说 对不起 媳妇息怒 我再也不敢了 琪琪 我不会再来 我老婆来了 你好自为之 这儿 一定是曼门主播 故意刷手段 这个叫琪琪的被封号了 什么情况 为什么我的账号被封了 子涵 你动作也太快了 陆风哥哥 那个琪琪主播自己尖酸刻薄 他被封是他咎由自取 我不过顺水推舟而已 感谢沐风哥的礼物 这沐风 不就是陆风的疯子吗 和陆风有什么关系啊 我也没说这一定是陆风 就是想到他了 姐姐 陆风是给你吃了什么迷魂药吗 虽然陆风好像从不看直播 但如果这个沐风 真的是陆风 你就得好好谢谢他 没问题吧 行吧 不就一个谢谢吗 雨曼 我来帮你洗漱吧 时间不早了 你要休息了 我可以自己主着拐走的 你才是快去睡觉 好了好了 那我走了 不过总觉得是陆风给雨曼的打赏 但他哪来那么多钱 我还是回去问问陆风好了 沐风哥哥 我是主播琪琪 我好被疯了 所以只好私聊给你发消息了 他找我做什么 有话就说 别卖关子 沐风哥哥 直播是我唯一的经济来源 如果我不能直播了 我就失业了 我就活不下去了 那与我无关 这个人怎么可以这样啊 沐风哥哥 您就帮妹妹恢复一下直播嘛 求你了 你不是我妹妹 我没有义务帮助你 陆风 你在干什么 我 我可以看看你的手机吗 雨曼非要我证明 你不是打赏她的土豪 这 你应该连直播平台的APP 都没下载过吧 惨了 现在让子涵清理掉手机后台的数据 已经来不及了 雪宇啊 我其实有件事要和你说呢 其实 给雨曼在直播平台送里的沐风 就是我 不信的话 你可以看我手机 上面都有记录 记录我就不看了 我只问你一句 你给雨曼打赏的钱 是合法的吗 嗯 其实是老刘和直播平台的人是朋友 在中间帮了我一把 那就好 陆风 等你想告诉我的时候 再和我说吧 但你一定不要做危险的事了 可是你的专属司机 我会有什么危险呢 陆风 你总不能一辈子都做我的司机啊 这不好吗 可以一直待在你的身边 哎呀 我是觉得 你可以不用委屈自己的 陆风 没想到你真的就是沐风 嗯 这点我不否认 你之前答应我什么来着 姐姐 我不会实验的 我说到做到 我在直播的时候 被大主播琪琪欺负 谢谢你帮我出气 给我刷礼物 你给我打赏的钱 我分道后会还给你 不占你钱也 而且陆风 你如果再不出息点 每天还这么浑浑饿 我还是会看不起你 好了好了 我知道雨曼好姑娘人美心善 我都是看在姐姐的面子上 才不和你计较 但是陆风 如果你敢对姐姐不好 我一定不会饶了你的 我哪敢呢 姐姐 你马上就要过生日了吧 有什么想要的吗 这个 我这么大人了 就不用特意过生日了吧 那可不行 我得给你一个惊喜 哦 还卖关子 要不算了吧 公司事务多 还不一定能空出时间呢 好 听你的 我们的时间还有很多 真当我这个妹妹是空气呢 不过 只要姐姐开心 我可以当什么都没有看到哦 你承认自己是我妹妹了 那是你沾着我姐姐的光 你什么时候出息了 什么时候才会有我 寄予曼这个妹妹 出息吗 肯定不会花很多时间 老刘 清晨打了电话 是有急事吗 陆家本部考察后 认为季小姐不具备 陆家少奶奶的资格 则令 陆少爷另取他人 陆家对季小姐的评判 不太好听 说 老刘 在我面前不用顾忌 陆家本部认为 陆家小姐心思愚钝 能力不够 品貌和家事欠佳 且亲戚拥杂 难当陆家少奶奶的重任 那群老家伙有什么资格决定我的妻子 当初将我赶出陆家 现在还想对我指手画脚 绝不可能 冯少爷 那您的决定是 拿下江北区 陆家本部的老家伙们 就会暂时闭上他们的嘴 古明志是本部派来监视我们的人 他最近有什么动静吗 古明志要查我们江北区的陆氏公司的账户 摆明了要找我们的茬儿 让他找 并且最好让他看到公司的财务报表 公司的财务报表 怎么能随便给古明志看啊 让他看便是 之后会让他自己乖乖地滚出江北 陆峰 马上要参加我姨妈女儿的婚礼了 我们要提前准备好礼物 好 你吩咐的 我记着呢 这是我和雪宇送给您女儿的结婚礼物 哟 雪宇啊 你们家什么意思呀 我女儿结婚 你们就送这破茶碗呢 你嫁得不好就算了 送这十几块钱的茶碗 恶心谁呢 这是紫砂壶 不是什么破茶碗 我们是真心送上祝福的 真心你们就送这地摊货 你们现在给我滚 这婚礼不会有你们 可是 没事 我来解释 不如我们打一个毒怎么样 你敢亲手摔了这紫砂壶 我们立马就走 这个穷光荡晚辈 居然敢挑衅长辈 不得了了 摔就摔 我女儿的婚礼 还轮不到你们这种亲戚作威作福 你们在做什么 啊 这位兄弟 您的岳母 刚才摔了我们济雪宇家送的紫砂壶 这 这是价值一千七百万的紫砂壶套件 是谁 谁把这名贵的紫砂壶给摔了 仅值是对宝物的唾弃 是对文化的亵渎 怎么可能一千七百万 这不会就是个破茶碗 是我摔了它 但它不可能是一千七百万 真是愚昧 我结婚的对象居然有这么愚昧的家庭 不懂得真品的价值 送礼人的一番真心都被当成驴肝废了 这婚 不结也罢 你 你别走 都是我的错 你不要不结婚呐 妈 你还不嫌丢人吗 你一千七百万的礼物都该这么糟蹋 你害死我了 新郎关跑了 哎哟 这真是 那个白眼狼 居然敢就这么扔下我闺女 日后必定断子绝孙 我的工作就是鉴赏师 你刚才摔了这么名贵的紫砂壶 而且礼物不分贵重 是一份心意 连尊重都做不到 这婚还是不结了吧 是啊 一千七百万的礼物都被摔了 还中女婿段子绝孙 真是好心当做驴肝肺呀 狗眼看人低 这婚应该是结不成了 我们回去吧 现在就走吗 我们的礼数已经进到了 你公司还有事物要忙吧 嗯 那我们走吧 陆峰 那个一千七百万的紫砂壶套件 你不会又是让刘王冠总裁买的吧 不 就是一个认识的朋友 让他帮我物色一下 亲戚新婚的礼物 陆峰哥哥要送礼物 交给我吧 我一定挑不那么显眼的 一千七百万的紫砂壶 可能对于紫涵来说 的确是不太显眼 陆峰 你认识的朋友多 但也不能总欠别人人情啊 我知道了 你们不是去参加婚宴吗 这么快回来了 这不是在丢我们家脸吗 陆峰 又是你丢人了 你是不是对我们家有仇啊 妈 陆峰这次送了一千七百万的紫砂壶 他没给我们丢脸 一千七百万 他送这么贵的东西 假的吧 但是紫砂壶被姨妈砸了 然后新郎官当场翻脸走了 因为这么贵重的茶壶被毁了 玄宇 你依旧是扑扑 不要就不要 退回来啊 一千七百万 购买三套房了 你这次 肯定又是你朋友在帮你吧 算是吧 快联系你朋友 我们请来吃个饭 让学宇也谢谢他 这 妈 先不说这个 宇曼呢 他呀 我让他先去济市公司 提前熟悉熟悉业务去了 宇曼小姐 公司的具体事务流程有筛选 采购施工 宇曼 好久不见啊 宇曼 我从国外回来一阵子了 你先去忙自己的事吧 好的 静雨妈 你应该已经见过陆锋了吧 你觉得 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陆锋算是救过我吧 但是他真的好没志气啊 一堆朋友都比他有钱 都比他厉害 但陆锋最近一直在外 和刘万贯等人走得很近 你知道为什么吗 他们是朋友吧 偶尔聚一聚 陆锋在密谋吞并技家 陆锋 他怎么会吞并技家 可是陆锋表现得毫无进取心 都是在演戏吗 不然你觉得 陆锋都认识陆家的少爷了 他却不肯引荐给技家 难道陆锋根本就不是为了技家好 当然 他可是一个无用的坠绪 竟然敢惦记技家的财产 一个外人无法无天 可是陆锋救过我 直播的时候还替我打赏出气 陆锋真有那么深的心机吗 我看他不太像 你怎么和你姐一样蠢 都被姓陆的洗脑了 等到技家都被他一个人独吞了 要后悔就完了 但是没有证据怎么能随便判断 那这是陆锋近日的通话记录 他一直在和陆家的什么神秘人物联系 还有他近日购买了地井中心区的别墅 陆锋都没和你们说过吧 的确是没有说过 但他也没有每件事都和我们说的义务呀 凭他那个窝囊费的本事 怎么可能买得到地井中心区的房 你是说他背后给他撑腰的人给他买的 但是有条件 没错 雨漫 你总算开窍了 陆锋把技家作为筹码交易出去了 那你姐姐就成了技家的叛徒 一辈子都被人骂着抬不起头 姐姐 我要救姐姐 我应该做什么 其实这件事情很简单 那你只要让你姐姐在这个上面签个字 好 姐姐 我一定会帮你的 雪月 你最近工作好像特别忙 你身体需要休息 别太累了 最近积压起来的项目都得我亲自监督 不能有半点差池 我去上班啦 陆锋 你在家如果闷的话 雨漫腿刚好不久 你带他出去逛逛 没问题 那小丫头骗子啊 我会帮你盯着他的 我 我走了 鸡鱼们 起床 啊 没关 那我进去了 姐姐 我起来了 带我出去玩吧 看清楚啊 我是陆锋 啊 怎么是你 陆锋 为什么是你敲门叫我啊 姐姐呢 啊 雪月去上班了 她怕你闷 让我带你四处逛逛 既然是姐姐说的 那我看在姐姐的面子上 就和你去逛逛 你还不出去 想偷看我换衣服不长 这妮子 真是牙尖嘴利啊 我换好了 换好了就走吧 她怎么都不夸一句 我可是换了新衣服啊 有特别想去的地方吗 既然她开口了 那我可要好好摘她一顿 我想去这个高档定制珠宝店 我想选姐姐的生日礼物 陆锋 你肯定没去过这种店吗 会不会紧张啊 为了帮学一学礼物 我们走吧 她怎么答应得这么快 你好 欢迎光临堂记珠宝 又是这种一看就买不起 高档珠宝的客人 真浪费我的时间 请问需要什么款 我姐姐要过生日 有推荐的项链吗 你过来 这里有客人 你都不来招待一下吗 我 招待客人吗 可是我在拖地 把拖布先放到一边 你快带着两位客人 到旁边的柜台看看项链 那边不是一些百元赐品吗 什么赐品不赐品 我们这叫应对顾客工序 懂不懂 快去 这些项链虽然品相一般 但是相对比较实惠 你们说什么呢 我可是要给姐姐挑生日礼物 你们就拿这种赐品搪塞我们 怎么做生意的 瞧不起人呐 你们怎么这样啊 给姐姐挑礼物 他们就是这种态度啊 少说两句 我 我 我真的没有敷衍 对不起啊 对不起 好好的一桩生意 给你做成这样 废物 真的很抱歉 它是新来的不知道规矩 那边柜台的项链 的确比较实惠 我们店推出的 各个价位的珠宝 也是满足不同阶段 客户的需求 呃 那个柜台的珠宝 您是说要那个柜台 所有的项链 除了那个柜台的珠宝 其他的 全部替我包起来吧 什么 全部包起来 你疯了吗 杜丰要的珠宝 记在我的私人账上 就当时这是我送她的礼物 唐大小姐 您怎么来了 我们 我们不敢计您的账 毕竟这就是您的店呐 我的店不需要做不好 基础服务的店员 唐小姐 真的很对不起 我不知道客人是您的朋友 你去找财务把工资结一下 明天不用来上班了 唐小姐 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是真心喜欢这份工作 真是一出好戏 刚才不还挺能耐的吗 松开 你想让我叫保安把你轰出去 可是 你不能随便开除我 我可是老员工 客户投诉率已经六个月居高不下了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还有 你用假货调换店铺真品的事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是想直接走人 还是我们走法律程序 让你去监狱里坐坐 我走 我现在就走 借后堂记珠宝分店的事 多麻烦你了 唐小姐哪里的话 我就是想做好工作而已 我先去替陆风先生包装首饰 这次你送我的珠宝不会接受 风哥 你和我这么客气做什么 喂 陆风 白送的为什么不要 有些东西是不能要的 风哥 这点面子都不给我吗 武功不受禄 今天我是来替我妻子选礼物的 当然得我自己卖了 好 我明白了 刚好店内有项链定制的项目 可以指定雕刻文字或者图案 要不要试试 很不错 就选这个了 我需要你们在项链上 课点特别的东西 看来风哥愿意和我谈生意了 我会更期待下一次的 对 我想在项链上 刻上纪雪宇的缩写 给他一个惊喜 好的 没问题 静止时间需要十点 陆风 虽然你朋友多 但是我要告诉你 你不许背叛姐姐 你也不能背叛雪宇 我怎么可能会做 伤害姐姐的事呢 你去济雪公司 有学到什么吗 有啊 公司的简单流程之类的 是谁带你参观公司的 当然是济雪公司的员工 带我看的 你又不参与公司事务 问这么多干嘛 难道 陆风真的要吞并 季家的财产 所以才一直忍气吞声 快到济雪集团了 我们去见你姐姐吧 待会再下个拐子 不过我要和姐姐单独吃 你不许来 女生的小秘密可多了 你不能听 男性勿扰 好 那我先回去了 姐姐 什么事啊这么急 陆风呢 我们去下拐子 姐姐 我有重要的事和你说 季宇曼小姐 有顾客几小时前寄存的包 托我们转交给你 姐姐 你看看这合同 季宇曼 这是什么合同啊 这个是 陆风姐夫推荐的一个项目 是关于修建连租房的 需要姐姐你的投资 陆风推荐的 大概要多少钱呢 钱我已经筹够了 赚了的话 这一部分钱的分红 都给姐姐你呢 姐姐 我就是想对你好 现在只要你签字了 这是我给姐姐你的礼物 可是 陆风从没有和我说过这个事儿 姐夫也不可能什么都跟你说嘛 话说回来 陆风的确是瞒着我很多事情 姐姐 陆风他肯定是为了你好 就像他这次推荐的项目 肯定是不想你太累了 我也不想逼他 他总有一天会告诉我的 那我得好好看看 你说的新项目是什么内容 这是学校发的社会实践声明 需要家属签字才能去的 啊 你的社会实践相关材料 为什么会和合同放在一起啊 我不小心嘛 一共有四份 合同仪式三份 加上我的社会实践 也就是说我要签四次名字吗 哎呀 这个后面的内容都一样 不用仔细看 多浪费时间 嗯 可是 既然是陆风推荐的 应该没问题吧 姐姐你签嘛 你卖的心意你要收下 社会实践这份也要签 嗯 那行吧 姐姐你真是太好了 社会实践生命路 如果我拿给了吗 他肯定要骂我服务正业 字也不会签了 好了好了我帮你就是了 你好 请问客人需要点什么吗 我给你们倒水 你怎么服务的都弄湿了 对不起 都湿了这怎么办啊 等等 啊 等等 股权转让书 余曼 你为什么要让我签股权转让书啊 你不知道这东西签了 公司很可能会被别人抢走吗 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解架 也是为了计时公司不被抢走 余曼 你是受人指使的对不对 谁叫你这么做的 是 是 客人 我去拿干的毛巾过来 封少爷 我已经按您的吩咐 把水不小心洒到了合同上 做的不错 那份坑人的合同 学余肯定能发现其中的端倪 到底是谁指使你骗我 是 是陆枫 陆枫 你 你说陆枫指使你 骗我签股权转让合同 陆枫他不会 他怎么会想要独吞计较 陆枫 陆枫说过他会帮我 姐姐你别执迷不误了 姐姐你想想陆枫 甘愿在记家一直忍气吞伤 他为了什么 我就不信一个人连点自尊都没有 他肯定是利有所图的 余曼 那你为什么要听从陆枫的话呢 余曼 快告诉我 你是有什么把柄落到他手上了吗 没有 什么把柄 我怎么可能有什么把柄 糟了 我 我就是想看看陆枫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才 才委屈求全呢 我真的不是故意骗姐姐你的 而且我听说陆枫就是要吞并技甲 我不想姐姐你受到伤害 难道陆枫真的有这么大的野心吗 他连技甲都不放过 难道我相信陆枫 是我真的傻吗 原来你们在这里吃饭啊 怎么表情这么凝重 陆枫你 你不是回去了吗 你居然偷听 我已经回家吃完饭了 来这里是凑巧见个朋友 朋友没来 薛宇 我们回家吧 你这个企图吞并技甲的人 就是个白眼狼 还有什么脸跟姐姐说一起回家 宇曼 凡事都讲究证据 你有证据吗 证据 公道自在人心 人怎么可能无欲无求 没有一点上你心 你这样子就是潜伏在这儿 然后吞并技甲 不管你信不信 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薛宇 陆枫 我想相信他 季宇曼 你被季鸿鱼蛊惑来骗你姐姐真是愚蠢 很不凑巧 既是旗下有一位员工是我的朋友 他在拍摄公司宣传视频的时候 刚好把你和季鸿鱼的谈话内容拍下来 宇曼 你按照我说的做 一定能帮到你姐姐 这才是证据 宇曼 你被季鸿鱼骗了 这 对不起 我错了 我只是想要帮姐姐 季鸿鱼她利用我 我差点就害了姐姐 我真蠢啊 薛宇 季鸿鱼和她父亲季乐山 处处针对你 你应该最清楚了吧 是 他们一直看不惯我们家 处处为难我 想要把我们赶出济世 不过 以季乐山和季鸿鱼为首的季家势力 该被取代了 陆枫 你想对季家做什么 陆枫 难道 你真的要吞并季家 哎呀 别胡思乱想了 我的意思是 让你取代季乐山 成为季氏公司的实际掌舵人 可是 我从来没有想过 成为季氏公司的掌舵人 那是你赢得的 我会帮你 陆枫你别想花言巧语 哄骗姐姐 就算我做错了事 你也不能吞命季家 季鸿鱼对你花言巧语 你却轻易就上当了 你知道季鸿鱼在公司处处为难你姐姐吗 我 我一直在国外 不知道这种事啊 季鸿鱼曾经把南半的项目推给雪宇 就是为了让雪宇犯错 把她赶出公司 当然 雪宇能力优秀把项目拿下了 季鸿鱼反而失去了在全公司的主导权 她现在做的一切 都只是为了再次把雪宇挤出记事公司罢了 我真的要相信陆锋的话吗 这个人真的没有野心吗 你们谈一谈吧 姐姐 我们真的应该相信陆锋吗 虽然她瞒着我很多事 不过总有一天 她一定会告诉我的 你千不该万不该相信季鸿鱼 她就是个自私自利的人 羽曼 我最不希望看到的事 就是背叛了 对不起 姐姐 我以后再也不会犯错了 羽曼 你一定要成长起来 变得能明辨是非才行 好了好了 不哭了啊 你快去洗巴脸 好 啊 陆锋 你一直在等我吗 嗯 徐宇 明天记事的陈慧 我给你一些东西 你戴上 有些时候我们需要先下手为强 今天陈慧 我要宣布一件重要的事情 金鸿鱼给公司带来了有巨大利益的项目 是与江北龙头地产合作 他应该回到济世集团 成为济世的一份子 与大家共同奋斗 我反对 不能让季鸿鱼继续回到公司 雪鱼 年轻人不要仗着自己做出点小成绩 就开始狂妄自大的质疑公司的安排 说到季鸿鱼之前的失职 人非圣贤 谁能无过呀 是啊 我以后会好好表现的 经过调查 江北龙头地产 是个挂名空投公司 大利益 大项目 都是季鸿鱼骗人的手段 即使公司不可能再次重用一个屡次犯错 满口谎言的人 季学鱼 你们年轻人不懂这些 很可能会被一些片面的文件误导 江北龙头地产的确是真实存在的公司 各位先不要着急 江北龙头的代表人来了 各位好 笔人 名叫谷明志 顾先生 您看 我们之前谈的项目 应该已经快敲定了吧 江北龙头能与我们记事合作 你们出资 我们出技术和人力 怎么会有假呢 根本不存在什么江北龙头地产 我仅代表魔独陆家 只是过来盛查济世的经营情况 和管理层的真实现状的 魔独陆家 魔独陆家 天哪 就是那个资产不可计数的陆家 调查结果 将用来评判魔独陆家 是否能长期与继续 保持稳定互惠的合作关系 你 你居然是魔独陆家的人 做项目之前 连最基本了解对方公司的情况 都做不到 你还真是能力显薄 不 是你骗的我 季小姐 可以把你手上的文件 让我看一下吗 行吧 这是复印件 对龙头地产的相关资料 调查的详细清楚 季小姐 您不愧是她看中的人 她 季小姐工作气质 在做项目前 都会做认真的实地考察 对数据的记录统计 也能更精确 项目策划 还有自己独特的鉴定 魔独陆家 会更希望与您这样的人合作 等等 鸡血雨还年轻 她可做不好重大的项目 而且您欺骗我儿子在先 我们凭什么再相信你 季乐山董事 你觉得 你就有资格和魔独陆家谈生意吗 论职位 论资历 论辈分 我怎么可能不如鸡血雨这个小辈 我才是即使最大 季乐山 你还把我这个老婆子放不放在眼里 奶奶 您怎么来了 是我请她老人家来的 毕竟不能错过一场好戏 你们都进来吧 老娘伺候你几年了 你现在想一走了之吗 洛莎 这个月的百万生活费 你准备什么时候打给我呀 你们 谁叫你们来的 你们别乱说呀 干爹 你说到我不读书也可以 只要跟着你就行 但是你都好久没给我钱了 季乐山这些年挪用公司管项 还有包养这几个女人的账目 都在这个优盘里 我可以放出来 给大家看看 季乐山 你居然 你居然敢用季家的钱 去养这么多女人 你真当我老眼昏花 管不了你了吗 妈 你听我解释啊 乐山 亏我还信任你的人品 想把季氏全部交给你 季小姐应该注意到 季氏公司的账目对不上吧 公司账目我查看的时候 的确发现了有问题 我顺头摸瓜查了一下 季乐山偷税落税高达上亿元 以及他任手下员工 虚报自己所选项目的 营业收益 掩盖亏损 也就是说 季氏现在已经亏损 非常严重了 当然 除了季小姐的项目外 败家子 你和季洪宇 都是季家的耻辱 早孽呀 奶奶 救护车 快 叫救护车 让开 奶奶 你醒醒 冯少爷 您吩咐的 关于把季乐山 季洪宇的劣迹 公布出来的事 我都办妥了 您大人不计小营过 请忘记我之前冒犯您的事吧 我没有计较 你是陆家总务派来的代表 应该在江北多平谷几天 我听冯少爷您的 您说打几天就打几天 您先离开吧 是是 医生 奶奶她到底 抱歉 病人年事已高 我们已经尽力了 奶奶 让我进去 让我进去 你还要脸来啊 七老太太就是被你们气成这样的 我 那都是我一身糊涂 是那些女人蛊惑我呀 朕不要脸 朕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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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朕宇在这儿 乐善不孝 既是公司今后交给你 奶奶 我能力还不够 我管理不好公司的 我之前对你不好 这公司本来就应该 你来继承 可是 薛宇 你就当完成老人家的一个心愿 快答应吧 好 我答应你 你那个时候 还很小 很巧 抱在怀里 好轻 好轻 现在 已经长这么大了 奶奶 奶奶 你的精神很差 今天不去公司了 回去休息吧 陆枫 奶奶把街市公司托付给我 我不能辜负她 我不累 睡着了 都累成这样了 还逞强 或许 当时不应该这么早 帮你拿回祭司 冯少爷 进行下一步 薛宇 我们到家了 我怎么睡着了 陆枫 你放我下来吧 在家里还被陆枫背着 好难为情啊 薛宇你在家呀 老头儿 你还不快去把菜洗了 好好好 我现在就去洗 玄宇 现在你已经是济市集团的董事长了 薛宇继承了季老太太的所有股份 再加上她自己的 程序走完后 她就是济市的董事长 好啊 那老婆子死的时候 居然良心发现把公司留给你了 欺负咱家这么多年 终于等到姚美吐气的一天了 哈哈哈 妈 奶奶才刚走 你能不能不要说这种话 奶奶虽然一直有偏心 但死者为大 我才不管这些 她以劳卖劳处挤兑咱家的时候 想过这些吗 妈 奶奶她都去世了 我们刚参加完葬礼 你能不能别说了 我唐秋云可忍不下这口气 薛宇 你现在是董事 赶紧给陆峰在禁食公司安排个工作岗位 我买个菜还被邻居指指点点 说我女儿嫁了个不工作的废物 妈 陆峰不是你说的那样 她每次都有帮我 她 薛宇 这是姬乐山姬鸿雨的资料 我朋友欠我一个人情 帮我整理出来的 陆峰 你娶了我女儿是你八辈子的福气 就算你认识些有钱人 你也必须给我工作 无业游民就是丢人 那 陆峰 你当我的司机 不行 别人会说我的董事长女儿嫁了个司机 多可笑啊 哎呀 你就别逼雪宇了 洗你的菜去 别管我的事 陆峰给我安排在办公室 我不想再被人指指点点了 可是 我不想勉强陆峰 不是每个人都适合一成不变的上班模式 雪宇 你让我去做个公司文员吧 每天处理公司资料 职位也不高不会让你为难 我也处理不了什么大项目 嗯 就从基层 从小事做起吧 雪宇 你赶紧给陆峰安排工作 我们计较不会再养吃白饭的人了 菜洗好了 催什么催啊 一会儿就吃饭了 宇曼不知道去哪里冷了 还不回家 陆峰 你想好了吗 济市公司的文员每天的工作可是很繁重的 心疼了 怕我累着 我哪有 如果没问题 我就通知人士 你明天去济市集团报到吧 陆峰 你把衣服脱一下 这才早上 而且今天雪宇你还有工作 我们不急吧 难道是妈催着雪宇要孙子了 你想想什么呢 我不是那个意思 好 那是什么意思啊 今天你去济市报到 这是新西装 你把衣服换一下 你说我男人 要穿一套好的西装 好的 多谢媳妇关心 总 总之 你快换衣服吧 我 我走路去公司了 锻炼身体 雪宇走得太快了 本来想开车去送你 子涵 调去我住房停车位附近的监控录像 陆峰哥哥 怎么了 我才刚睡醒 小事 早上出门开车去公司 车爆炸 这怎么是小事啊 陆峰哥哥 你没事吧 没事 我上车时间晚了点 刚好错过了爆炸时间 陆峰哥哥 放心 我来调取监控 怎么会这样 陆峰被人删除了 居然敢在我眼皮底下动手脚 没事 应该是有人想神不知鬼不觉的让我死于意外 或者有什么其他的目的 现在还不好确认到底是谁想这么做 陆峰哥哥 我一定会保护好你的 子涵 谢谢你肯帮我 你好 我是今天来报到的陆峰 抱歉 今天出了点意外 是交通事故 我到公司的时候晚了几分钟 是陆峰吧 季学与董事已经交代过了 你先把合同签了 一试两份 你自己拿一份签完后 就去一楼和同事们相处相处 会有人给你安排工作的 抱着富婆的天腿上位 还能这么心安理的 男人的脸都给他丢尽了 你小声点 别让他听见了 可我说的是事实啊 你看他 身上还穿着这么贵的西服 被养着还这么高调 的确像条贵兵犬 嗯 陆峰 虽然季董事交代了 但你还是先从基础的工作做起吧 好 没问题 陆峰 让露露带你过去公位吧 露露 过来 带新同事熟悉熟悉环境 主管我来了 新同事呀 我来带他去 哎 怎么这么不小心 还不赶紧把文件给我收拾好 我 我不习惯穿高跟鞋 哪来这么多借口 对不起对不起 我马上把文件捡起来 我帮你吧 谢谢 你人真好 小事 还在聊天 快带人过去啊 哦是是 你叫陆峰是吧 前面靠里的就是你的座位 陆陆 帮我复印一下 今天要开会用的文件 陆峰 我先去复印文件了 你的位置 我已经帮你收拾干净了 你自己去一下哦 嗯 你去忙吧 拜拜 哈哈 不好意思啊 我们东西太多了 就先放你桌子上一下了 嘿嘿嘿 嗯 你自己收拾一下 重要文件都不能丢 大家都是同事 当然要相互帮助一下了 我们的事情比较多 你先自己整理一下吧 主管说了 除了工作外 个人卫生挺重要的 好 啊 可算是弄干净了 陆峰啊 你刚来 业务还不熟悉 先把这个做了吧 锻炼锻炼 这个一小时内就要交 你抓紧时间 不要给主管和其他同事 增加麻烦 没问题 老婆是济世的董事长 又能怎样 废我一个 触犯了公司制度 天王老子也呼不了你 陆峰 你帮我买一杯咖啡吧 我要加半烧糖的 我也要咖啡 我要冰的 不加糖 你给他们都带了 顺带烧上我的吧 我要红茶 热的 陆峰 公司本来有咖啡机 但大家都想喝公司外的 这不耽误你工作吧 行 时间很充裕 我现在就去 陆峰 你第一天工作还不熟悉业务 我帮你去买那些饮料 你 没事 我平时经常帮同事带东西的 我习惯了 要买的饮料很多 你一个人不方便拿 文件也复印完了 我和你一起去 好 陆峰 谢谢你啊 你刚上班就麻烦你做这些 没事 同事先要互帮互助 怎么这么多人啊 这可能需要排队好久吧 怎么办啊 回去晚了也会耽误工作 到时候要是交不上的话 啊 没事 问题不大 啊 紫涵小姐吩咐了 这些是您需要的饮品 已经通过VIP通道给您做好了 好 工作辛苦了 啊 没有没有 分内工作 呃 我还有工作 您请慢用 我先走了 哇 陆峰 你居然没排队就买到了 你好厉害啊 我刚好有个朋友在这里工作而已 紫涵的消息还真快啊 我饮料买回来了 怎么去了这么久啊 买个饮料都这么慢 我快渴死 哎呀 买的怎么这么烫啊 这是人能喝的吗 可是你说最近都不能喝凉的 你说要喝热的 你就不能动动脑筋买杯温的吗 真是 怎么这点小事都做不好 之前交给你的策划案 还有统计表格 什么时候帮我做好 对不起 我会尽快 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快去做 那个 灵姐 能不能把饮料钱借给我 包括上几次的饮料钱 一共三百元 不就几杯饮料吗 你就时时刻刻借着这笔钱 怎么这么小气啊 再说了 你请我这个前辈喝点饮料怎么了 嗯 对不起 我说错话了 您别生气了 叫人替你买饮料 就该把钱付了 露露和我们关系好 自愿给我们大伙买 关你什么事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你不愿意给露露饮料钱 那通知财务从你的工资里直接扣除 你没有什么意义吧 有病啊 露露 你给我拿好这些饮料钱 真是麻烦 请人喝个饮料都磨磨唧唧的 啊 居然拿到了 露露 我都不知道怎么谢你了 啊 没事 露露 我的饮料买回来了吗 这是你的 露露 谢谢你替我们哥几个买喝的 最近越来越漂亮了 谈对象了 没 不客气 哈哈 露露 主管叫你去办公室 啊 主管 请问有什么事 还敢问我什么事 我让你整理了嫉妒报表呢 几个小时过去了 报表的影子都没见到 在我的眼皮子底下消极代工 你好大的派头啊 报表 哦 主管 你没说让我整理报表呀 我几个小时前让谢灵通知你了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 灵姐也没有通知我 主管 我们可以问问灵姐 把谢灵给我叫进办公室 主管 找我什么事啊 我让你通知露露做嫉妒表格的事 你通知她了吗 我当然通知露露呀 露露你怎么搞的 这可是主管交代的嫉妒报表 你不会都忘记了吧 你这人也不是实习生了 主管要求做完的事 你怎么能忘呢 这么重要的报表你做不完 给公司造成多大的损失 你能负责得了吗 我 我不知道 我真的没接到通知 对不起 真的很对不起 光说对不起有用吗 这么长时间 交给狗来做都完成了 谢灵 你如实说 她早上人在公司吗 没 我没看见露露 我以为她去上厕所了 但她一直没回来 我没有无辜矿工 我 矿工就是矿工 还有理由 按照公司规章制度 是要被开除的 刚入职的时候 你家里条件不好 在公司大家一直照顾你 让你多做工作 多拿绩效钱 现在 你居然成了公司的混子 整日偷奸耍滑 无可救药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不做报表的 我是真的没有接到灵姐的通知 请您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会做好报表的 请您相信我 我不要被开除 求求你了 你给我解释清楚 你早上几个小时 到底去干什么了 我 我去给同事们买饮料去了 灵姐知道的 公司有饮水机 想喝什么都能喝到 大家怎么可能 让他去买外面的饮料啊 陆陆 你太让我失望了 居然在我面前撒谎 对不起 可是 我真的是去买饮料 你就是自己想喝饮料吧 结果再把公司的重要事给忘了 我没有忘记 我没有 主管 这是送您的红茶 陆峰啊 你刚来这里还没适应环境呢 这都不好意思 还让你亲自给我带饮料 这是露露给公司同事买的 陆芬 主管 我不太懂规矩 想着大家工作都很辛苦 让露露带着我一起给同事们买饮料 放松放松 况且 季氏集团的季度报表统一上交时间 应该是在下周吧 主管这么急吗 我时间记错了 看来是误会 都是误会啊 我还要业我不熟悉 就不打扰主管了 陆芬 谢谢你又帮了我 我都不知道怎么报答你了 不算帮你 事实而已 我也不需要你回报 你来季氏公司多久了 大概有一年多了吧 不过 我变手变脚的 总给大家添麻烦 什么事都做不好 所以我现在 还在做一些基础的工作 整理资料的时候 我有看到你的简历 学校的成绩各项比定 都是A级以上 你的成绩很不错 啊 那都是在学校里的时候了 况且工作后 也没有考试了 或许 你只是没找到适合的方向 不要对自己失去信心啊 谢谢你啊陆风 听了你的话 我觉得我又可以继续努力了 你有同学或者是朋友 和你一起进济世集团工作的吗 啊 我们有别的意思 就是说 如果有熟悉的朋友 可以互相照应 没有啊 他们都去海外 或者更大型的企业了 还有的通过考试 进入了国企 哦 我们回工位吧 争取准点下班 早些回去 嗯 会提高效率 一定能在下班前 把工作都做完的 怎么样 还不错吧 什么 处理文件吗 我不太熟悉 可能会比较慢 还需要多指点 谁和你说工作呢 我说的是露露 她是做事很认真的人 哼 少来了 我可看到你俩在走廊上 一起走 都快贴一块了 我还有工作 邮箱 抱歉 我得先做完这些 有什么不好承认的 子涵这个时候 发邮件给我 露露的个人信息 很全 卢风哥哥 放心 露露这个姐姐背景很干净的 我帮你查到了她的所有资料 以后没有指令 不要擅自调查 我这是关心 陆风哥哥 万一他是故意接近你呢 我要排除这种情况 我能自己判断 随意调查普通人 这做法并不对 好吧 我错了嘛 今后 我听你的 不过 有个人我有点在意 需要你盯着 哦 之前说的那个人是吧 没问题 包在我身上 总算是要下班了 陆风 明天见 明天见 罗罗 等会儿有时间吗 我 我等下得回去 大扫除 我得快些回家打扫卫生 家里脏死了 别急嘛 等下陪我和几个朋友 去KTV 唱唱歌 开心开心 打扫卫生 什么时候都可以做 你不会不卖我这个面子吧 我今天就不去了吧 改天 放过我吧 好啊 那就算你欠我的 嘿嘿嘿 放开 你 妈妈 有什么事啊 露露 你最近一直没打电话回家 工作忙吗 林导批评你了 同事关系处理得好不 如果有啥不顺心呢 咱就回家 不受委屈啊 还有啊 你说你老大不晓得了 啥时候带个男朋友回来呀 找男朋友得随缘 对了 领导今天还表扬我了 同事 也都很关照我 工作顺心就好 好了 我要洗手休息了 先挂了 我该怎么办 他为什么要那样做 我回来了 嗯 那个 今天第一天上班 还好吗 还行 就是有点累 那 我今天做饭 饭还是我来做 老婆大人等吃的就好 嘴贫 哦 对了 薛宇 你知道鹿鹿吗 和我同部门的职员 入职一年多了吧 嗯 我有印象 你问他做什么 陆峰 这个鹿鹿 是你的朋友 不是啊 今天是我入职第一天 才领着我熟悉工作流程来着 我想起来了 我想起来了 公司当年招人的时候 这个鹿鹿 成绩学历都还不错 专业和公司的项目正好对口 那他目前为止是 一直在做一些技术性的工作吗 应该是的 因为我之前一直在忙项目 部门里具体到每个人的情况 我都还不太了解 嗯 但我好像记得之前项目开会的时候 我有看到过他 啊 后来 他似乎一直没有提交新的策划案 我也没有审核到 一年内一份策划案都不交 薛宇 你不觉得这很奇怪吗 按常理来说 他不应该一直没有策划案的 虽然公司没有硬性规定 但这是证明自己能力的绝佳机会 策划案通过后 就能直接参与项目 员工薪资也会相应的提升 也能帮助他晋升 露露的家庭条件也不是很好 父母身体抱恙 他大部分的工资似乎都寄回家了 诶 陆风 你了解得真清楚啊 我感觉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和他闲聊的时候 我无意间知道的 不过 会不会是有人故意拿走了他的策划案 将他的成果和项目据为己有 如果是真的 谁会做这么阴险的事 有才能的新人加入 却一直被掠夺成果 这对济世集团是非常大的损失 我不能允许这种事在公司发生 没事 我明天还要去上班 正好可以揪出这个人 也帮你整顿一下济世集团的风气 陆风 有你的帮助 济世集团一定能更好 我提前谢谢你 你是我媳妇 说什么谢不谢的 好 说不早了 去休息吧 休息 一起 一起 我也知道明天还有工作 我不记得了 哦 对了 我刚才似乎吓到你了 抱歉 没事 没事 陆风 你没有吓到我 都是我自己不好 我太笨了 工作也做不好 也交不到什么朋友 呦 偷在啊 陆陆啊 这么早就和陆风在闲聊啊 单脸没结果哟 我 我昨天的工作还没做完 我先走了 还真会认真工作呀 如果陆陆有做过策划 应该能查到痕迹 难道还是要找子涵帮忙吗 这新人啊 就是做不好事 一遇到问题 就总想着要人帮 我要是总给人添麻烦 做不好工作 肯定觉得很羞愧 立马就走咯 你 忽然站起来干什么 难道 他还想把我怎么样不成 灵姐 我是新人 真的很多东西都不懂 还麻烦你多教教我 之前都有得罪 之后你有什么活 都可以让我来做 我不怕苦的 哟 找我学习来了 我可不随便教人 我不会做策划案 近几年的优秀策划案 能让我学习学习吗 这全部都是这些年的策划案 通过的没通过的 都混在这里了 请不'res拿匠来没听过的 我会做策划案